可见其形式之盛大、幼大唐西域记卷五杰若居舌国、阿皮坛皮婆沙论卷十四、西域记卷义区之国、范衍纳国等皆有关于行此法会之记载。 参阅、吴哲慧、5137、批4311。 班哲巡、范语Pasifich。 意义作五神通、五巡。 即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如意通。 大制度论卷五、参阅、五通、1153、批4312。 班舌罗国、班舌罗、范名Pasifich。 巴黎明同、又作班哲罗国、班舌图国、班哲耶国、班沙罗国。 为古代印度十六大国之一。 位于中印度、格河、宇居楼国、范克尔、相望。 班舌罗、意义作五职、五不动、本位地名、后称为该国国民、以作为其王之美称。 据慧玲英卷十八之说,比国王姓多仁慈、废除死刑、纵有死刑犯不忍杀之、 仅赴其五体送于旷野山林、十人家之、故以盘舌罗为国好。 该国后分成南北二部分,彼此互证。 于佛陀时代,南北班舌罗王常起奋证,佛陀常为之教育。 其实,南班舌罗国之都城为坎尼拉、范克尔斯普拉, 北班舌罗国之都城为屈女臣、范克尼卡普扎。 长阿含卷五蛇尼沙金、赚几百元金卷一大皮婆沙论卷一二四、P4312。 荒田随笔、凡四卷。 全称不能与荒田随笔。 日本曹洞宗森职月会映者。 收于大阵藏第八十二册。 内容包括,传佛,出世不出世,修行成道,自正化他,现在灭度,一做事,界定会,地缘度,传教,定祖,定祖,定祖之余,四祖等。 会应凯探佛教祖道之衰弊,故皆是佛教之宗旨,祖道之要诀,并论述祖师着拔之志业,严密执实之严教语行持,以欲学人坚持道业。 本书名为,随笔,实习评论综艺之论述。 P4312 荒行,日本佛教用语。 即在眼祖之山林,或飞铺河水,或火焰中修苦行。 为日本佛教界修艺行者及修苦行者所常采用之修行方式。 P4312 荆州,自古魏南北交通之药冲,位于湖北长江北岸,北街汉水流域。 历代祖师于此驻西洪传佛法者多人,如会远之一会持此别道安后及至今周之上名寺流西。 揪摩罗时之师碑摩罗插南下入此的弘扬时颂律。 流颂谈摩密多亦曾驻于此的之长沙四亿经,赋予翻译之于法阳禅风。 天台志以大师于梁大同四年,五百三十八,出生于此的,后于随开黄年间在此创立玉泉寺,宣说摩河止观等法门。 P4312 草木,辟欲受佛陀教法之一切众生,犹如受雨水滋论之草木。 参阅,三草二木,六百零三,P4312 草木国土西皆成佛,为草木,瓦力,国土等非情,无情亦能成佛。 又做草木成佛,非情成佛,无情成佛,无情成佛,无情有幸。 佛教诸宗中,小臣叫无,无情有幸,草木成佛,之论。 大臣教中,主张草木成佛论者,如华言,天台,密宗等一臣教皆是。 华言宗以毗卢遮纳佛时身具足,荣三世间之佛语定,故气世间亦有成佛之义。 真如之性通于情,非情,依报之草木等亦有佛性。 又如华言经中善财童子,李弥勒之楼观,乃的法门三昧,无量寿经有宝树说法,连华世界之海水宝树皆能说法,故意有佛性。 天台宗之草木成佛说,其教依法华涅槃而立,其里依色相忠道而立,故有,依色异乡,无非忠道,之说,认为一切物稀具忠道之理。 密宗主张草木国土皆大日如来之法身,以六大为佛性,圣谈非情成佛之义。 概密教之义,十戒之一正皆由六大所成,故若约五大,则为本出之佛体,若约十大,亦为信德之五致。 草木等虽不具十大,然其字体即是本来佛,旷又具觉知之功德,故意具发心成佛之义。 华言精探玄技卷十六,华言大书超卷三十,台宗二百体卷七,批四千三百一十二。 草医文书,相对于显密二教之文书菩萨像,禅门所用之文书菩萨像体黑,法常,菩依,偏袒右肩,右手持饭窃,此项称为草医文书。 约始于宋代元风年间,一千零七十八,一千零八十四,太尉旅会清游五台山时,命化宫所会。 批四千三百一十三。 草座,又座毛座。 法会时,于佛前长老所用作具之一。 乃依佛陀成道时夫吉祥草之典故而来,后世所用之草作,模仿吉祥草之形状,垂丝于四周,纵约四十公分,横约二十公分,两片相连而未入座,收拾则叠,其两端垂乱线,拟草之样。 无量寿经卷上,诸佛药集经卷上,僧纲式卷下,批四千三百一十三。 草书经,以草书体写成之经典。 丹迁总路卷十五与碧原之观中经实际卷一中,皆有草书新经时刻之记载,该时刻经存于长安之碑林,相传系唐朝驸马正万君所书。 一般佛教经文碑时,书少以草体字书成,例如敦煌出土之谷写佛典中,大多位正体字,仅有大乘其信论略述,唐宝应二年写,七百六十三,大乘其信论广式,法华经玄赞等著式类为草书写本。 P4313 草堂,移送带云门宗森,身足年级及冠军不祥。 为越南禅宗草堂派出祖,相传为雪斗众显禅师之弟子。 常随其师傅战成弘法,为战成人捕捉入行五位兵。 十月南圣宗,一千零五十四,一千零七十二在魏,魏王,率兵攻伐战成。 师在航五兼与战成士兵一起被俘入月。 其后为圣宗发现,乃雨释放,且赤风为国师。 师岁在越南申龙城之开国四开讲三藏教典,大洋宗风,主要传,雪斗百则,倡导,禅定一致,知教义。 为圣宗受戒,并传禅宗心法,圣宗且因而悟道。 当时归一之地子圣多,遂开创草堂派,分为李朝圣宗,班若,吴舍三之戏,为越南申宗之第三派,令二派为皮尼多流之派与吴延通派。 李朝圣宗之戏仅在朝廷内部流传,至三族度五,法系中段。 班若之戏由班若禅宗创建,至十三世纪初法系中段。 吴舍之戏为吴舍禅宗创建,历经五代,亦告中段。 该派的李朝圣宗、英宗,1138、1175在位,高宗,1176、12110在位,之重养,分别为草堂禅师第一代、第三代、第五代之弟子。 后随李朝之覆灭,1225,而逐渐衰亡。 二、一千零五十七、一千一百四十二,宋代灵纪宗黄龙派僧。 士称草堂善清。 南雄宝昌、广东、仁、俗姓和。 自幼参业湘云寺法司禅师。 神宗元峰四年,一千零八十一,市经的渡,李叶大帷幕,后入会堂祖新门下,并四起法。 正和五年,一千一百一十五,于江西黄龙山产阳大法。 历布曹山、山、龙兴、江西、乐坛寺。 绍兴十二年,世纪于乐坛寺,世寿八十六,法腊六十二。 已有草堂清和尚与药一卷。 霍卫师及越南佛教草堂禅派之初祖。 联灯会要卷十五,加泰浦登陆卷六,五灯会圆卷十七,市市鸡谷略卷四,批四千三百一十三。 草堂寺,一位于陕西户县东南归丰北路。 又称归丰寺。 据名代赵石墨捐卷卷七由陈南记所在,高关谷之西即为草堂寺,后秦遥兴营究摩罗时在此一经,时称逍遥远。 唐代天宝初年,非西禅师著此弘法传述。 其后华言宗五祖归封宗秘居之,称为草堂寺,后又改称七禅寺。 四溪有藏揪摩罗时之设立石塔,塔身高2.3公尺,八面十二层,以八种颜色之玉石雕刻镶嵌而成,俗称八宝玉石塔。 塔下层为虚弥山座,三层云台客以曼草花纹,静置书胜,故众人座亭复之,经上存。 由佛像衣着及雕造作封观之,四位唐代作品。 又北周初年,四分位四四,其后被毁,唐昭宗时重建,宋代以后复经多次重修。 现仙存大宴三间,东西配房各两间,唐前有清朝碑移明朝碑二,元朝中移山门等,唐后堆积瓦砖碑截之残片,唐代之尊圣伯罗尼金状与折损的龟封定会产师宗密碑放置其间,唐内外壁间颇多送元人之碑时。 初三藏纪即卷二,卷八,卷十,卷十四,西安圣纪十略,大明义统治卷三十二,二位于江苏南京城外,中山之南。 为良代之周瑜所创,时称山慈四。 僧全常于本寺洪传三论宗,道朗义曾铸西于此。 寺园位于中山西路,明洪五七年,一千三百七十四,为筑开平王之墓,遂将本寺一致经旨。 批四千三百一十四。 草堂禅派,为越南早期佛教禅宗派别之一。 又称雪斗明觉派。 传系雪斗众险,九百八十,一千零五十二,之门人草堂,将我国云门宗雪斗众险系统之禅传入越南,受到李朝圣宗,一千零五十四,一千零七十二在位,以国师之礼相待,于申隆,河内,开国寺开创草堂派,主要传扬,雪斗百则, 倡导,禅寺,之教义。 义说开创本派之草堂,乃南越怀让之后第十二是慧堂祖心之弟子草堂善清,一千零五十七,一千一百四十二。 本派之之系分为李朝圣宗,班若,吴舍,义说玉舍,等三支。 圣宗之系为越南李朝圣宗所创,仅于朝廷内部传授,传至三族度五,法系中段。 班若之系为班若禅师所创,传二祖少明及范英,三祖章三藏,金海长,阮石,礼朝第七代皇帝高宗,至十三世纪初,法系中段。 吴舍之系为无舍禅师所创,传二祖公路语诀。 仅宗即已出自定诀门下,而空路语定诀接受仅宗后遇,又四祖征选语度长相传,历经五代,后法系中段。 草堂派的李朝皇帝圣宗,仅宗1138,1175在位,仅宗1176,12110在位,之信仰,分别为草堂禅师第一代,三代和五代之弟子。 至1225年,随着李朝之覆灭而趋于衰亡。 安南至略卷十五人物篇,离,批4315。 草书,禅林中所用之文书,多位四六对账之篇体文,然间亦有散文者。 草,作草稿解,草书,指自作之文书。 禅林象器兼文书门,批4315。 草创,初创之义。 凡事物之初始,称为草创,如草创开山,为寺院堂塔之初见。 此外,又指其稿之义,草创初稿,尚需修饰润色,乃成其文。 批4315。 草丹,略称丹。 记载文书之纸片,纸禅林中使用之书闸,亦指安居时之介蜡部。 批4315。 草贺,简略之祝贺称为草贺。 禅宗住持于开堂下座之后,一山之大众再行祝贺,称为斩贺。 赤修百账清规卷三入院条,批4315。 草里汉,禅林用语。 因草生而迷路者,引生未陷入第二一门之人。 必言路第三十六则之家住,大四八,一七四中,不可落草,故缺不少。 草里汉,批4316。 草贺,至粗贩。 赤修百账清规卷四请立森手作条,大四八,一一三三下,人网库司诸聊舌问训,方账备草贩,请特味汤要时,批4316。 草鞋,又称盲鞋。 古代森鞋鞋行角石索者之邪。 故意称森鞋行角石索须之旅费为草邪钱。 景德传登陆卷八南全普院章,大五一,二五七下,诗云,江水架且至,草邪钱叫阿谁孩,批4316。 草鱼籍,请参阅大通禅师语录。 草环,右座茅环,指串。 以茅草所造之指环,为密教修法时所用。 据苏西的经卷一载, 今者若供养,持颂,护魔时, 这草环于右手无名指上,可除灭罪障,所作阶尘。 日本小野三流,台蜜珠流至今有用之。 P4316 草系比丘,欲指严守境界之比丘。 草系,范语歌A,Fontana。 大庄严经论卷三载,有众多比丘徒遇到贼, 道贼即用草系附其身, 众比丘唯恐断杀草之生命, 故不敢解父。 以此为例,比喻其守境界之严正。 范网经卷下,大二四,一零零七中,若佛子护持境界, 行住坐卧日夜六时读诵世界, 犹如金刚,如带池浮囊玉渡大海, 如草系比丘。 咸鱼经卷五沙米首借自杀品,法院株林卷九,P4316。 茶末,茶汁碎末,俗称抹茶。 赤修百丈轻规卷六日用鬼饭条,大四八一一四五中, 若有茶,就坐不得锤衣,不得巨头笑语,不得知首衣人。 不得包藏茶末。 禅灵象器兼饮淡门,P4316。 茶状,禅家请点茶之简状。 据赤修百丈轻规卷五方丈特为新挂搭条载, 堂头和尚请新挂搭众森点茶之时, 库斯之客投行者依借单之顺序, 据茶状,列于重疗前,请重签名,书云,某甲敬衣来引。 新挂搭支茶状图示如左,P4316。 茶皮,巴黎语J.H.Petty。 右座涂皮,蛇皮,蛇鼻,也为 意义座焚烧。 原为印度藏法之一。 即焚烧尸体,以藏遗骨之藏法。 佛事前,印度颇为流行, 佛陀依此藏法以后, 佛教徒普遍引用, 待佛教东传,我国与日本义圣流行此一藏法。 长阿含卷三游行经, 玄印英译卷五,P4316。 茶汤,每日于佛前, 祖先灵牌前供茶汤为礼。 右禅宗于新住持靖山时, 有点茶汤之礼, 先点茶,后点汤。 后世丧礼意用茶汤, 出丧起勘之后, 午前先点汤, 后点茶,午后先点茶, 后点汤。 赤修百丈轻规卷一圣解条, 禅陵向器兼丧见门, P4316。 茶汤榜,禅陵中, 堂头和尚请重用茶时, 未通告众僧, 于僧堂之外所悬挂之告示板。 其榜由书记以卷诉书写之。 赤修百丈轻规卷三请新住持条, P4317。 茶谷, 禅家于祖祭献茶汤时, 或于茶礼, 汤礼之前所名之谷。 其敲明法位长及一通, 煞身一下, 行茶之中复及三下, 由是司主之。 众僧闻骨身则即重行礼。 茶谷通常挂于法堂之西北角。 赤修百丈轻规卷八茶谷条, 禅陵向契兼北契门, P4317。 茶头, 禅陵中, 司掌茶义之之称。 举凡佛前线茶, 众中公茶, 或客来享茶, 皆其直思。 习时之丛灵, 于首座寥, 为那寥, 知客寥, 士者寥等皆设有茶头一职, 称四寥茶头, 今为知客寥有存此职。 又历属茶头之下, 供其使令者, 称茶头行者。 赤修百丈轻规卷四寥原条, 森堂轻规卷五茶头条, P4317。 茶里, 禅陵中, 点茶所行相见之礼。 丛林茶里诸多, 如方丈特为新手做茶, 住持锤仿头手点茶, 库斯四杰特为手做大众茶, 方丈点形糖茶, 两序胶带茶等均属之。 禅陵备用清规卷四, 万序一一二, 四六上, 并与节下, 特为茶里同, 大见禅师清规, 四杰森糖茶里, 即为其里。 又茶里, 汤里并行, 称为茶汤里, 如心命辞重上糖茶汤, 受请人辞重生做茶汤, 糖丝特为新旧式者汤茶等。 依赤修百丈清规卷七杰辣张旦望云糖茶调所述之茶里, 住持上糖说法必, 大众至僧糖前, 依念诵图而立, 四地寻入糖内, 寻便立定后, 明中七下, 住持入糖, 烧香寻糖一扎后归位。 其后知识入糖, 排列于摄森前问训, 副相助持问训, 从手座板起寻糖一扎, 侍者随知识之后而出。 烧香侍者亦问训一坐, 四重坐定, 敬前烧香, 如前逐依问训依相避, 归原位明中二下, 行茶评出, 赋如前问训, 依茶而退。 明中一下, 收斩, 明中三下, 住持出糖, 首座大众依赐而出。 茶汤之理乃丛林重要形式, 不得慢一仓皇, 于列位时尤其不得缺席。 赤修百丈清规卷六腹茶汤条, 禅愿清规卷一禅灵象器兼礼则门, 批4317。 前程派运动, 十二世纪印度教改革运动之一。 先驱者为费谈多派哲学家罗摩拿者, 范RM. 发生于南印度, 后在北印度广位发展。 本派反对偶像崇拜, 种姓分离及繁琐礼仪等, 主张各种姓在神前一律平等, 凡前程者皆可获得解脱, 被视为印度教之一端。 其后之际起者有罗摩南陀, RM. 南达, 喀比尔, 卡尔, 查伊塔尼亚, 阿杜等。 本派曾以各种方言与民间俗语翻译梵文之古典著作, 并创作通俗诗歌, 祈祷文形式之故事集。 P4317 磅哈禅, 禅灵语。 磅开口使剑内脏, 比喻陈漏宗师家真面目之禅。 无门关第十八则, 大四八、二九五中, 洞山老人, 参得歇磅哈禅, P4318 摔香, 天人将死时, 献出依然哀尘, 花满尾翠, 两叶汗出, 臭气入身, 布勒本座等五种摔香, 称为天人无摔。 据舍论卷时, P4318 元勒凡, 明代江苏无江人。 明皇, 自昆仪, 初号学海。 自幼好读书, 博学上棋, 摩索不通, 举凡天文, 像树, 河落, 绿缕, 水利, 兵镇, 勘于, 新命, 齐皇, 巨谷等, 均能精密研求。 万历年间举近事, 之宝底线, 有镇计, 着兵不足事。 日本清朝显时, 所经略宋印昌, 提督礼如松网真, 多所策划, 后卫如松所记, 终查典免归。 世博学广之, 初锐义功名, 屡厄于雍流, 颠沛困顿, 遂器官家居, 与诸如网还。 后至七霞山, 受教于云谷会禅师, 信授佛法, 精情奉行, 并改号, 勒凡, 盖取, 勒托凡情, 幽入圣域, 之矣。 这有两行斋集, 立法新书, 黄斗水利, 评著八代文宗, 群书备考, 立命论, 勒凡四训等书。 其中以勒凡四训书, 谈论心性因果, 极力劝人为善, 自明清以来, 甚未流行。 P4318 圆州养山会记禅师语录, 全一卷。 右座养山记禅师语录, 致通禅师语录。 唐代僧会记, 840、916, 传明代僧与丰元姓, 郭宁之边, 崇祯三年, 1630, 陈书, 康熙四年, 一间665, 堪行。 收于大正藏第47册, 万序藏第119册, 御选于录卷寺。 养山之与录导有成稿, 然始终法人整理。 直至元姓等人编辑五家语录时, 始将其稿及录陈书。 内容细行时, 法门之机缘问答, 世众, 犹方语耀恩, 继七十余相。 其法门提斯之精神, 皆细举阳为山之宗风, 故事人长江为山语录, 与阳山语录何称父子语录。 P4318, 袁洪道, 明朝湖北宫安人。 自中郎, 好石头居士。 与兄宗道, 帝宗道共聚才名, 先后登进世帝, 十人以三元称之。 兄弟三人皆好禅宗。 洪道曾任吴江之县, 后为礼部主事, 为己, 以并辞归。 初学禅于礼卓无, 能通信解, 好辩论, 后觉空谈非时计, 遂归净土, 朝夕礼颂, 坚持境界。 伯迹经教, 于万历二十七年, 一千五百九十九, 这西方和论识卷, 阐明净土之教义。 此书文词万雅, 亦指盖伯, 是所万爱。 后复官职, 在千姬勋司郎中, 复以并辞, 归隐经周。 万历四十二年, 一千六百一十四, 一说崇祯四年, 一千六百三十一, 世事, 年寿不详。 除西方和论识卷外, 另着有珊瑚林一卷, 金蟹鞭一卷, 解脱及五卷。 净土圣贤路卷七, 居士船卷四十六, 明史卷二八六, 批四千三百一十八。 庞修罗兰, 泛名Pravitea, Ratna之音译, 意义为大宝佛, 宝圣佛, 多宝佛, 五如来之一, 即东方宝尽世界之佛。 参阅, 多宝佛, 两千三百三十七, 批四千三百一十九。 刨, 右章, 身长刨斧, 刨斧。 于日本佛教将刨与常合并而者之法一, 即掐刨单群有代之法一, 通常以之文之卷制成。 刨本指指之, 左右一, 与父兼一二者, 后合此二者令家枕袖, 称为扁枕, 亦即所谓之袍。 长之范语为Nufsona, 因义涅磐僧, 集群之影。 显密威夷便缆卷上, P4319。 背甲护身印, 又称背甲护身, 甲皱印, 护身三昧耶。 十八气印之一。 于密教修法中, 卫使行者之身被金刚甲咒, 以防护邪神恶魔之怨害所结之气印, 称为被甲护身印。 印相卫两手内腹, 数二中指, 驱二十指呈勾形, 负于二中指之背上, 二母指并数, 缅者于二无影指。 真言卫, 暗日罗易罗脸伯舵也缩婆赫, 一级, 金刚火级威药, 能催破烦恼之魔君。 P4319。 备卫, 备卫备丹, 免丹之义, 乃睡眠或坐禅起卧之所用, 故在禅宗之僧堂中, 大众各自既定之座位称为备卫。 此外, 用时时之座位, 则称为, 乃时器之义。 于丛林中, 卫通常有扳手之分, 然备卫则不分扳手。 禅灵象器间座位门, P4319。 背阶, 又坐寿阶。 天台宗之教义, 于通教或别教之修行者中, 凡资智能力优越之力根者, 依据佛陀典式指引, 得以引发其自身过去以来所具之智慧, 而献出其教说中所含的中道之力, 至此即直接进入更殊胜的别教或原教之阶段。 背阶又分为别阶通, 别入通, 原阶通, 原入通, 与原阶别, 原入别, 等三种。 通教之修行者至见到悟空后, 觉知通教所说之空非仅是但空, 而世间寒不空之不但空, 于超越空而献出中道之理时, 其理从空, 假独立, 而理解但中者, 即进入别教, 别接通, 若理解空假乡即原容之不但中者, 即进入原教, 原接通。 同时, 别教修行者中之初的以上者, 由于断灭无名, 了物中道之理, 与原教之物竟全然一致, 故无被接之必要, 的前之菩萨, 若于中道之理中, 从理解但中之理, 进而理解不但中之理, 即进入原教, 原接别。 于被接之后, 在别教之时回向, 原教之时性接位者, 以其指之中道之理, 尚未断无名, 故称似未被接或暗未接。 别教之初地, 原教之初驻接位者, 以其以物中道之理, 真断无名, 故称真未被接或胜进接。 摩合指观卷六下, 法华经玄义卷二下, 天台四交移极柱卷下, 批4319。 记,义标识。 二受记之简称, 一一分别记说之义, 为九步经之义, 十二步经之义。 即佛陀对修行中之弟子 一一预言其将来正果之内容。 如有佛陀及语记别, 则称为受记, 而受记别者, 称为受记。 参阅,受记, 四千五百八十七, 三记录, 记述。 预言将来之事, 称玄记, 又称未来记, 十记。 四凡经论之注解, 或思仁之杂记, 亦称记。 P4320。 既心轮, 又作义轮, 意念轮。 三轮之一, 即指如来见察众生 跟机翼乐种种差别, 随移说法而无措谬之轮向。 即心轮之相差别可分为六种, 一, 既有禅有随眠, 离禅离随眠之心。 二, 既有染邪怨, 无染症怨之心。 三, 既列, 中, 圣之三戒, 五趣之心。 四, 知三受相应之心。 五, 以一记一, 以一记多之心。 六, 诸佛菩萨记诸有情之圣列, 种种圣解, 种种戒行。 大臣法愿意灵章卷六末, 参阅, 三轮, 六百七十九, P4320。 记住, 即注释经律论之作者, 亦为后世赞扬其人注释一宗典籍之美称。 例如天台宗之湛然, 毕生赚注数十部之书记, 即注解天台三大部, 故后人以天台记主欲之。 例如华严宗之法藏, 律宗之元兆等人, 古来义以及宗之记主称之。 P4320。 气力多种, 气力多, 泛民KRTA, 意义未买的, 奴隶之义。 伊大唐西玉记卷三所在, 阿南弟子墨田底加阿罗汉瑜加施弥罗国建立五百加蓝石, 向诸义国买玉贱人, 以冲义史。 墨田底加入祭后, 比诸奴自立均长, 临近诸国比其见种, 皆不与之交亲, 而乎其为气力多。 其后建陀罗国加逆色加王降伏该族, 大兴佛法。 亡死后, 气力多种再起, 赤逐僧徒, 毁坏佛法。 至佛灭后六百年, 赌获罗国之系摩亚罗王, 出自释迦种, 闻气力多种之悔法恶行, 及及献宝之计, 进而斩其王, 且令众府载臣迁往一遇。 后气力多种赴入加施弥罗, 雍王自立, 大四排佛, 玄藏入加施弥罗时, 乃当佛教不正, 外道天词大行之寝。 P4320 气力止王, 气力止, 范名KK。 又作气力吉王, 吉利王, 吉利止王, 吉吉罗王。 为加叶佛出世时之国王名, 乃加叶佛之父。 巨舍宝书卷九亿位作世王。 给孤长者女的度因缘金卷下一位埃敏王。 王之爱女名金满女, 归依加叶佛。 王叶佛时事不祥, 求婆罗门战查之, 比言破金满女之身, 出血已到, 可除不祥。 王不忍害爱女, 而有忧愁之色, 女见怪之, 岁得其时, 因同父王一家业佛所, 佛为王说梦, 详西时事乃未来世家佛入灭后, 以法之诸比丘弟子所作之事, 非王不祥之兆, 此即著名之气力止王时梦。 摩赫森指律卷三十三, 据舍论光纪卷九, 批四千三百二十。 训同行, 训会同哨行者, 即禅铃于每月之一日, 十五日等, 到即各局务之行者于请堂听受训事。 赤修百丈轻规卷二训同行条载, 凡但望午餐上堂吧, 餐头行者令喝时行者报各局务, 于行堂前挂牌报仲, 明昏中, 行堂前明板三下, 即重行者, 监制佛殿, 四祖堂, 僧堂, 方上请堂牌礼。 餐头入方丈, 请助持出就坐, 餐头进前, 插香退生归位, 缓生喝云, 餐, 重低生童云, 不审, 其礼三百。 丙席公厅归会币, 有三百。 餐头喝云, 珍重, 重其低生和, 混训而退。 令于禅院清归卷九祥载训同行时, 有关立身, 进退作法, 陪众, 对人作法, 作物等之细则规定。 禅灵象器尖锤说门, P4321。 训点, 日人以和音诵读汉文时, 住在汉文旁边之甲名语标点。 古称, 呼古指点, 乃于文字之四边加诸点, 后世以, 反点, 诵甲名, 代用。 此系日本模仿唐朝区别四身所用之点法, 其用力所示称为点图, 有诸种流派, 颇不一致。 P4321。 财供养, 二种供养之一。 以香华, 珍宝等世间之财宝, 供养诸佛菩萨。 或以饮食, 衣服, 医药等物施惠他人。 即义门族论卷二, P4321。 财师, 三师之一。 法师, 之对称。 不犯他人财物, 且以己财, 如衣服, 饮食, 田宅, 珍宝等物质师与他人。 参阅, 三师, 五百八十, 布师, 一千九百零一, P4321。 财会, 范明法书玛迪, 因一座复苏摩底, 又座得会, 为文书师立之使女, 乃文书五十者之一。 参阅, 得会童子, 两千三百一十四, P4321。 财唐单白准美, 一千七百一十七, 一千七百八十六, 西藏拉布伦寺四大活佛转世系统, 四大赛赤, 之一财唐仓之第三代转世。 安穆多, 位于甘肃, 人。 这有, 水树格言, 等书, 并有全集传世。 P4321。 贡嘎乎图刻图, 一千八百九十三, 一千九百五十七, 西藏密教白教兼红教领袖。 西康人。 民国五年, 一千九百一十六, 受彼丘解。 早年赴拉萨, 依法望噶玛八大师明度松进八修学, 并随类听讲, 显密共修, 同时受传密咒及诸布灌顶。 诗出于康藏传法, 居穆雅康松扎寺, 创建律仪, 长进安居。 民国二十四年, 奉诺纳上师之命, 冬至成都红法。 其后往返成都, 西康, 汉口, 南京等地传法, 曾驻西玄武胡诺纳塔院。 民国三十七年, 以西大游房向, 法会因缘颇为殊胜。 政府曾颁语, 辅教广觉禅师, 知封号。 民国四十六年, 是寄于西康, 享年六十五。 批四千三百二十一。 贡嘎经舍, 位于台湾台北县中和市。 为贡嘎老人申书文 所建之葬秘白教道场。 民国四十八年, 一千九百五十九, 春创建于厦门街, 后迁至县址。 五十七年, 六十四年, 曾先后增建。 六十四年冬, 升上师业第十六代大宝法王于明氏, 或班氏尊经项与设立, 项内并藏有 噶马八第一至十五代大宝法王设立, 乃于六十七年七月 鞠躬新建大殿及宝塔, 供奉经佛与设立。 公臣于六十九年七月丸郡, 七十一年更名为中华民国噶马三城法轮中心。 P4322 启师鬼, 又作启师鬼, 行毕陀罗法所用之鬼名。 毕陀罗为印度古代之咒法, 诵此咒能使死师起而杀人。 法华文句卷十下, 参阅, 毕陀罗鬼, 3851, P4322。 启心力行, 发起菩提心, 修成万行之意。 安乐集卷上, 大四七, 一二下, 在此启心力行, 愿生净土, 此事自立, 即位欲于今世的见无量受佛者。 应发无让菩提之心, 将所修万行之功德, 回向愿生彼国, 即得往生。 然同即卷下又为此心, 菩提心, 难起, 纵令发得此心, 终须修信, 敬, 念, 戒, 定, 会, 舍, 护法, 发愿, 回向等十种行, 方能敬意菩提。 P4322 启心力得, 发起菩提心而成立功德之意。 安乐集卷上, 大四七, 一二中, 言义行道者, 为以幸佛因缘, 愿生净土, 启心力得, 修诸行业, P4322。 启植处, 即止厕所, 禅令象气间殿堂门, 起止处者, 正阿愤之处也, 皮尼姆金卷六, 大二四, 八三八中, 上侧有二处, 一者起止处, 二者用水处。 用水处做起千一, 一切如起止处无益, P4322。 启事经, 凡石卷。 随带舌纳绝多亿, 收于大阵藏第一册, 其内容叙述世界之组织, 状态, 起源, 成坏等过程, 分岩福周品, 玉丹月周品, 转伦圣王品, 地狱品, 诸龙金赤鸟品, 阿修罗品, 四天王品, 三十三天品, 斗战品, 杰柱品, 释柱品, 最盛品等之二品。 本经共有六种译本, 然现存者仅四种, 除本经外, 余三者为起誓因本经, 随带达摩及多亿, 大楼探经, 西境法力, 法句共义, 长阿含经卷十八至卷二十二, 东境佛陀耶舍, 诸佛念共义。 出三藏祭集卷二, 大唐内典路卷七, 开元世教路卷二, 卷四, 卷七, P4322。 起死人咒, 宋咒时新死之师起立, 以杀害所愿者之魔咒, 为印度古代之咒法。 五分绿卷二十六, 大二二, 一七四中, 朱比丘学起死人咒, 佛言不听, 犯者偷懒遮。 参阅, 皮陀罗鬼, 3851, P4323。 起行, 由菩提心之中, 发起真, 亦三叶之行。 余申, 礼拜恭敬, 余口, 称名赞叹, 余意, 意念观察。 发起此三叶之行, 通常有五念门与五正行之说, 前者至礼拜, 赞叹, 作愿, 参查, 违相等五者, 后者至读诵, 观察, 礼拜, 称名, 赞叹供养等。 若具至臣之心, 起身口意三叶之行, 可于现世的清缘等之利益, 而于未来当的往生净土之愿。 往生理赞记, 观无量寿经书卷四, P4323。 起行一心, 修起行之时, 思念专一, 不起妄想之位, 及不起虚妄颠倒之心, 以分别诸法之相。 参阅, 一心, 二十一, P4323。 起世心, 凡夫所未能去除之心有三, 起世心未其一。 于四柱的所起之烦恼粗强, 能发起夜市, 故称起世心。 此心能障佛之化身。 菩萨修习福节之道, 可福出此心而得化身。 大臣一章卷十九, 大臣法院一零章卷七本, 宗敬录卷八十九, 参阅, 三心, 五百三十二, P4323。 起性二门, 又作真生二门。 大臣起性论说明众生之如来藏心时, 分为新真如门与新生灭门二门, 新真如门系从众生心之本体方面而说明, 新生灭门则从众生心之现象方面说明之。 即, 一, 真如之理体不生不灭, 不增不减, 远离差别之相, 称为新真如门。 二, 新随缘生灭, 生起染尽差别之相, 称为新生灭门。 然此二者, 非亦非一, 此乃不生不灭之如来藏心, 由无名妄怨之勋染, 生起染尽差别之相, 而非另有别体。 如大海之水, 风平则浪静, 风来则水动, 动静虽疏, 其体亦如。 大臣一张卷三末, 批四千三百二十三。 起信论, 请参阅大臣起信论。 起信论一心二门大义, 全一卷。 南朝臣代智凯传, 收于万序藏第七十一册, 为真帝所义大臣起信论之著书。 智凯曾参与真帝之一场, 故颇能叹的起信论之傲指。 本书籍以及短支篇幅, 阐释起信论中, 一心, 二门, 之大义。 一心, 指如来藏心, 二门, 指心真如门, 心生灭门, 均为大臣佛教中心思想之重要理论。 P4323 起信论著书, 请参阅大臣起信论书。 起信论笔消记, 请参阅大臣起信论笔消记。 起信论列网书, 请参阅大臣起信论列网书。 起信论书记, 请参阅大臣起信论书记。 起信论书记幻葫芦, 樊五卷。 日本华盐宗森奉坛传。 为法藏所传大臣起信论书记之著书。 大臣起信论之著书本集多, 其中以大臣起信论书记位最重要, 然该书其后被宗密会和起信论重新出刊, 而于会本中大家增学。 奉坛奉坎于宗密之篡改一记, 遂作本书已抨及之。 书中所举论证, 多位起信论之学者所重视。 P4324 起信论书书请参阅大臣起信论书书。 起者, 十六神我之一。 外道中指持我见之人, 嫉妒自能其后是最福之业, 故称起者。 大制度论卷三十五, 大臣一章卷六, P4324 起谷, 收以谷安至请殿之佛是称为安谷, 其后入塔时所行之佛是称为起谷。 赤修百丈轻规卷六王僧入塔条, P4324 起丹, 禅灵用语。 起离自己坐禅之位, 引身为禅僧离寺而去。 又坐抽丹, 赞侠。 禅僧于解下后, 往往起丹以赴其他僧堂。 此外亦因自身性行不良, 或施加不足为其所依者, 故起丹而去。 后事有以起丹未请嫁, 乃谷妙物之解, 从临中, 若有事赞嫁外出, 不超过十五日即回, 此称为请嫁, 若超过十五日, 则称为起丹, 须在行挂搭之一方可归山。 赤修百丈轻规卷七月分须之条, 禅灵向器间从鬼门, P4324 其他六义, 为华严经书卷二十八所举六种建造佛塔之意义, 即, 一, 为表人圣, 如来为三界之至尊, 最圣无比, 故建塔以表彰之, 令人瞻理而归尽。 二, 令身尽性, 建造佛塔为另一切众生瞻仰鼎力, 而身重重振性之心。 三, 令心归相, 建造佛塔为另一切众生心有所向, 而尽目归一。 四, 令供养身福, 建造佛塔为另一切众生至心恭敬供养, 以直福田。 五, 为报恩行愿, 建造佛塔非为己身之利益, 乃为达报四恩, 即国王, 父母, 师友, 谈阅之恩, 而完成无边之行愿。 六, 令身福灭罪, 建造佛塔非为众之己身之福, 乃为另一切众生凡斩养鼎力者, 无不生一切福而灭一切罪。 P4324 起塔供养, 建塔已作供养之位, 又作建塔供养。 印度自古及有起塔供养之风俗, 诸经中一波次论及起塔供养之功德。 佛灭度后, 相信婆罗门将佛设立分为八份, 遮罗伯等诸国人受持后乃其塔供养之。 百年后, 巨云阿育王将所得佛设立在系分为八万四千, 并建八万四千宝塔已供养之。 我国有关起塔供养之记载甚多, 较早者如广宏明集卷十七所在, 仍受元年601, 已将随文帝长于诸州建设立塔。 另有, 吴越国王前宏替建造八万四千宝塔及卯穗计之记名, 与若干现存的驻同宝窃印塔, 赴于长安草堂之四基发现, 遥秦三藏法师纠摩罗时设立塔, 之客名。 此外, 入祭僧之公养塔亦及多, 金石翠边中及有多数舍立塔名, 例如东卫天平三年, 五百三十六, 之王方略须弥塔记, 卷三十, 北齐和清四年, 五百六十五, 之宋坛斯等造塔记, 卷三十三, 唐真元十五年, 七百九十九, 之皇帝降旦日为国建无构进光塔名并蓄, 卷一零四, 南汉大宝六年, 九百六十三, 之西铁塔名, 卷一二二, 等。 长阿涵卷四游行经, 无上一经卷上效量功德品, 经律一箱卷六, 批四千三百二十四。 其灭, 为事物之生于灭, 因缘合合则生起, 因缘离散则灭血。 唯摩经问极品, 大一四, 五四五上, 应作试念, 但以众法合成此生, 其为法其, 灭为法灭, 批四千三百二十五。 其请, 又称其事, 力士祈求神佛的照见于明护之义, 亦含有违背则将受罚之义。 将事文寄于纸上称为其请文。 批四千三百二十五。 其请文, 又作其事文, 其事状, 事文, 事旨, 事词。 于神佛之前立誓, 且其请证明, 如获为事, 则请则罚。 日本佛教界及圣行书写此类其请文之风起。 批四千三百二十五。 启刊, 由宅地送官木至木地之位。 启刊过程所行之仪式, 称为启刊佛士, 率众进行启刊佛士者, 称为启刊师。 据施修百丈轻规卷六王森条所载, 于藏仪至荡日, 远近明报大中一零八身, 重疾之后, 启刊师念相说法语, 为那唱念诵文。 读诵大悲咒之后, 古伯明三通以表劝请, 至此即可排列出丧, 而于行列中唱诵诗佛之名直至藏场。 P4325 起险境, 日本日联宗之用语, 右座起险中, 即位起因, 险说, 中了等。 即法华经之本化法门起因于法师品, 宝塔品, 险说于受量品, 中于神力品。 起险境之语, 乃是以上三品之约药。 参阅, 本机二门, 1965, P4325。 起观深信, 此乃是清的净土论说法之一。 旨意新观想净土的庄严美好, 从而生出信心。 P4325。 宣, 托之记, 哀家哀户诵经起时, 称为宣, 乃, 连, 之对称。 参阅, 连, 4809, P4325。 宣元教, 我国新兴宗教之一。 民国四十六年, 1957, 由王涵申创立。 为继承中国自皇帝已至东汉前其宗教之新教。 为太极原理创于福西, 道统臣于皇帝, 并尊号天上地位最高信仰目标, 而以宣元皇帝为教祖, 遵天法祖为信条。 P4325。 画, 本画, 之对称。 为垂之教画。 出的以上法身之菩萨及佛, 由自己之时身便做许多硬化身, 以化导众身。 又以法华经可分为本二门之教画, 前十四品位门, 后十四品位本门。 P4325。 本, 即诸家是法华经时所叛之门, 本门。 法华经二十八品中, 前十四品位门, 后十四品位本门。 门之法华, 为如来臣道后至法华会作兼四十余年之说法, 开三臣法位权方便, 以显义臣法之真实义, 所说之教理君为开权显时。 本门之法华, 为世家之身身于王宫, 臣道于家耶, 然此佛身非佛之实身, 而为佛久远时成之法身, 本, 为嫉妒众身之故, 一时锤, 是现家耶臣道之应身而已, 此为佛之开显本。 参阅, 本二门, 一千九百六十五, 批四千三百二十六。 佛, 指诸佛锤之应化身。 佛由自己之法身变现许多应化身, 以化导众身, 其法身为本地, 应化身为锤, 故称为佛。 批四千三百二十六。 门法华宗, 日本日联宗称天台宗魏门法华宗, 自称魏本门法华宗。 参阅, 日联宗, 一千四百五十七, 批四千三百二十六。 基门开显, 于法华经前十四品中, 对习所言之三圣全教开三显一, 开全显十, 此时所明示之一臣实教, 称为基门开显。 全者方便, 实者真实, 开方便而显真实, 乃法华经之主旨。 法华经前十四品系旧教法而言, 为开三显一之说, 后十四品系旧佛身而言, 乃开净显缘之说。 即前者开三圣教之方便, 而显一臣教之真实, 后者开垂几之敬佛, 而显本地之远佛。 批四千三百二十六。 宋王, 即宋王者至葬场, 右座宋葬, 经宋, 有关宋王之情形, 是修百丈轻规卷六宋王举身, 一般用于宋王最常见之葬法为徒葬, 然于佛教中则以火葬为最如法之葬法。 此外另有灵葬及水葬之法, 灵葬及气施灵也, 呆鸟兽之灼食如献祭, 经印度之印度教及西葬等地上行此法。 水葬则投尸于江流, 如印度教徒常将死尸投于恒河之中。 四分律山凡捕雀形式超卷下四, 大唐西玉祭卷二, 禅陵象气间丧剑门, 批4326。 送火, 一日本在7月16日, 或8月16日, 举行于蓝盆会之最末一日傍晚, 为送祖先知圣灵而燃放聚火。 此外, 迎灵时所燃之火叫萤火。 二送葬仪式进行中, 棺木出门后, 在门前所燃之火, 亦称颂火。 批4326。 逆化, 顺化, 之对称。 为佛菩萨以为逆之方式来叫化众生。 如佛化鬼字母时, 先逆其爱子, 继而动之以情, 说之以理, 遂使鬼字母改过向善, 护持佛法。 此外, 密教对刚强南化不幸如来教法者, 则更亦为明王, 献奋怒生, 以威吓者扶之, 此亦为逆化之一种。 法华经卷七, 法华文句卷时尚, 批4326。 逆流, 以顺流, 之对称。 于生死之流中, 逆向而上, 已入于觉悟之境界。 有情众生于无始以来, 其或造业, 随顺生死之流, 而难以超脱轮回, 故须以逆流之心对致之。 湛然于受菩萨界已举出逆流时心, 一、正性因果心, 二、自愧克则心, 三、不畏恶道心, 四、发禄瑕疵心, 五、断相续心, 六、发菩提心, 七、修功不过心, 八、守护正法心, 九、念十方佛心, 十、观罪性空心。 参阅, 顺流, 5356, 二生文四果之一。 即止虚陀还。 虚陀还之人岂无漏志, 正见正理, 勇逆生死之流转, 而见去涅槃之道, 故称逆流。 P4327 逆流时心, 据摩赫止观卷四上载, 修行之人应顺流时心而颠倒造恶, 积极众类,流转生死, 故当用逆流时心以对致之。 即, 一、 正性因果心, 修行之人须先正性因果, 深性善恶果报而不深疑惑, 以此心破除顺流时心之, 波无因果心。 二、 自愧克则心, 修行之人克则己身, 于往昔中因无修耻心而习诸恶行, 以此心破除, 无惭愧心。 三、 不畏恶道心, 修行之人自念人命无常, 苦海忧生, 故苦且忏悔而不惜生命, 以此心破除, 不畏恶道心。 四、 发露夹刺心, 修行之人不可引赴一切过失, 当即发露忏悔, 以此心破除, 赴过之心。 五、 断相续心, 修行之人须断绝恶行, 恶念而不负在座, 以此心破除, 恶念相续心。 六、 发菩提心, 修行之人须广发菩际之心, 便满须空戒, 以利益他人, 以此心破除便不知恶心。 七、 修功补过心, 修行之人当策利不修, 断诸恶行且奉行众善, 以此心破除身, 口, 一三叶造罪之心。 八、 守护正法心, 修行之人当守护正法, 增广随喜, 方便之心, 以此心破除, 见善不随喜心。 九、 念十方佛心, 修行之人当信念十方佛之大福慧, 能就拔, 导引己身, 以此心破除, 随顺恶有心。 十、 观罪性空心, 修行之人当恶达我心本空, 罪性无依, 以此心破除, 无名昏暗心。 参阅, 顺流, 五千三百五十六, 批四千三百二十七。 密修, 又作欲修。 即生前欲先举行祈求死后 名符之佛事, 或身前欲修善根功德, 以作为死后往生菩提之资良。 灌顶经卷十一所在, 若人善解法界, 知身如患, 精勤修习, 行菩提道, 于未终之时逆修三七, 丹登序明, 玄增翻盖, 照请众僧, 转读尊经, 修诸福业, 其福无量, 并可随心所愿。 另句的藏菩萨本愿经卷下之说, 若有男女于生前不修善因, 多造众恶, 命中之后, 虽有家属亲友为其追福, 然所作佛事, 七分钟仅能得其一分功德, 然若能于生前自身逆修, 则可全得七分功德。 此一封上, 于宋代甚未盛行, 日本弃经人普遍封行。 参阅, 顺修逆修, 5356, 批4327。 逆欲, 八种欲法之一。 戏以果推因, 由莫揪本之辟欲法。 如畏大海之水乃来自大河, 大河之水来自小河, 小河之水来自沟渡, 沟渡之水则应大雨而来。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二十九, 参阅, 辟欲, 6809, 批4328。 逆顺三昧, 即于各种顺逆诸法中, 得自在之禅定。 得此三昧, 则于诸法中逆顺自在, 能破诸邪逆之众生, 而顺可化之众生。 又因远离执着, 故可破一切法而增长善根。 大制度论卷四十七, 批4328。 逆罪, 为逆道理, 最大恶极之罪, 称为逆罪。 逆罪将招致报应而入无间地狱受苦, 故为无间也。 逆罪, 一般系指五逆罪而言。 五逆罪加上杀阿蛇离, 杀和尚, 则成七逆罪, 应犯此七逆罪者, 不得受戒, 故意称七遮罪。 七遮罪即, 出佛生血, 伤害佛生, 杀父, 杀母, 杀和尚, 杀阿蛇离, 杀师僧, 破结魔转法轮僧, 即以不正当之言论, 行动, 破坏教团之融合, 与杀圣人等七种逆罪。 参阅, 五逆, 1142, P4328。 逆路加耶陀, 泛名非玛了KTA, 右座附魔路加耶陀, 意义座左顺势, 逆势间行, 为行左道之顺势外道, 为古代印度外道之一派。 顺势外道主张最极端的唯物论见解, 认为人生之目的乃在享受快乐, 故被贬称为左顺势。 北齐隐士留住法华时, 将之区分为顺势, 左顺势两种, 以顺势外道类比位众里移名教之如墨者留, 而以左顺势类比位契人决议之老庄者留。 现存梵文法华经中, 相当于逆路加耶陀处位, Lockyatman Treadra, 义位, 持顺势之秘密词者, 西藏之义本义与此同, 皆无附魔, 犯非玛之语, 非玛了KTA恐语大乘入人家经卷四中之咒术词论, 犯mentroprate by 10a, 同意法华玄赞卷九, 玄印英译卷六, 参阅顺势外道5353p4328 逆缘顺缘之对称, 又称逆增上缘, 意指恶施恶友等遮难, 诱惑以及诽谤证法等逆势, 有时能成为进入佛道之因缘。 二指妨碍自己修行之因缘, 新华严经卷七十五, 法华文具卷十, P4328 逆连, 向下开敷之莲花装饰图样, 佛教美术建筑多采用莲花图样, 如佛坛,天盖,花蛮,饭钟, 金刚柱,或其他塔寺装饰等, 其中莲花向下开敷者, 称为逆莲。 莲花古来即为印度所珍重, 佛菩萨亦多坐于莲花座上。 西元二世纪请, 巅峰时期之间陀罗佛教美术运用很多逆莲形式。 六、七世纪后, 及及多王朝以后, 在印度教之影响下结合密教信仰所成之造型, 亦以逆连台座居多。 P4328 逆磅, 犯五逆罪与诽谤正教者, 称为逆磅。 凡犯逆磅罪者, 即丧失其法身会命, 不能成佛, 故欲之为逆磅尸骸。 无量寿经第十八愿为, 犯逆磅罪则无法往生。 然观无量寿经则为, 犯五逆十恶罪者, 如专心念佛人可往生。 此二经说法矛盾, 故净土宗长就此二说加以讨论。 参阅, 一执门, 2952, 逆磅除取, 4329, P4329。 逆磅除取, 又作二经除取。 论五逆即诽谤正法之人, 是否摄入弥陀本愿而得往生净土? 无量寿经卷上帝十八愿为, 设我得佛, 十方众生聚足十年, 皆生我国土, 为处五逆诽谤正法。 观无量寿经下下品云, 或有众生造五逆十恶, 临命忠实, 聚足十年, 得生西方。 以上二经所说相为, 聚造五逆, 并有十年, 是否的生净土, 则有取有除, 故自古净土加美就此一矛更加以拗论。 谈鸾之往生论住卷上是云, 无量寿经义除五逆即诽谤正法二种重罪聚犯之人, 观经社取谨造五逆罪而无诽谤正法之人。 会远之无量寿经义书卷, 家财之净土落卷上, 善导之观经散善意的从其, 其说, 怀感之士净土群一论卷三, 共举出十五家之说, 一, 观经所取者为忏悔人, 受经所除者为不忏悔人。 此为远小之说法。 二, 观经所取者为清心造逆之人, 受经所除者为众心造逆之人。 三, 观经所取者为谨造五逆之人, 受经所除者为五逆即棒法聚造之人。 此即谈论之说法。 四, 观经所取者为造逆类之人, 受经所除者为正五逆之人。 五, 观经所取者为发菩提心人, 受经所除者为不发菩提心人。 此为道迎之说法。 六, 观经所取者为至诚念阿弥陀佛之人, 受经所除者为不至诚念阿弥陀佛之人。 七, 观经所取者为实性之菩萨人, 受经所取者为非实性之菩萨人。 此乃会远之说法。 八, 观经所取者为非产提人, 受经所除者为产提人。 九, 观经所取者为针对已造逆之人, 受经所取者为针对未造逆之人。 此为善导之说法。 十, 观经所取者为开门, 受经所除者为遮门。 此为家财之说法。 十一, 观经所取之五逆业系指不定业未可转时, 受经所除之五逆业系指定业不可转时。 此为意计之说法。 十二, 观经所取者为软顶位之人, 受经所除者为非软顶位之人。 十三, 观经所取者为己种解脱分善根之人, 受经所除者为不重解脱分善根人。 十四, 观经所取者为第二阶人, 受经所除者为第三阶人。 此为信行之说法。 十五, 观经所取者仅止具足实念之人, 受经所除者则包括具足实念及不具足实念之人。 此为怀感所主张之说法。 往生药即卷下末, 观无量寿经义书卷下, 即乐净土九品往生义, 是净土群一论探药即卷六, 批4329。 逆观, 顺观之对称, 即从果探因逆赐而修观之位。 例如观十二因缘时, 不依无名, 行, 识之次第, 而从老死, 生, 有, 取之次序而观者。 逆教从诸法无因而观, 始归于本不深, 称逆观旋转。 大日经书卷七, 参阅, 顺观, 5358, 批4330。 谜, 泛语BHRMTI。 物, 之对称。 不能如实觉知识物之真实性, 而执着于错误知识理者, 称为谜, 反之, 自谜中觉醒, 体达真实者, 称为物。 执着假相味时, 妄念不觉的心, 称为迷情, 迷心。 执于迷情, 遂不知事物真实理之境地, 即三界, 称为迷界, 迷境。 若以渡河来辟喻, 迷的此案, 即迷界, 称作迷经, 对此而言, 开真实之见而得正道者, 称作物道。 据良意设大臣论事卷二之说, 迷中有三或, 即无之, 移之, 颠倒之, 若起此三或则必生二种邪见, 或执于不平等因, 或执于无因。 此皆因迷于事理, 颠倒望之所致。 显阳圣教论卷十四, 大臣庄严经论卷四明性品, 批4330。 迷人咒, 外道所行, 使人迷乱之咒法。 五分绿卷二十六, 批4330。 迷子, 止不明是理之人。 金刚三昧经中宰有迷子之辟欲, 为迷子守执金钱, 而不知利用, 彷徨困苦, 无以为生, 欲凡夫本具佛性而不自知, 致流转三界, 受无量苦。 批4330。 迷心, 颠倒是理智望心。 为大日经驻心品所举六十种望心, 之一。 大日经卷一大一八, 三上, 云和弥心。 为所执意, 所思意。 大臣入道次第, 大四五, 四六零上, 弥心不悟, 异行上不能依, 对智之法为专一审地之心。 大佛顶守能言经卷十, 批4330。 弥生, 指执弥之众生。 众生弥而不觉, 故流转三界, 永无止其。 批4330。 弥弃罗大将, 弥弃罗, 泛名Mura。 又称弥区罗大将, 弥区罗大将。 为药师十二神将之一。 其形象诸说不依, 依尽琉璃净土标所在, 第三弥弃罗阿皆拿方护法大将, 其色带言, 上有青烟, 由龙所驾。 大将手中执谋, 上有盐旗, 以二手调之。 而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卷下念诵以鬼说, 要插大将迷契罗, 其身黄色, 纸宝棒, 主领七亿要插重, 是愿守护如来之教。 灌顶经卷十二, 批4330。 迷忘, 暗于是理者, 称作迷, 虚而无实者, 称作妄。 众生迷忘, 故惧重苦。 唐义华严经卷四, 人亡经和书卷中, 批4330。 迷迦是理, 泛名Mekharai之音语。 意义作德云, 功德云, 吉祥云。 为善才童子所参访的 五十三善之事之一。 驻于南方圣乐国, 范R.M.Varnday, 善才童子次第参访至此国时, 得以听闻, 意念一切诸佛品等境界 无碍智慧普见法门。 华言经入法界品, 华言经探玄记卷十八, 批4331。 迷眉, 因迷情而眉于非理之中。 无量寿经卷下, 大一二, 二七五上, 不达于道德, 迷眉于甜怒。 参阅, 迷情, 4332, 批4331。 迷入, 北本涅盘经卷十四所举之辟语。 为盲人不知乳色, 虽已若被, 若莫, 若雪, 若古似物而欲, 终不能令食乳之真色, 外道亦如盲人, 终不能食尝乐我尽之礼。 磨合纸观卷五, 批4331。 迷试, 迷离, 之对称。 又称迷试或, 止修或, 即迷于五成等事项之烦恼。 四分率三凡捕却形式超卷一上, 参阅, 见获, 2997, 修获, 4047, 批4331。 迷信, 佛教是以转迷开悟为目的之正觉的宗教, 以如实之见一切法, 远离一切虚伪, 达正等正觉位理想。 由此, 阶系排除不合理, 本无容许迷信介入之余地, 即如密教之祈祷, 亦是以行者之三密与本尊之三密互相加持, 陈旧悉的之根源, 决易于迷信之类。 尽管如此, 随着时间之变迁, 逐渐有预言, 占卜, 禁忌, 咒法, 民间疗法等民俗信仰混入, 因此发生危害社会之迷信。 如据塑药经以捕日之吉凶, 据战查经行塔颤之法, 随待盛行, 据于纸巾卷下而来的阿伟奢法等, 以此等民俗信仰为起因, 唐代以来盛行贾托弥勒下身说之革命, 及拒绝震荡治疗之护腐等, 都属于此类无知之迷信。 P4331 迷经, 迷忘之镀头, 即指三界六道众生之境界。 如大唐西域继续, 大五一, 八六七下, 阔群遗于信海, 其妙绝于迷经, 名神宗旭入藏经续一言, 甲伐迷经, 诗航绝海。 P4331 迷界, 又作迷境。 不知事物之真实, 执着谬物之境地, 即指有情众生轮回转生的三界六道之世界。 三界即欲界, 三界即欲界, 色界, 无色界, 六道指天, 人, 阿修罗, 畜生, 恶鬼, 地狱。 P4331 迷道, 迷惑而颠倒是理智位。 八十华严经卷四十九, 大一零, 二六一中, 菩萨离迷道, 心尽长相续。 有不疲奈耶卷四十七, P4331。 迷惑, 为货业所缠附, 称作迷, 解脱货业, 乐知真理, 称作物。 佛教旨在引导众生转迷成物, 由凡夫至佛果。 迷则轮回转生, 物则解脱涅槃。 迷与物实为一体两面, 非亿非一。 如图中见神, 物以为蛇, 此即迷, 后知所见飞蛇, 而系神所, 此即悟。 神出后无别, 只应见者之迷雾, 乃有神蛇之别, 此即禅家所谓, 迷雾不二, 之礼。 古尊素语录卷三十, 永平广录, P4331。 迷雾一如, 又作迷雾一图, 迷雾不二。 迷雾自性, 无自性故空, 故迷未空, 勿亦空。 空体同一, 称为易如, 此为空宗之意, 又迷如冰, 雾如水, 迷雾同体, 称为易如, 此为性宗之意。 P4332。 迷雾因果, 为迷语物各自有其因果。 旧四帝法而言, 迷妄之因畏极地, 其果则畏苦地, 证悟之因畏道地, 其果则畏灭地。 P4332。 迷直, 迷惑执着智慧, 即迷于诸法之真理而颠倒事理。 大皮婆沙论卷139, 大二七, 七八中, 此事外道失聚, 比于此中有迷直故, P4332。 迷情, 亦指迷惑之心, 与迷心同。 凡夫不知万有之时相, 而执着个关键事物, 因此妄念不觉, 故凡夫之心称为迷情。 二指迷惑之众生, 有情。 仅得传灯陆卷三菩提达摩章, 大五一, 二一九下, 五本来自土, 传法旧迷情, 亦划开五页, 结果自燃成, P4332。 迷离, 迷世, 之对称, 又称迷离或, 指见或, 即迷于四地等真理之烦恼, 参阅, 见或, 两千九百九十七, 修或, 四千零四十七, P4332。 迷途, 迷之境界。 指众生轮回转生的三界六道之世界。 三界, 即众生所居之欲界, 色界, 无色界, 六道, 即地狱, 恶鬼, 畜生, 阿修罗, 人, 天等六道。 菩提心论, 参阅, 三界, 五百八十四, 六道, 一千两百九十八, P4332。 迷惑, 六于事理, 称为迷, 不明事理, 称为祸。 佛菩萨之境界无迷惑, 凡人则常迷于事理, 起烦恼之夜。 唐义华严经卷五, 法华经方便品, P4332。 迷离麻罗, 禅灵用语。 右坐迷离麻罗, 咪, 迷离, 迷流, 眉乱, 为眼目之迷乱。 闭言录第五十一则, 大四八, 一八六上, 若呼眼目迷离麻罗, 到处逢问便问, 逢答便答, 书不知笔孔在别人手里, P4332。 迷卢, 泛名苏莫尔, 苏迷卢, 之略称, 即止虚迷山。 虚迷山高八万有寻, 故幼有, 迷卢八万, 之称。 参阅, 虚迷山, 五千三百六十四, P4332。 迷头认影, 比喻不理解真实而追求幻想。 为首轮言经卷四所载之辟欲, 是罗成有意狂人眼若达多, 不见其头而于尽终认其头中之眉目。 P4332。 迷丽耶, 泛与Maria之音矣, 又作迷丽耶, 媚娜也, 亦亦作木酒, 即以植物之根, 金, 花, 果等所酿造之杂酒。 苏罗, 有古物质之酒, 之对称。 迷丽耶圣据酒色, 酒香, 酒味, 饮之令人昏醉。 迷丽耶之种类, 据四分绿卷十六所载, 有黎之酒, 盐福国酒, 甘蔗酒, 舍楼加国酒, 蕊之酒, 葡萄酒等。 食送绿卷十七, 法运足论卷一批4332。 退三媚耶罪, 退施三媚耶之罪, 为密教三种重罪之一。 三媚耶及自己之本事, 为以授法之修行人退施自己之本事。 一大日经书卷十一内文之义, 即真言行者应请修行门而不中断, 若在中路退废, 即非精进之乡, 当得者不得, 以得者退施, 于道有爱, 故行者一心精进, 如有投然。 因精进不放异, 便能于此身的佛之鉴, 反之, 若不能一心精进而中途退废者, 则犯退三媚耶罪。 大日经卷七, 大日经书演奥超卷一批4333。 退凡下沉, 为于灵旧山山路之佛塔, 乃平皮梭罗王所见。 据大唐西玉记卷九载, 如来玉世垂五十年, 多居于灵旧山广说妙法, 平皮梭罗王为文法之故, 新发人徒, 由山路至山峰, 跨古灵岩, 边石未接, 广石于部, 长五, 六里, 而于中路见有二小绿赌婆, 一称, 下沉, 王至此下车徒步, 一称, 退凡, 即禁止一般凡俗之人同往。 P4333。 退大, 退师大臣而堕于二圣。 参阅, 退大声文, 四千三百三十三, P4333。 退大声文, 五种声文之一。 本席大臣, 积节修行, 后遇二圆, 疲厌生死, 退转大臣, 而取消果者, 称为退大声文。 相当于法华论卷下所举之退菩提声文。 如设利福发心修习菩萨道, 后遇婆罗门起演, 凯探菩萨道之难行, 遂退师大臣而取消果。 法华文具卷四, 参阅, 声文, 六千四百九十七, P4333。 退位, 不退位, 之对称。 菩萨行佛道时, 即正见一分真理, 即为不退位, 在此之前则未退位。 因无退转之忧, 故初的以上之菩萨均属不退位, 反之, 得前之石柱, 石杭, 石回向等皆为之菩萨仍有退位之余。 安乐集卷上, P4333。 退眉, 由上帝堕于下帝, 或游乐的堕于苦处之位。 四分律山反捕鹊形式超卷中, 大四零, 四六下, 义者退眉, 由饭瓷戒, 到果无分骨。 往生论柱卷上, P4333。 退区, 即退不屈服之心。 菩萨修行有三种退区心之难关, 即菩提广大区, 万航南修区, 转一南正区。 对至此三退区者, 称为三恋魔。 称为石论卷九, 参乐, 三退区, 604, P4333。 退果, 退无学果位有学果之位。 通于九无学中之前五法, 即退法, 私法, 护法, 安住法, 勘达法, 成为石论卷三举出使阿罗汉退果之五种因缘, 一, 好作物, 二, 好读诵, 三, 好裁决俗论, 四, 好远行, 五, 长病。 P4333。 退法, 阿罗汉, 退法, 犯语, Perae, Derman。 六种阿罗汉之一, 九无学之一。 乃正的阿罗汉果中, 最顿根之罗汉, 彼等风及病等恶元及退失所正之果。 据舍论卷二十五, 参阅, 九无学, 一百四十七, P4334。 退座, 又座退席。 法会, 佛式等仪式中了后, 各自归于了舍。 P4334。 退院, 禅院住持之隐退。 或称退居。 依赤修百账清规卷三住持张仔, 住持若年老有急, 或心力疲倦, 或诸缘不顺, 自移之退时, 需将常住前务, 方丈时务点交清楚, 又被单目两份, 以四记印鸭, 住持, 库斯各收一本味照。 至退日, 恭请一人看守方丈, 岁上堂续蟹, 此仲下坐, 呆窝骨三下而退。 住持之志, 始创于我国, 出世入院之力, 或住持生活清洁, 经济等, 皆有明文规定, 故所谓退院, 亦需按规遵行。 P4334。 退菩提声文, 四种声文之一。 求佛道之中途, 退大成而取小果, 燃油发大菩提心, 如设利福等不定种姓之类。 相当于法华文句卷四所说之退大声文。 出于天清之法华论卷下, 法华玄赞卷一, 卷五, 参阅, 四种声文, 1823, P4334。 退缘, 退转之因缘, 及防碍佛道之修行, 或使行为退转之障碍二元等。 据舍论光纪卷三, 大皮婆沙论卷六时举出阿罗汉之五种退缘, 一, 多盈事业, 二, 乐珠细论, 三, 好和斗争, 四, 喜设长途, 五, 生恒多病。 成为时论了一灯卷四亿列举五项退缘, 一, 僧事, 二, 合正, 三, 远行, 四, 多病, 五, 乐诵经。 家财之净土论则为凡夫之人若在缩婆会土, 由于五种退缘, 故意退转, 若生西方, 则无五退缘, 故不退转。 其所举之五退缘即, 一, 短命多病, 二, 有女人即生染六成, 三, 恶之事, 四, 不善即无济心, 五, 常不执佛。 P4334。 退转, 又作退堕, 退诗, 略称作退, 急于求佛道之中途, 退诗菩提心, 而堕于二圣凡夫之地, 或退诗以正德之行为。 有关退位之说, 诸经论所举各异, 怀感知事净土群移论卷四总括为四说, 一, 性退, 指食性为中之前五心为, 此五心为由有退转心, 故意伸斜剑, 断灭善根。 二, 未退, 指食住位中之前六心为, 此六心为由会退转位二圣。 三, 正退, 指食的以前之珠凡夫位。 四, 行退, 指期的以前之心为, 彼等于所闻所行上身戒列之心, 不能修学, 不能于念念中横修盛行, 故意退转。 此外, 小陈珠不于四沙门果之退转情形, 亦有一说, 说一切有不主张出果必不退, 后三果则可能退转。 精量不择位, 出果与第四果不退, 中间二果可能退转。 大众不极化的不均以为, 出三果有退, 为第四果位不退。 大宝基经卷三, 菩萨因落本业经卷上贤圣学观品, 巨舍论卷二十五, 义部宗伦论, 批四千三百三十四。 陶禅, 为学佛。 西乡记中催阴阴夜听情杂剧云, 我经文也不会谈, 陶禅也懒去餐, 杜甫影中八仙歌诗云, 苏静常待绣佛前, 最终往往爱陶禅, 或为陶禅一词犹如陶末, 陶阳, 细陶而出, 非陶而入, 然一般多以陶禅为学佛之义。 批四千三百三十五。 追怨, 犯罪之僧吕, 罢免其职, 并驱出其所居住之寺院。 禅院清规卷十百丈规神颂, 万序一一一四六六下, 准律和用犯谈致之, 当驱出院, 轻重济安, 公信生乙, 批四千三百三十五。 追善, 又做追见, 追修, 追福, 追善供养。 为消除亡者之苦, 祈求名福, 于后世妥善安排后, 所进行的各种法会, 或造立佛像唐塔, 或捐施法具财物, 或诵经, 持咒, 公斋等各种做法。 一般于事后七日至四十九日未知。 另有百日, 年纪等法会。 批四千三百三十五。 追说追命, 天台宗叛涅盘经说相之语。 所谓追说, 废止先前法华之会作, 再取四交之说, 所谓追命, 于法华会作之后, 即谈佛性常住之理, 以命王四交之差别, 而会归于一时。 法华玄一卷二下, 大三三, 七零一下, 涅槃盛行追分别重金固, 据说四种四地也, 得王品追命重金, 聚计四种四地。 法华玄一世千卷二之下, 只观辅行传红绝卷三之四, 批四千三百三十五。 追见七分或一, 为王者修善事, 祈求明福, 称作追见。 王者于死后四十九日之间, 迷于中有, 果报未定, 此时罪一代为追善修福, 以免其受三徒之苦报, 而得王身十方无量杀土。 然据冠顶经卷十一之说, 若王者生前不信三宝, 不信法界, 命中后堕入三徒八难之中, 纵与追福, 为得七分之一之功德。 参阅追善四千三百三十五, 批四千三百三十五。 追言, 又称大行追言, 即为天子行追见之佛事。 大行, 指天子之趣事, 言, 庄严功德之乙。 幼禅灵中, 为天子行追见佛事时, 师家上堂对众宣说法语, 称为大行追言上堂。 禅灵向气尖丧见门, 批四千三百三十五。 好, 西坛字, HA, 乃催魔菩萨之种字。 共据四义, 一, 一切法本不深之义, 二, 因之义, 三, 忍我之义, 四, 法我之义。 游迷于一切法本不深之义, 而为一切烦恼之因, 烦恼之因, 遂起二种之我, 所谓忍我, 法我。 因一切外道诸天执我执法, 欲吊扶之, 入于金刚要插三摩地, 思维此菩萨之一字真言, 入于一切法本不深门, 则离一切烦恼之因, 烦恼即离, 得正二种之无我, 而显真如横杀之功德, 超越三界九的妄心所起之诸或杂染。 离去世, 批四千三百三十五。 影匠, 比喻相应成巧之事。 典故出自庄子虚无鬼篇, 影的有人图石灰于鼻端, 薄若银翼, 使将石砍之, 将石运府成风, 随手砍去, 砍尽石灰而丝毫不当鼻, 影的人意面不改色。 国君闻之, 命将石曰, 是为寡人为之, 将石答曰, 虽然我能, 然此事须有相互配合之对手, 善导大师乃以此相应成巧之故事解说观无量寿经中佳于, 弥陀二尊的化导之功。 世尊说出苦恼法, 弥陀助力空中, 以四十八愿度众生, 世家说法之处弥陀影而不显, 弥陀显时世家末而不说, 二尊相待而施化意, 恰如人将石相待而成事。 观无量寿经书定善意, 善导, 批四千三百三十六。 西超, 三百三十六, 三百七十七, 东晋镇至家。 高平经乡人, 自锦兴, 又名家兵。 原姓奉天师道, 然宇之盾, 主法太等高僧交由, 见对佛教起信。 曾任大司马桓温之参军, 于丧母之后辞去司徒左常使之职, 此后不再任官。 这有奉法药, 敏感论, 全身论等, 然仅存奉法药一书。 参阅, 奉法药, 三千一百三十五, 批四千三百三十六。 九, 巨舍论卷十四载, 酒有三种, 由米麦等古类酿成之苏罗, 范瑟, 苏罗, 以果实或植物之精于根酿成的迷利耶, 范莉利亚, 而在上述二者未完全泼教时, 可令人生醉, 称为莫陀, 范莉利亚。 此外, 又有古酒, 果酒, 药草酒等三种酒之分类。 饮酒能令人乱敬念, 且成为引发过失之根源, 无论出家, 在家, 在戒律上一律禁止引用。 在五戒或十戒之五, 巨族戒中之九十单舵之第五十一, 菩萨四十八清戒之第二等, 皆列有不饮酒戒。 长阿含之六师, 四分律之十过, 大智度论之三十五过, 沙米尼戒经之三十六师等, 则列举饮酒所产生之过失。 十颂律卷十七, 批四千三百三十六。 酒量, 及酒味。 我国北方人呼酒味味量。 四分律山繁捕却形式超卷下二, 四分律形式超资持继卷下二, 批四千三百三十六。 酒泉, 位于甘肃省。 酒泉郡乃汉武帝于原顶六年, 一百一十一BC, 所设河西四郡之一。 以其水质相纯若久, 故称酒泉。 五湖十六国时代, 西梁建都于此。 经酒泉县东陵若水, 北跨长城, 南祖岐连山, 西以家御官, 自古即为通西御之孔道。 批四千三百三十六。 真孔, 于地上立一针, 自天上投一丝茧履, 使入真孔, 其是圣难, 以此比喻人生之难得。 法院诸林卷三十一, 批四千三百三十六。 真戒, 又做真风。 养溢针鱼的, 自天上投一戒子, 御是巧头中真风圣难, 以此比喻之佛出世之难。 南本涅槃精纯驼平, 磨合纸观卷五, 批四千三百三十六。 针筒, 又做针筒。 装缓制法医用针筒容器。 一般有铁, 铜, 铅, 竹, 木等多种, 燃绿制中言其为象牙骨角之类所作, 非任意未知。 批四千三百三十六。 闪多, 泛语, Prita之恶意。 即恶鬼。 正确意做必多。 又做必利多, 必利多, 迷利多。 为八部鬼众之一。 历世阿皮弹论卷六, 批四千三百三十七。 闪电光, 比喻情势之神速, 猛烈。 五灯会圆卷七, 万序一三八, 一二七下, 此事如即时火, 四闪电光, 够得够不得, 未免丧生失命, Pr四千三百三十七。 愿, 于一定区域所规划之建筑物。 唐诗对官舍四语皆用此称呼, 如藩经院, 戒谈院, 禅院, 律院, 书院等。 藩经院之名早为玄葬异常所用。 有官院之范语有二, 一, 阿尔摩, 应义座阿罗摩, 义指园, 然历来皆而亦未愿。 二, 佩里亦, 应义座波掩纳, 义指周边, 周围, 较接近院之园语。 盖院有周园, 圆强之义, 然称院部若称加兰是切。 后世常以四位总号, 愿为四中别舍之号。 如唐之词恩四有番经院。 世事要揽卷上, 翻译明义即卷二时, 悬应应义卷十六, 会愿应义卷下, 批四千三百三十七。 院内道横杂作一, 三一中安陀会之以名。 安陀会为五条一, 乃加沙中之最下者, 为独居院内或行道时者用, 入聚随众时不得穿着, 故称为院内道横杂作一。 参阅, 三一, 五百五十一, 批四千三百三十七。 院主, 又座四主, 主持, 禅家监视之旧名。 经之监视, 古称院主或四主, 后又称住持为院主, 故改称原有之院主为监视。 经称院主则为住持之义。 世事要揽卷下, 旭高僧传卷十九, 批四千三百三十七。 院家, 日本佛教用语, 为日本寺革命称之一。 属于门基寺, 皇子, 贵族等出家后所住特定寺院之称, 而处理本寺法务之别院。 日本于多天皇, 第五十九代天皇, 于昌泰二年, 八百九十九, 落法后, 居住于仁和寺玉室, 仁和寺乃被称为玉门基, 此为, 门基, 称号之始。 当时随从天皇出家之皇族称为院家众, 此乃院家之起源。 其后, 樊亲王出家, 而继承其法系之寺院, 皆称为院家。 此外, 具有相当规模之寺院而附属于天台宗、 真言宗等门基, 亦称院家。 于净土真宗, 在显如光左之时, 赤许世袭门基, 故九个之派之寺院均定有院家之称号。 静代以一般化变成四格之专称。 参阅, 门基, 三千六百零六, 批四千三百三十七。 愿尊, 一, 一千一百九十八, 日本佛像雕刻师。 活跃于藤原末其至联仓出其志愿派代表。 乃乃良东大, 福星两四之复兴者。 据记载之其曾任全药之职位。 二, 日本台密十三流中院尊流之祖。 明公英, 曾于比瑞山师室皇庆阿舌黎, 受古流之密教, 后别开一派。 这有盛行诀。 纪念不详。 批四千三百三十七。 愿号, 一四愿之别称。 有独立之唐舍, 也有附属大四愿之唐舍。 前者如唐代贵称之张州罗汉愿, 宋代焚扬太子愿, 后者如唐玄藏所建之大慈恩四番经愿。 现代台湾佛教界, 亦有一愿称四者, 如台北市洪法愿, 观音禅愿, 系指之弥勒内愿等。 二日本佛教用语, 系于法明之上所加赠之尊号。 其起源乃日本挫额天皇让位后, 识人以挫额愿尊称之。 至后世, 则演变为不读天皇所专用, 皇后、 亲王、 社家、 将军、 大名, 乃至于一般武士均有加赠愿号之情形。 批四千三百三十八。 至护寺, 一位于陕西西安。 创立年代不祥。 西位, 五百三十五、 五百五十六, 知识, 至藏曾住于此。 北周文帝于长安本寺外建追远, 中兴等五寺, 杜森千人。 道安于五帝时曾住此寺。 建德三年, 五百七十寺, 五帝立意毁佛, 拆毁天下寺塔, 逼令森尼还俗。 六年之后, 王北齐, 齐境之佛寺佛经一遭毁坏。 为九宣帝即位, 下诏改先帝之暴行, 于大象元年, 五百七十九, 四月复兴本寺, 令于洛阳建治护寺, 简拔道叛, 宝席, 法唇, 法藏, 燕丛, 灵干等有道者。 一百二十人代法魏僧, 赤明, 菩萨僧, 以法藏魏智护寺主。 然法藏等人大多故此不受, 引頓山林。 至隋朝, 文帝复兴佛教, 改称魏大心善寺, 居全国四沙之首。 续高僧传卷十九, 大宋僧十略卷下, 参阅, 菩萨僧, 五千两百二十六, 二十位于南松安之十零四。 于隋无帝十一度改名为智护寺, 智唐十又恢复旧称。 参阅, 少林寺, 一千三百七十九, 批四千三百三十八。 身座, 禅灵用语, 即身高座之义。 细致诗诗加登高座说法。 据古智, 身座与上唐同意, 智后事乃有所别。 灵记录上唐条, 禅灵向气尖锤说门, P四千三百三十八。 除一切恶趣菩萨, 除一切恶趣, 泛名Savpiyahoha。 又作破恶趣菩萨, 舍恶道菩萨。 略称除恶趣菩萨。 为密教胎藏界献徒曼陀罗除盖障愿九尊中, 东面第二位。 又为金刚界曼陀罗贤杰十六尊中, 东面第三位。 已能舍一切恶趣, 故称之。 密号于胎藏界为除障金刚, 金刚界称普就金刚, 至满金刚。 其形象于胎藏界曼陀罗中, 身成白黄色, 左手屈至胸前, 手掌上仰, 拇指, 中指相拧, 与指伸直, 右手向外锤, 五指围曲, 夫坐于赤帘上, 于金刚界曼陀罗, 左拳腹于腰上, 右手直莲花, 花上有一饭切。 一大日经秘应品之载, 此尊之真言为, 归命阿毕达罗宁, 阿毕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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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 萨朵陀敦, 萨陀佛DHTUSDAY, 众生界, 沙赫, SVH, 以及举一切众生界出于恶趣。 大日经书卷十三, 贤节十六尊鬼, 胎藏四部仪鬼, P4338。 除一切幽明菩萨, 除一切幽明, 泛名SARFA, OKATAMAKTIA, MATI, 右座除一切幽脑菩萨, 除幽暗菩萨, 略称如幽明菩萨, 为密教胎藏界曼陀罗的藏院最上端九尊中, 东方之第一尊, 右位金刚界曼陀罗贤节十六尊中, 东面南端之尊, 此尊已除一切众生之幽脑明暗卫本事。 密号于胎藏界为大赦金刚, 金刚界称静至金刚, 解脱金刚。 其形象于胎藏界曼陀罗中, 深沉白黄色, 右肘树立, 掌梢仰相右, 左掌树起, 植树枝, 赴座于赤莲花上, 于金刚界曼陀罗中, 左拳置于腰, 右手植树枝。 一大日经秘应品之宰, 此尊之真言为, 南摩三满多梅陀南, NOMASAMANTABUDNM, 规命, 维摩底, 菲玛蒂, 无智, 智诺加, Tradhaka, 切断, 沙赫, SVH, 成就。 大臣观想曼拿罗进诸恶去经, 贤截十六尊鬼, P4339。 除一切热恶菩萨, 除一切热恶, 泛名SARVADHAPRAAMITA, 又作者诸热恶菩萨, 略称除热恶菩萨, 未密教献图曼陀罗除盖障怨东之第八位, 此尊已破除众生之一切热恶为本事, 密号离部位金刚, 其形象于献图曼陀罗中, 身为肉色, 右手置于膝上, 臣于怨手, 左手屈于胸前, 持饭妾, 夫座于赤帘上, 不空所经卷九所续之相, 左手之保障, 右手养垂掌。 依大日经秘应品之宰, 此尊之真言位, 归命系, 亦, 黎英, 罗纳, FARADA, 与愿, 罗罗多, FARAPRPTA, 得愿, 沙赫, SVH。 大日经书卷十三位, 此尊已黎英之法, 而满一切众生怨, 并令彼等出一切热闹。 大日经据原品, P4339。 厨师节, 范明RR。 印度教节日, 源于古代对河川女神之记忆, 每年杨历五、六月举行。 印度教徒认为此时在恒河等圣河中沐浴, 可消除慧语, 谎言, 诽谤, 骚语, 盗窃, 暗害, 盲从, 贪欲, 恶意, 欲望等十种罪恶。 沐浴时需口唱真言, 渡水十次, 礼拜恒河神像, 并布施婆罗门古物石碗, 牛石头。 P4339。 除灾教令法轮, 全义卷。 全称大圣妙吉祥菩萨说除灾教令法轮。 右座赤圣光佛顶法, 妙吉祥菩萨说除灾教令法轮。 唐代师罗巴陀罗义, 或魏惠灵义。 收于大正藏第十九册。 内容出说天变兵乱所应修之经伦法, 次言经伦漫图罗及佛顶, 佛颜, 文书, 金刚手, 旧护慧, 不思议慧, 皮具之, 如一轮, 诸天星秀等之真言与硬气, 终说十二因缘还灭, 启八等。 P4340。 除宗有法, 英明用语。 为英明论事中, 对, 宗同品, 的规定做法之一。 即英明论事中, 仅能取宗, 命题, 宗所谓说及之事物作为宗同品, 不得将宗中以有之法意志于宗同品之列。 如立, 真是无常, 知宗, 照宗同品之意义而言, 凡具有, 无常性, 知事物, 皆为宗同品, 身因亦属无常性, 则身因亦当为宗同品。 然宗之体必须为他而顺自, 即当立宗之时, 身因无常意义, 仅为立者, 立论者, 所读许, 不为敌者, 问难者, 所同许, 必带立者举因, 理由, 语欲, 比喻, 证明后, 敌者使物身因之为无常。 故于举因正宗之中途, 身因为宗一品, 非为宗同品。 又若以宗中以有之法为宗同品, 用作微纳资料, 复用所求得之普遍原理, 证明宗有法之有所立法, 即犯循环论证之过失, 有以上论述可知宗同品需除宗有法。 英明入政理论物他们显示, 参阅, 宗同品, 3147, 宗一品, 3165, 体, 6928, 批4340。 除业会, 即12月会日所修之法会, 12月30日置业, 祭祖聚饮, 此为我国之传统风俗。 竟是寺院于每年12月29日开育结算, 岁除之日, 于佛殿, 祖堂等处, 设香花, 品斋供, 将五名鼓, 及众举香赞, 念八十八佛忏悔文上共仪。 讽诵归念愿文毕, 义方杖, 礼堂头和尚, 后厅板身复斋。 下午下午餐, 即旧斋堂被查言, 请堂头及大众。 又于除业之夜半, 各寺院有敲百八便中之古力, 称为除业中。 类具名物考卷334, 古经类书转药卷3, 黄博清规, P4340。 除散乱心印, 又作弥陀定印。 能使行者消除散乱心而入于三昧之印。 截此印时, 先书左手无指, 安于其轮之前, 四书右手无指, 安于左掌上。 截此手印可入于西方无量寿如来之三昧之。 摄真实经卷中, P4340。 除仪怪菩萨, 除仪怪, 泛名靠浩阿, 又作除仪概菩萨。 大众若有一怪之事不能觉了, 此菩萨即往其所, 为不倾之有, 常断除一切众生之以往, 应常能断除一切众生疑或, 故称之, 安置于除盖障菩萨之有。 密教胎藏见图曼陀罗除盖障院之贤护菩萨及此尊。 密号公祭金刚, 功德金刚。 其形象, 深沉肉色, 右手术于胸前, 持独骨处, 左掌仰放膝上, 手中持平, 平口插独骨处, 夫坐于赤帘上。 独骨处表处一之德, 平表贤护之德。 据大日经秘印品所在, 此尊之真言为, 非命为摩底, 非Mati, 无惠, 智诺加, Chadoka, 阶段, 沙赫, SVH, 以及阶段无惠而心生欢喜。 大日经书卷石, P4340。 除盖障三昧, 全称除一切盖障三昧。 又坐静除五障三昧。 真言行者入于初的而正见法明道之三昧。 诸此三昧得除烦恼障, 业障, 身障, 法障, 所知障, 五盖障, 而另一切烦恼业苦皆惜除灭。 若得此三昧者, 则与诸佛菩萨同住, 故守护经又称之为诸佛境界三昧。 大日经卷一, 大日经书卷一, P4341。 除盖障院, 为密教胎藏借曼图罗十三大院之一, 位在左方第二种。 院内安置除盖障, 破恶去, 失无畏, 除一怪, 不思议会, 悲敏会, 此发生, 折诸热恼, 旧义会等九尊菩萨, 而以除盖障菩萨为主尊。 有关各尊排列之位置, 诸经鬼各有义说。 据大日经据原品之说, 除盖障位于中, 其右位除一怪, 失无畏, 破恶去, 旧义会等四尊, 其左位不思议会, 悲敏会, 此发生, 折诸热恼等四尊。 另据大日经书之说, 本愿与文书愿共表达悲万行。 P4341 除盖障菩萨, 除盖障, 泛名Sarvanvaravikamon。 又做除一切盖障菩萨, 降伏一切障碍菩萨, 祈诸应盖菩萨。 为密教他藏界曼陀罗除盖障愿之主尊, 除盖障乃消除一切烦恼之位。 诸佛要及经卷下以弃诸应盖菩萨之一名, 称赞此菩萨所得之三昧。 大日经书为以静菩萨心之音照明诸法固, 以小功力的除盖障三昧, 见八万四千烦恼之时相, 成就八万四千之宝巨门。 其形象, 左手持莲华, 华上有如一珠, 右手节无畏映, 乃以菩萨心中之如一珠师一切诸身, 满其所愿之矣。 秘号为李脑金刚。 据大日经秘应品之宰, 此尊之真言为, 卑命阿, 除杖之种子, 萨朵, 萨特发, 友情, 系多必卧波多, 开发友情之善性, 达懒达懒, 除购入阵, 懒懒, RARA, 除购, 沙赫, SVH, 除盖障菩萨所问经卷一大日经卷一大日经书卷一, 卷十三, P4341, 除障佛鼎, 泛明Fikaraoia, 右座除业, 摧碎, 舍烦恼, 此尊能断除一切业障烦恼, 能灭尽众生之一切恶业, 唯五佛鼎之一, 八佛鼎之一, 为密教胎藏献图曼陀罗世家院内列中央, 南方之地无畏, 密号为除魔金刚, 其景象, 深橙黄色, 献菩萨形, 左手持莲花, 花台上有独骨沟, 右掌侧树, 驱无名指, 夫坐于赤莲花上, 一字佛鼎伦王经, 尊圣佛鼎修于家法鬼仪卷上, 胎藏四部仪鬼, 批四千三百四十二, 除景难, 泛语PQ, 因一比丘, 以比丘能修福德之因, 得供养之果, 除去因果之景伐, 维摩经略书卷一, 致意, 参阅, 比丘, 一千四百七十九, P四千三百四十二, 知首之身, 又坐知首阴身, 为日本灵迹宗白影会赫禅师所创之公案, 两手相拍, 自然发声, 为凡夫所耳闻, 然锦阳之首, 无声无响, 若非心耳, 不可得闻, 白影禅师以之引导参禅者, 强调远离见闻觉之, 不设思量分别, 仅于行住坐卧之间不断参究, 必可于李琼辞尽之处, 突然踏翻身死夜海, 批破无名窟宅, 白影和尚全集卷四, P四千三百四十二, 知旅西归, 指达摩首邪之旅回归西天之事, 据景德传登陆卷三载, 达摩于后卫孝文帝太和十九年, 四百九十五, 作画, 藏于雄尔山, 起塔于定陵寺, 三年后, 为使宋云奉使西御, 归途中御师于岭, 守邪之旅, 翩翩独行, 遂问师何往, 师云, 大五一, 二二陵中, 西天去, 又为宋云曰, 辱主已厌世, 宋云闻之茫然, 别师东行, 既回朝, 果然明帝已崩, 而孝庄帝继位, 宋云剧奏其事, 帝令起达摩之塔士之, 关空, 为存一旅, 举朝惊叹, 帝乃赵少林寺请回公养, 于唐开元十五年, 七百二十七, 此旅一致五台山华岩寺, 后父师妾, 不知所终, 祖庭试院卷二, 参阅, 宋云, 两千八百六十五, 批四千三百四十二, 马大师也压子, 禅宗公安明, 右座百丈也压子, 此则公安系叙述马大师, 将西马祖道一, 借物显性, 以令弟子开悟之过程, 一次, 马大师与其弟子百丈怀海行路时, 见野鸭子飞过, 大师云, 大四八, 一八七下, 是什么, 百丈云, 野鸭子, 大师云, 什么处去也, 百丈云, 飞过去也, 大师碎扭其鼻头, 百丈座忍痛身, 大师云, 何曾飞去, 暗号汉宇宙本无东南西北之别, 若无分别之时, 即无飞过来, 飞过去之别, 野鸭飞过仅为一象征而已, 不特野鸭为虚妄之象征, 世上一切皆是虚妄, 若直妄乡, 难以悟到, 故马大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逼力手段, 闪及百丈不悟之心, 使其破望而渐性, 必言录第五十三则, 古尊宿与录卷一组庭市院卷二, 卷三, 连灯会要卷四, 批四千三百四十三, 马王纪, 马斯明之时, 齐列毛逆立, 密教之将三世, 大威德等愤怒明王之鼎法大多类此, 称马王纪, 细用表愤怒之矣, 与纸巾大金刚艳口降服一切魔怨品, 批四千三百四十三, 马祖国, 据释迦方至卷上载, 雪山以北, 其地寒静以马, 扇马亦多, 称为马祖国, 其地丰足凶暴, 名性残忍, 多着用动物皮毛, 大唐西域祭卷一批四千三百四十三, 马加持, 加持并马以祈求平御之修法, 为日本中古以来修宴道者所行之法, 其法之前, 先则即日, 于其日马向即方, 加持者立马之北, 依马头观音之法, 或送法华金药草玉品而加持之, 如法更行十七日即可, 批四千三百四十三, 马尔山, 泛名A. Fa.K.A. 为印度古代世界观中九山之一, 又为七金山之一, 由山形而得名, 参阅, 九山八海, 一百二十七, P.四千三百四十三, 马克唐纳, McDonald, Arthur Anthony, 一千八百五十四, 一千九百三十一, 英国梵文学者, 常任牛津大学教授, 一千八百九十九, 一千九百二十七, 赋于加尔各达 Staphanos near Melendogash学院, 讲述比较宗教学, 一千九百二十二, 主要著作有 Sanskrit Grammar for Students, 一千八百八十六, 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 一千八百九十二, Phaidic Mythology, 一千八百九十七, A History of Sanskrit Literature, 一千九百, Phaidic Grammar, 一千九百一十, A Phaidic Grammar for Students, 一千九百一十七, India's Past, 一千九百二十七, Katyona Sarvukrama of the Rig Vida, Phaidic Index of Names and Subjects, 二Voice, P4343, P4343, 马来西亚佛教, 马来西亚, 原名马来亚, 泛名Malaya, 英译摩赖耶, 亦亦山, 摩赖耶一词转用于马来半岛上, 致持在十三世纪, 为致因人势力入侵, 组马来联邦, 一千八百九十五, 后, 才出现马来亚, 马来半岛之名称, 西元前四, 五世纪, 印度人已向东南亚各地经商, 输入和移植文化, 阿育王时佛教大兴, 派佛教徒向各地传教, 据传所浅虚, 阿育多罗二森部教之经帝国, 及经下缅甸契马来亚一带, 梁书卷五十四伏南传, 旧唐书卷一九七盘盘传, 南海济归内法传卷一等所在前姓小城之盘盘国 以及经马来半岛, 此外, 另有丹丹, 截图, 佛罗安, 吉兰丹, 彭丰等诸内外点中所寄盛行, 佛教之地区, 异军在经马来半岛上。 十五世纪初, 由于马六甲王朝兴起, 提倡回教, 马来西亚早期佛教遂告衰亡。 1887年, 妙连法师于槟城创建吉乐寺, 开真正佛法洪传之先河。 本中法师祖念佛联社, 为南群岛连设知识。 方法师创办菩提学院, 并设佛中小学, 推动佛化教育事业。 慈航法师曾驻菩提学院讲学, 并创立佛学会, 倡导研究佛学之风气。 需要和尚一层马红马, 皈依者万余人。 美国苏曼加罗法师曾唱组佛教青年团集佛教周日学校, 开大马青年团集周日学校等佛教组织之先河。 1955年, 竹摩法师组织马来亚佛教会, 1969年更名为马来西亚佛教总会。 又于1956年, 创建三会讲堂。 现任马佛总会会长之精明法师, 曾于相邻觉院设相邻小学及幼稚园, 于教育上有重大贡献。 近二十多年来, 马佛总会领导大马华裔寿华文教育之佛教徒, 全国各地华人佛教寺院及佛教团体, 皆参加为附属团体, 并于各州设州分会及区之会。 在槟城, 建有一座规模宏大的佛总大厦, 总部及设于此。 1970年成立之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 为大马令一重要之全国性佛教组织, 目前为全国最活跃之团体, 附属团体已超过100个, 分布于全马各地。 马来西亚佛学院出版无尽登刊物, 并设施依赠要所, 图书馆及周日红法会。 北马令有槟城佛学院, 吉达佛学院, 东海岸有吉兰丹佛教会, 丁家奴佛教会, 东马则有沙捞月佛教会, 慈云佛教正传会等佛教机构。 南传佛教国家, 如西兰, 泰国, 缅甸等, 皆有僧人驻西大马, 宣传南传佛教教义。 魏塞杰于1962年得到政府批准, 定位全国公共假期, 全国各地佛教徒, 均大使庆祝此重要之佛教圣典。 马来西亚早期佛教考略, 近海, 独立后的马来西亚佛教概况, 继承, 浦门杂志第四二期, P4343。 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 简称, 马佛卿, 系马来西亚全国佛教青年之领导机构, 共由170个会员团体组成, 成立于1970年7月。 成立以来, 积极推动国际佛教青年运动, 为世界佛教青年会主要会员之一。 其最高决策机构为全国代表大会, 每两年召开一次会中选出全国理事会以推动会晤, 例如成立红法、教育、文化、国际事务、 领导人才训练等委员会, 分别推展各种活动。 此外, 各州一成立州联络委员会, 负责协调州内之团体, 推动州内之活动, 为沟通全国理事会与会员团体间之桥梁。 马佛青营办多元化之活动, 除定期佛学讲座, 定期巡回红法团, 红法人员讲席会, 佛青训练营, 高级佛学研究班, 领导人才训练课程, 儿童教学训练班, 进修会等之外, 一场举办短期出家法会, 万元法会, 精进佛期, 再加五届菩萨界法会等。 同时设立翻译局, 考试委员会, 佛教室听图书馆, 佛青文化服务处, 应经会, 中英文版佛教文摘及 佛教青年基金会等。 此外又经常开办多项专题研讨会, 唤醒华人社会关心佛教, 主办展览会, 推动佛教文化, 推动千人捐血, 捐眼角膜运动, 发起救济高棉难民, 非洲积民等运动。 P4344 马来西亚佛教总会, 原名马来亚佛教会, 创立于1959年4月19日, 1969年改经名, 会只设于马来西亚冰城, 为一全国性知佛教机构, 目前设有五个分会与四个知会。 走四届会长为竹魔法师, 四五届会长为精明法师。 其历年所展开知会物及成就如下, 一,教育方面, 一,1966年起开办星期日幼稚一学园, 一,1970年创办兵周幼稚园, 提供学前基础教育。 二,1970年创办马来西亚佛学院, 造就佛教人才。 三,1972年开办佛学韩寿班, 方便有志人士修学。 四,1974年起, 与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联合举办 全国性各级华文及英文佛学考试。 五,1976年起, 设立教授佛学奖学经, 鼓励教授青少年研习佛法。 二,弘法方面, 一,组织弘法团前往世界各地弘法。 二,出版无尽登记刊。 三,编印佛教儿童读本语佛学入门 手册。 三,慈善方面, 一,1966年起, 设立师医赠药所, 提供免费医药服务。 二,筹募慈善资金, 施助孤平及病老。 P4,345。 马定波, 民国人。 升族年, 籍贯不祥。 早岁毕业于黄浦军校及日本士官学校。 大陆沦陷后不居香港。 选赴日本, 入东洋大学研读佛学或博士学位。 这有印度佛教新信说之研究等书。 P4,345。 马拉拉西克拉, Gunapalapaisinamalasekara, 1899、1973, 西兰人。 巴利语佛教学者。 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 德文学、哲学博士学位。 在世俗职务方面, 曾任西兰驻苏联之首任大使及驻英国伦敦之高级专员。 在佛教事业方面, 曾任西兰大学教授及东方学院院长, 1950年召集世界29个国家之佛教代表, 在西兰可伦坡、 Colombo召开第一届世界佛教徒大会, 创立世界佛教徒联谊会, 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 是任首任会长。 其后并蝉联四届, 使该佛教徒联谊会发展到世界各国。 著作有西兰巴利语文献, 巴利语名词字典, 佛教与种族问题等, 并主编英文, 佛教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 未完成而逝世。 世自公职退休之后, 常赴世界各地宣讲佛学。 先后曾赴欧洲、英国、印度、 泰国、日本、夏威夷、美洲等地。 为当代西兰推动佛教复兴之重要人物。 P4345 马怨, 指汉朝之白马寺, 相传为我国最古之森寺。 据传东汉明帝永平年间, 由于天竺、印度、 知赦摩腾、 主法兰二森以白马寺西玉陀金来我国, 明帝遂施令于洛阳城西雍门外卫之建造金舍, 称之为白马寺。 参阅, 白马寺, 2090, P4346。 马师, 一级唐代江西道一禅师, 俗姓马, 故称马祖, 又称马师, 马大师。 景德传登陆卷六, 参阅, 马祖道一, 4347, 二泛名Avahit。 义为马圣, 乃佛陀最先度化的五比丘之一。 增益阿含经卷三, 参阅, 马圣, 4349, 三泛名Avahit。 因义做阿说家, 又做马素。 为佛陀在世时, 经常聚挡自事的六群比丘之一。 参阅, 六群比丘, 1297, P4346。 马座, 范语Avahit。 三泛。 为马上安置莲华之台座, 属五部座之一。 马为世间吉祥贵重之物, 故于台座中, 马座属宝部之座。 南方宝身如来吉座于子座上。 此外, 金刚智所义马明菩萨以鬼中之马明菩萨, 与密教十二天中之日天一座此座。 参阅, 五部座, 一千一百五十八, P4346。 马福, 浙江汇姬人。 又称马义福。 号战翁, 别号, 捐系老人。 身性不求文达, 隐居于西子湖畔, 位具有纯儒气象之中国学者。 曾主讲于四川复姓书院。 其讲学历道, 解释经典, 一本陈珠, 而其反本心性, 屈席复姓则接近陆王之首约。 每能念取老庄, 试典以产阳儒家宗旨而不限于千强复会。 这有太和会语, 以山会语, 而亚太达问正续编, 父姓书院讲录, 捐系斋诗级等书。 其而亚太达问一书中, 颇多论级佛学者。 P4346。 马祖四家录, 请参阅四家语录。 马祖百丈黄博灵记四家录, 请参阅四家语录。 马祖道一, 709、788, 唐代禅僧。 南越怀让之法寺。 汉州, 四川广汉, 人, 俗姓马, 是称马大师, 马祖。 名道一, 容貌奇异, 牛行虎视, 尹蛇过鼻, 足下有二轮纹。 依资周堂和尚, 吉处记, 替染, 就于周园律师受聚足解。 开元年间, 就怀让习曹西禅法, 言下领旨, 密寿心法。 出旨于建阳之佛基灵, 魏九, 迁至临川之南康, 公公二三。 大历四年, 769, 铸西中陵, 江西敬贤, 开元寺, 逝时学者云集, 化元大圣。 马祖义, 平常心是道, 吉心是佛, 大红禅风, 入室弟子有百丈淮海, 南全蒲苑, 大美法常等139人。 禅门府起时, 禅僧皆寄居律苑, 法治有限, 不得别住而举与时申, 皆以为苦。 马祖乃创丛林, 以安禅履, 游世宗门一圣, 转化无穷。 真元四年正月, 登建昌石门山, 经行临终托父后世, 于2月4日世纪, 世寿八十。 唐县宗世其好位, 大祭禅师。 其派发展盛大, 称为洪周宗。 道义之于怀让, 恰如西迁之于行司, 于禅法之洪阳二者并称。 马祖因于江西禅阳南岳系禅风, 亦称江西禅, 故以江西马祖, 文明于世。 宋高森船卷十, 景德船登陆卷六, 船法正宗祭, 武登会员卷三, 批4347。 马祖道义禅师广路, 全义卷。 收于万序藏第一依九册四家宇陆卷一。 收陆马祖略传, 宇怀让之魔砖机缘宇药, 以及宇西唐至藏, 百丈淮海, 南全蒲苑, 大诸惠海等诸人之机缘对话, 示众宇等。 皆是, 平常心是道, 知止, 平常心即系无造作, 无是非, 无取舍, 无断肠, 无凡胜之心。 另有马祖道义禅师与陆一卷, 又称大忌禅师与陆, 马祖与陆, 收于万序藏第一依八侧古尊素与陆卷一。 细字广陆中极陆马祖之行业, 机缘语药等而成。 P4347 马郎父观音, 观音三十三项之一。 观音化为马郎之父, 故称马郎父。 闪幼之俗, 习其设而不知三之名, 唐县宗元和十二年, 八百一十七, 一说四年。 有一枚女妾蓝玉鱼, 人静玉取, 女云, 大四九, 八三三中, 亦能诵 门品, 兵者是之, 至黎明, 能诵者二十余人。 女父受以金刚经, 能诵者有十数人。 女更受以法华经七卷, 约以三日。 至其, 独以马世子能通经, 依礼淫妇入门, 女称并求纸别房, 须于辨死, 体积烂坏, 遂葬之。 数日后, 有子依老僧至葬所, 命其事之, 为王经所子古存。 老僧为众人曰, 此乃观音大事也, 宁如等仗众, 故方便化如等耳, 与霸飞去。 由此之故, 闪幼性佛者多, 且自宋代以降, 马郎父观音之信仰极为盛行, 然后仍美以之语, 于兰观音, 混同。 法华经显应路卷下, 佛祖统计卷四十一, 批四千三百四十七。 马祭, 范名Avamta, 印度婆罗门教苏摩祭之一, 又坐马祠, 马祠, 马祠祭。 以马为牺牲, 故有此称。 婆罗门常向身主, 范Prajpati, 与英陀罗举行之一种大型祭祀, 始于费陀时代, 后则唯有国王方有资而举行。 其祭祀之法, 先将选定作为牺牲之马一匹或百匹洗净, 杀四眼狗, 跟上有二斑点如眼者, 一只, 投入洗马脚之水中, 咒云, 为害马者, 将受罚楼拿之惩罚, 而后将马放之东方, 使之任意游荡一年, 其满戏于祭祝。 第一皇后来到时, 祭官座把宋肉祭祠, 并涂马而焚之, 同时稍亦也扬作为马见天神之先导。 婆罗门教认为此种祭祠可令王成为王中之王, 经百四马迹之王可推翻英陀罗之王座, 成为宇宙之主宰与众神之主。 P4348 马因藏三摩地, 除盖藏愿三昧之以名, 为自发菩提心而振自心之实相。 以马之羊根藏于腹中, 如马之欲念生时根珠, 欲习之时根藏, 譬如自发菩提心而自求证悟, 故称马因藏三摩地。 大日如来常驻此三摩地而宣说爱染法。 于纸经爱染王品, 于纸经舍骨超卷上, P4348 马因藏象, 范语KOOPGOTA, VASTI, GIR 右座因马藏象, 因藏象, 马王隐藏象, 是封藏秘象。 如来三十二象之一, 因南根之义, 即佛陀之南根隐藏于腹中而不外现, 故称阴藏。 四马之鹰, 故称马因藏, 据宝女所问金卷四载, 如来之鹰马藏大人乡者, 乃亡谷之事, 为谨慎己身, 而远色欲故。 往生要及卷中, 大八四, 五四下, 如来因藏, 平如满月, 有金色光, 犹如日轮。 观佛三昧海金卷八, 大皮婆沙论卷一七七, 批四千三百四十八。 马迈, 马所时之迈。 佛常受阿奇达王之请, 至彼国节下安居, 欲灾荒, 古米昂贵, 受犯马人工党, 与五百比丘共识马迈三月, 魏佛十男之一。 冷严精卷六, 善剑绿皮婆沙卷五, 批四千三百四十八。 马圣, 范名Avahit, 巴利名SAG。 右坐马师, 或坐阿说士。 魏佛陀最早度化的五比丘之一, 威夷端正, 引人注目。 设立浮出从外道学法, 然以为能究竟, 迷于所归, 后遇马圣于王舍臣起时, 设立浮遥望其位宜端正, 乃敬而问其所施之法为何, 施是何人, 马圣为其乃世尊之弟子, 并告以世尊所说, 大三, 八七六中, 诸法从因生, 诸法从因灭, 之礼。 设立浮呼开心眼, 随至竹林经舍, 闻佛说法, 敬诸成垢, 得法眼镜。 增益阿含经卷三, 佛本行集经卷二十五, 卷三十四, 卷四十八, 大皮婆沙论卷一二九, 批四千三百四十九。 马尔巴, 一千零一十二, 一千零九十七, 西藏名马, 帕, 乃罗拉格, 藏侯, 布萊克, 位于拉萨与布丹间之南藏地方, 人, 为加尔居派, 藏, BKA, 布萊克雅特, 帕, 之创始者。 少年十败巴舌经为师, 燃习性顽劣, 其父乃托之于罗克弥, 藏布萊克, 米, 之门下, 十年十五。 因一心欲为翻译森, 故热心学习梵语, 并曾至印度留学。 自印度归乡后, 便化元集经, 赴尼伯尔达三年之九, 其间努力学习诸种达特罗, 泛Tantra, 赴尤尼伯尔之汉达帕提加, 泛Piapitika, 之引导, 以纳洛巴, 藏N, RO, 帕为师, 成为其弟子, 并蒙其面授护金刚, 泛Havahra, 陈旧法, 究竟次第, 泛Athana, Kamma, 等之秘义。 此外, 曾与大臣教授师杰洛纳噶�鲁巴, 泛Jana Garba, 共学秘密集会, 泛Gaismja, 之达特罗, 赋从纳洛巴学的登座名, 泛Piapitika, N, M,K, 以及大幻伦, 泛Mahamwai, Kakra, 秘义之奥义。 学成后归返西藏, 创立加尔居派, 而为此宗派之创始者。 后文弥特利, 范Majdre, 之伟大, 故三度赴印度寿教, 学大手印, 范Mah, Majdre, 之教, 而得直观制。 反西藏后, 又二度至尼泊尔, 仿球众师, 学得诸种教义。 归途中, 梦见沙罗赫, 范Fserahat, 并得其秘义, 而身, 全世界哪一位, 知真实物质, 故返回西藏后, 及至各处寻回船角。 1097年末, 是寿86, 迪传弟子魏蜜勒日巴, 藏M, L,A,R,A,S, POD, J, BACAT,L,A,V,D,MARPA,G,N, RURIK,The Blue Annals, E,FALS,S,C, DAS,PAC,S,M,John,Zen, Chapter, BEL,The Religion of Tibet, CHAO,BEN,G,G,BAU,E, 西藏之喇嘛教, P4349, 马明, 100,160请, 泛明A,VALO,A, 父法藏第十二族, 佛教师人, 中印度舍为国梭子多成人, 与贵双王朝加逆色加王关系深厚, 出身婆罗门家族, 家学渊源, 为卓越之论课, 出席外道之法, 后与邪尊者对论, 身有所感而归依佛门, 受菩萨之称号。 博学三藏, 明达内外典, 为古典其梵语文学之先驱者, 开优美文体, 梵KVa, 文学之先和, 在梵文学史上留下不朽之圣名。 将佛陀之生涯以梵语写程序试诗, 佛所行赞, 梵Buddhikarita, 赋以梵陀之故事, 南陀断却美妻之爱者, 最后成为大臣佛教徒, 魏精伟, 衬托以美诗, 及孙陀罗南陀诗, 梵Sundara Nanda, KVa。 此外, 最近从中亚发现之断片, 社利福之所说, 梵Rikutra, Prakarae, 为古典梵语句之最鼓励。 以上之代表作品 军洋溢着热烈的佛教信仰。 其他著作另有大臣庄严经论, 梵Mah YNA, S-T-R-L-A-K-R-A, 金刚真论, 梵Phay Trussi, 监制梵旦, 梵Ga Staltragus, 等。 后勤揪摩罗时亦有马明菩萨传一卷, 记述其身平世纪, 经收于大阵藏第五十册。 又多罗那他佛教史中所在之, 摩系李至扎, 亦名为马明。 杂宝藏经卷七, 马明菩萨传, 父法藏因缘传卷五, 批四千三百五十。 马明寺, 位于山东伯兴。 据残存之, 位顾根法师碑, 宰, 四位根法师。 五百二十三, 所创建。 碑文位, 根法师堪语揪摩罗时, 僧朗等一代高僧其名, 其门下学徒云集, 钻研艺学, 修禅念道。 值得注意者为本寺之名称, 盖真帝于南朝梁元帝承圣二年, 五百五十三, 亦出马明所者之大臣其信论, 而本寺之建立早于此三十年。 据此推之, 本寺建立之时, 马明之名已由大义经家佛陀善多, 菩提流之等人传至中国, 雇国人建之印度大论师马明之名, 非至真帝亦出大臣其信论后之事。 P四千三百五十。 马明菩萨, 马明, 梵明A. 梵A. 一又做马明菩萨, 或称残神, 守护残化, 成就衣服棉卷, 以公裸行无一之众生, 为密教所供奉之菩萨。 献菩萨像, 身成白肉色, 两手合掌, 做白莲花, 成白马, 这白色衣, 以阴落庄严其身, 头戴花冠, 又足下垂。 另据阿梭父超卷一一四, 别尊杂技, 尊荣超所在, 则为六臂之行, 左地一手当西池, 四手仰掌, 以母至年中止, 无名止之中, 第三手置于监测, 持密, 又第一手仰掌, 指管, 四手结与愿印, 第三手持诚, 做青莲花, 成白马。 此菩萨古来未养残疾之之神, 其祭祀之法称为马铭法。 西潭藏卷一, 蜀菩卷下残马铜本条, 二、一百、一百六十请, 吉父法藏第十二组。 为佛教史上著名之大论诗, 诗人。 参阅, 马铭, 四千三百五十, 批四千三百五十。 马论, 指大臣起信论。 大臣起信论为马铭所造, 故称马论。 与是摩合眼论, 龙树造, 又称龙论之意义相同。 参阅, 大臣起信论, 八百二十, 批四千三百五十一。 马头金刚, 西藏佛教上下密怨护法神之一。 瑟拉四马头金刚神殿之香火最甚。 为慈悲观音之化身, 或为为佛及其他菩萨之化身。 其形象, 马头人身, 有八头, 六头及有翅膀者等别。 其中八头与六头之马头金刚为格鲁派所崇拜, 宁马派则崇拜有一只马头金刚。 批四千三百五十一。 马头罗沙, 指人身马头之狱族, 为民徒通往无间地狱之狱族。 人经卷八, 大一, 一四四下, 王者神石剑大铁城, 蛇火狗, 狐狼狮子, 牛头狱族, 马头罗沙, 手持枪, 驱入城门, 向无间狱, 批四千三百五十一。 头关在菩萨真颜印, 又做最圣根本印。 十八印器之一, 未辟除诸魔杖之真颜印器。 二手合掌, 驱二十指, 二无名指, 与掌内指甲相悖, 竖开二拇指。 以此印左转三扎, 心中观想辟除诸杖, 一切诸魔剑此印以, 退散持走, 以印右转三扎及成坚固火界。 据大日经秘印品所在, 其真言为南摩三曼多伯陀南, Nomassamantabudm, 归命普遍诸佛, 驱纳也, KHDA, 但时, 盼热, BHAGA, 打破, 缩破扎野, Sphere, 破境, 杀喝, SVH, 成就, 亦为码头愤怒尊之空行及诸法十相之空, 但时一切障碍菩提之法, 普遍破境三身之有。 若意念此尊, 并结诵其印名, 即能断坏一切作障男者, 故修行者所居四十里之内无有魔士及诸鬼神。 此外, 修此法复可令加处, 尤其是马, 平安。 P4351 码头观音, 泛名Heagraphiae, 英译作阿耶杰丽婆, 何耶杰丽婆, 为八大明王之一, 吉密教胎藏界三部明王中, 莲华不知愤怒池明王。 位于胎藏县图曼陀罗观音院第一行第七位, 又作码头大士, 码头明王, 码头金刚明王。 俗称码头尊。 秘号位弹石金刚, 迅速金刚。 以摩赫止观所说六观音之师子无位观音相配, 乃畜生道之教主。 以观音位自信身, 献大愤怒行, 至码头于顶, 位观自在菩萨变化身之一。 以慈悲心众, 故催灭诸魔杖, 以大威轮日照破众生之暗明, 但识众生之无名烦恼。 其形象有三面八臂, 四面八臂, 三面二臂, 一面四臂等多种。 大日经书卷五, 大日经义士卷七, 批四千三百五十二。 马宝, 转轮圣王七宝之一。 据在, 马王婆罗西驻大海中, 有卷数八千, 若转轮圣王出世, 则取最小者为马宝。 唐五则天曾访此而至七宝于亭。 中阿韩卷十一, 四周经, 经律义香卷四十七, 参月, 七宝, 一百二十四, 批四千三百五十二。 古人, 义人体之皮肉败坏, 唯有骨存, 修九相, 八倍舍等之不禁观者虚观此相。 故行者美徒会枯骨之相, 为骨观之对相, 以便陈旧其观想。 行士超资池济卷下二之三位, 古人及金枯骨徒, 甲笔之色相已筑禅法。 世事要揽卷下, 二指平相之人。 景德传登陆卷九围山林佑章, 大五一, 二六四下, 和尚是古人, 笔是肉山, 社居之, 徒步迎迁, 批四千三百五十二。 古山, 一海谷堆积成山之位。 皮奈耶杂氏卷三十七, 二指草木不深, 地质平吉之山。 以占卜而言, 乃未福德书少之山。 于日本转子性重寥寥无几, 入不敷出之贫乏寺院。 参阅, 肉山, 两千五百一十, 批四千三百五十二。 古生, 为范语ARRA, 设立, 之意义。 即一界定慧而熏修, 原济后流全生或碎生之生骨, 勇获人天供养。 参阅, 设立, 三千四百九十五, 批四千三百五十二。 古楼草, 又座驱驢草, 驱楼草, 古楼草。 乃密教修朴贤言命法, 言长寿命, 或止的智慧, 于修护魔法时, 所焚烧共佛之草。 为慢生植物, 生于深山, 果实黄色, 颇似乌瓜, 为美。 俗称此草味长命草。 金刚顶鱼加护魔仪轨, 西灵鹰一卷七, 批四千三百五十二。 古壶, 又座舍利平, 舍利壶。 遗骸火化后, 铸藏遗骨之容器。 古石以金属, 陶瓷, 石类等位之, 后世多以木枯置而成。 佛陀涅槃后, 已经因圣佛设立, 安置于旧以国政殿, 为九边境八国皆发兵来所, 经相信婆罗门分位八分, 八国乃各自持设利品而归。 当时八国中之家皮罗为国所得之设利品, 于1898年1月, 在尼泊尔之碧普拉瓦, Pickpair W, 挖掘出, 令新疆库车, 古之归资国, 地方之费塔中的木制之古壶一个, 近约20公分, 高约16公分, 外以金箔贴附, 内有白骨及宝玉。 古壶通常埋于木表之下, 或安置于殿堂之一角。 长阿含卷寺游行经, 佛班尼环经卷下, 赤修百丈轻规卷六, P4353。 古阳, 右座收骨, 挥寂, 集火葬之后, 拾取一骨之矣。 人死若干年后, 所化成至白骨, 则欲称为古佛。 赤修百丈轻规卷三, P4353。 古笔, 折古未笔, 书写佛经, 泛网经卷下, 大二四, 1009上, 剥皮未止, 四写未末, 以水未水, 折古未笔, 书写佛界, P4353。 古所观, 右座古想观。 为断除贪欲之心, 观想人之身体为白骨连锁之修法。 此观法分三个阶段, 移出席业位, 即将注意力致于身体某一点做骨想, 见刺及于全身, 更移至他身, 观全世界充满白骨, 后再设回自己一身。 二, 以守修位, 观想自己一身之骨中, 先去足骨, 见刺去他部骨, 而仅残存半头骨之观法。 三, 抄作异位, 将残存之半头骨也去除, 而心止于眉间, 湛然做白骨观。 中阿汗卷二十四念处经, 瑜伽诗的论卷三十二, 巨舍论卷二十二, P四千三百五十三。 古天, 古, 范名Akara, 应亦做商杰罗, 又做古所天, 为大自在天之化身。 然于密教则为大自在天, 为大千世界之主, 商杰罗天位仪世界之主。 应名入正理论书卷上, 大四四, 九二下, 商杰罗者, 此云古所。 中略, 外道有言, 晨杰之始, 大自在天, 人间化好, 二十四相, 匡立即弊, 自在归天。 逝者顾恋, 遂立其相。 相其苦行, 脆皮积累, 古节相连, 形状如所。 顾标词相, 名古所天。 大日经卷一具原品, 西潭藏卷一, 参月, 大自在天, 七百八十三, 批四千三百五十三。 高氏, 菩萨之旧义。 系纸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修六度万行之大成众。 三教旨规卷二, 参月, 菩萨, 五千两百零九, 批四千三百五十四。 高山寺, 属日本真言宗玉士派, 位于京都市。 有座位, 曾为华言宗道场, 应人之乱, 遭战火烧毁, 其后, 封臣秀吉家已重建, 一字后鸟语愿学问所时水愿之五所堂, 属莲苍旗之寝殿造型。 寺中所藏有名之佛画及宋版书及盛多。 本寺与高尾, 滇尾等二寺合称, 三尾, 以风铃景至, 持名远近。 批四千三百五十四。 高山顿说, 天台宗志以大师立武时叛教, 为世尊出臣道时, 演说最上之华言时意, 犹如日出之时, 先照高山。 高山欲指菩萨之机, 顿说未不立次第阶级, 顿说大臣之妙法。 心意华言经卷五十如来出现品载, 譬如日光东升时, 先照高山, 四照高原大地, 而日未始有分别, 善光如来亦如是, 先化菩萨, 四化圆觉, 后照身闻及众生, 而佛本无分别之念。 天台四交仪, 把滑旋一卷一批四千三百五十四。 高景观海, 1884, 1953, 日本真言宗至山派学森, 生于河戈山县纳赫郡, 十二岁时, 之身登高野山, 从赤井宝受替法的渡, 改名为观海。 师宿至向学, 先后就学于至姬院中学林, 东京哲学馆。 本科毕业后, 反至姬院, 从池田真名研究剧者, 为时。 大正元年, 1912, 任私立大学至山劝学院教授, 至昭和六年, 1931, 即任该校校长之职, 对教学之发展贡献胜举。 常专研写密二教, 是教二乡, 待至山专门学校与大正大学合并, 则致力于提切后生。 主要著作有, 小乘佛教概论, 即深乘佛义讲义, 国义法院义灵章, 不动尊与护摩密法, 密教士相大系等。 P4354 高六, 高者, 高祖, 即天台智义大师, 六者, 六祖, 即京西湛然大师。 此为天台宗徒所用之称乎。 P4355 高王白衣观音经, 请参阅高王观世音经。 高王经, 请参阅高王观世音经。 高王观世音经, 全义卷, 又称高王白衣观音经。 略称高王经, 收于万序藏第八十七册。 此经为东卫天平年间, 五百三十四, 五百三十七, 孙靖德所感得之观音经, 然明代莲池大师以之为伟经。 据法院朱灵卷十七所在, 卫天平年中, 定周牧师孙靖德造观音像, 自家里尽, 后为劫贼所隐, 不胜考处, 望尘其罪。 将斩绝之前戏, 夜梦一纱门令颂就身观世音经千遍即可的托。 一日, 有斯直付向士, 孙靖德解行且诵, 灵行满千遍, 刀卓自折, 皮肉不伤, 三换其刀, 终折如故。 士相向上, 有刀三机。 有斯以壮奏文, 丞相高欢表情免死, 士写其经广布于世, 经为高王关世音经。 清朝至尽有高王关世音经驻士一卷, 收于万序藏第九十三册。 P4355 高士耶, 范语靠爱啊。 又作交舍耶, 交士耶, 交奢耶, 交师。 亦亦未残, 卷。 高士耶本世也残名, 此残不受豢养, 自身山泽, 西域诸果无丧, 多生于作果树上, 而时其也。 其形浩白, 粗如拇指, 长二三寸, 月于变老, 以夜自果, 内化未永, 带如足指, 即为坚硬, 采之熬热, 可置成卷, 其卷即润, 体系不华。 若收其永, 经一月许, 自简中出额, 其赤两开, 带如张手, 文采幻烂, 如红景色, 至枭中美雄词相偶, 还时其数, 附身卵于树上。 以此也残思所作之高士耶一, 为十种一之一。 四分律书是宗祭卷五末, 南海祭归内法船卷二, 批四千三百五十五。 高士耶森西里利, 泛语靠爱啊, SASTARA, 异意味也残卧具, 细意也残思之臣之卧具。 四分律书是宗祭卷五末, P四千三百五十五。 高出三昧, 百八三昧之一。 能令行者身出福德与智慧之三昧。 若菩萨入此三昧, 福德智慧皆惜增长, 诸三昧信义从心而出。 大智度论卷四十七, P四千三百五十五。 高永霄, 一千九百二十四, 广东三水人。 出身于香港, 毕业于香港华人书院, 曾任三轮佛。 法相明珠佛学班讲师, 香港提学会佛学研究班讲师。 为世界佛教徒友谊会港澳分会之推动者。 所传学术论文及红法文字, 散建于香港佛教等刊物。 P四千百五十五。 高位神, 被视为地位特别崇高, 能力超越其他一般神灵之神。 始于后期原始宗教及古代宗教。 如苍天神, 天父神, 帝母神等。 最早之文献立正建于 俱经四五千年前之美索布达米亚宗教与埃及宗教。 类似基象意建于 近代所残存之原始社会中。 P四千三百五十六。 高佛顶, 泛名阿佩耶赵托威。 右座广深佛顶, 八身佛顶, 最圣佛顶, 最高佛顶。 唯五佛顶之一, 八佛顶之一。 安置于密教胎藏界曼陀罗释迦迦院中, 中尊释迦牧尼佛左侧下段之第四尊。 其形象, 深橙黄色, 夫座于赤莲华上, 右手掌竖起, 无名指弯曲, 左手当腰持连, 连上有绿珠, 面向右方。 密号为难兜金刚。 常念诵此尊, 于斗战, 论礼, 赠诵之时, 皆可得胜。 若书其真言于头上, 则可吉祥清静, 灭罪得福, 并或无碍之辩才。 菩提常所说一字顶轮王金卷二, 大日经书卷五, 卷六, 大日经书演奥超卷十四, 胎藏界七级卷上, P4356。 高明寺, 位于江苏江都, 南三河之西岸。 创建年代不祥。 据大清一统治卷六十七所在, 寺中有一座天中塔, 地处诸于湾, 故该湾又称塔湾。 康熙三十八年, 一千六百九十九, 建行宫, 为圣祖驻碧之所。 四十二年, 四高明寺之匾额, 于玉智之碑记。 四十四年, 四十六年, 地常灵性词的, 有额连玉书, 玉智诗, 及墨宝经佛。 本寺与清代立朝关系深厚, 法系属灵纪宗阳其宗系统, 陈自宁墨天影远修之地子玉灵通秀, 其后寺传至天会实册, 乃仲兴高明寺。 本寺与金山, 天宁二寺同位灵纪宗之三大丛林。 P4356。 高昌陈, 唯吾尔与称亦都互陈。 汉称高昌壁, 高昌磊。 位于新疆图鲁帆县城东约四十余公里之阿斯塔纳, 汉明三宝, 村东, 哈喇合卓, 汉明二宝, 村南。 其建筑和基本规模形成年代, 约在前梁, 324、376, 至高昌区市王朝时代。 总面积为200万平方公尺, 城园大部分残存, 略城镇方形, 周围约五公里。 部分城门土建痕迹尚存, 仍可供车辆通行。 全城分外城, 内城及工城三部分, 布局略似唐代之长安城。 城内建筑新罗旗部, 外城西南于残存疑寺院遗址, 面积约一万平方公尺, 寺门, 广场, 殿堂, 高塔, 佛堪等游历立可数, 游人且可穿堂入室。 内城中有一高台, 其上残存一座高达15公尺之建筑物, 俗称为, 克罕堡, 曾于其附近发现刻有图案之基石。 P4356 高昌国, 西域古国名。 位于京新疆图鲁藩, Tofen, 东南之哈喇合卓, Kerathoja, 地方。 汉时称车师前国, 近时称高昌郡。 曾一度独立为高昌国, 420请, 后为唐太宗征服, 称西州, 640请。 曾归附回谷, 自八世纪末期至元代, 后再度归属我国, 为佛教一大中心地, 曾于此的进行佛经翻译。 19世纪以后, 经多次考古探险, 出土无数佛像, 佛画, 与泛语, 胡语, 回谷语经典。 著名之佛教遗迹包括高昌固城, 焦河固城, 贝沙克鲁克七佛洞, 土域沟等。 前二者为建造于地面上之迦兰遗迹, 贝沙克鲁克则为两群洞窟组成之石窟洞。 参阅, 千佛洞, 737, P4357。 高明寺, 一位于浙江天台山。 为天台宗智者大师道场之一。 宋大中祥福元年, 1008, 改额, 静明寺。 参阅, 静明寺, 4695, 二位于台湾嘉义县普子镇。 出游谢起居室创建于清光绪22年, 1896, 名为镇兴堂。 民国十一年, 1922, 千至县旨, 更名为净土宗高明寺。 曾先后增建后殿, 庭园, 纳谷塔等, 并设立幼稚园, 齐音会, 佛教班等红法事业。 P4357, P4357, 高建法状论, 请参阅为十三时论诵。 高峰大师语录, 请参阅高峰圆庙禅师语录。 高峰圆庙禅师语录, 全一卷。 右座高峰大师语录。 宋代森元庙, 1238, 1295, 传, 元代堪行。 收于万序藏第122册。 收录湖周双济安世众法语, 西天木山诗子禅寺开唐语药, 粘谷, 补仪, 祭诵, 赞佛祖, 行状, 塔明, 英士等。 元代宏桥祖令边有高峰圆庙禅师禅药一卷, 右座高峰和尚禅药, 一收于万序藏第122册。 收录开唐谱说, 示众法语, 厨业小餐, 书等, 皆是餐禅学道之之药。 本书之注释书有朝显森白坡更选所传之高峰和尚禅药四季一卷。 P4358 高峰显日, 1241, 1316, 日本灵济宗僧。 赤士, 佛国应公广济国师。 后挫额天皇皇子。 16岁随士东福寺元尔, 后又从雾安普宁, 仍见长寺之汤药侍者。 后隐期于下野之那虚也, 亦时众森云集, 故称云岩寺。 洪安二年, 1279, 参禅于吴雪祖园, 四年从祖园受吴准师范所传之森家离。 旅任连仓珠寺监督。 正和五年世纪, 享年七十六。 已有语录, 和歌吉等。 本朝高僧传卷二十三, P4358。 高峰观三昧, 指佛所入之三昧。 佛入三昧, 如上高峰, 观时方而无高低, 住此三昧, 观时法界众生一相一位。 P4358。 高座, 仿自是尊臣道时所作之金刚宝座, 而于说法、奖金、说界、修法时, 设置一个叫通常席位位高之床座。 其形状依律之规定, 大小各异。 大多为一, 二公尺平方, 三十至五十公分高。 我国奖金法师, 依古士, 必登高座奖金或说法, 撑开大座。 善剑绿皮婆沙卷一类具名物考卷二十七, P4358。 高座四, 位于江苏南京聚宝山之山腰。 静永家年间, 三百零七, 三百一十三, 北方遭乱, 西域森博师黎密多罗渡江至此, 专修苦行, 以其善于咒术及范碑, 十人美称位, 高座。 博师黎密多罗世纪后, 臣帝赐鉴木塔, 沙门关又于其地建四, 称高座四。 据传, 南朝梁时光宅四法云曾于聚宝山顶奖法华经, 而赶得从天降花之奇瑞。 后有精灵宝至禅师入住本寺。 又李白之子李中福出家并住于此寺。 宋代之后改称永宁寺, 明代分位永宁, 高座二寺, 即并存。 批四千三百五十八 高祖, 指义宗一派之开祖, 即创始宗一教说之祖师。 高位尊崇之词, 例如天台宗以龙树为高祖, 净土宗之高祖为善导大师, 日本真宗高祖为清卵。 批四千三百五十九。 高野三方, 指日本高野山真严宗三派之对立。 大致五年, 一千一百三十, 决宗于高野山制定学头一人, 学旅三十六人, 后被指卫专修学业之派, 称作学旅方。 令为帮助佛道与修行, 遂产生专思俗物之行人, 比等逐渐得适, 至安土桃山时代, 人数增二千余人, 竟因而压迫学旅方。 平安后期之后, 前悟名利之僧人, 群集引顿于高野之地, 他愿不断念佛, 故事称高野圣, 至连仓, 士挺之时, 比等寻游全国, 劝敬僧俗, 归来之后有经营商业者, 故于经济方面颇具优势。 至江户时代, 乃区别为三方, 学旅方, 行人方, 圣方, 统育之, 但三方常相互争使。 明治元年, 1868, 改学与方是本寺青岩寺为金刚封寺, 且费三派名称而逐渐统一。 P4359, 野山, 属日本高野山之严宗寺, 位于俄歌山县, 略称野山, 南山。 其总本山为金刚封寺, 细于816年由空海中建。 853年空海入祭后, 由弟子真然继承一致, 迎建寺院。 平安末期, 高野版大藏经开始堪行。 至连仓时代有法姓, 道范, 士挺时代有幼快, 长爵等学者辈出, 宗学大圣。 高野山僧房出有7700所, 经仅存120余所。 主要建筑可分为西苑谷, 坛场, 一星苑谷, 南谷, 五世谷, 千首苑谷, 本中苑谷, 谷上, 小田园谷, 莲花谷, 东谷, 奥苑等十二区。 重要文物有金刚封寺所藏阿弥陀如来二十五菩萨来迎图三幅, 为净土美术之最佳杰作, 大幅佛涅槃图, 为藤原佛画之代表作。 另有十田三成所建之, 经藏, 藏有高丽版一切经, 此外上有观音图, 古血经, 佛具, 佛像, 高野大师形状图绘, 五大力后像等佛教文物。 著名建筑有莲花定院, 成莲院, 大圆院, 龙光院, 清王院, 明王院, 浦门院, 正治院, 地藏院等多处。 P4359, P4359, 高野山大学, 为日本高野山真言宗所设立之大学, 位于日本河戈山县高野山, 为空海弟子真然所创始。 明治九年, 1876, 改为大学龄, 除教授显密诸学, 亦授与神皇镇统计, 六国史, 休业年限三年。 明治十八年成立宗制, 四年五月改为九级制, 七年足业, 即古一大学龄。 大正十五年, 1926, 一大学令, 成为文学不丹科之大学, 增设密教学科, 佛教学科, 佛教艺术学科, 哲学科。 昭和二十四年又增设国文学科, 社会学科。 三十一年又设英文学科。 P4360, 高野版, 日本联仓中期以来于和歌山县高野山金刚峰寺所开版之佛典, 近代称为高野版。 现存最古之以典位建长五年, 一千两百五十三, 之三教旨归。 高野版大半开版于联仓时代, 直至江户出其人继续开版。 其内容大致以密教经典及其著书, 真言宗典, 西坛书等位线, 装丁成者本样式。 P4360, 高野春秋, 请参阅高野春秋编年级录。 高野春秋编年级录, 凡二十一卷。 略称高野春秋, 日森怀音传。 全书分位续册一卷, 本编十八卷, 通考二卷。 此书从古文书, 古记录及录高野山开创以来 至传者谢楚简孝之职之年, 亦编七百一十八, 共九百余年间之史时而编成之编年史。 收于大日本佛教全书。 P4360, 高棉, Cambodia, 东南亚之国名, 就称柬埔寨, 位于中南半岛西南部。 我国古代, 一至六世纪, 称之为福南国, FUNAN, 六至九世纪称为真辣王国, 九至十二世纪之吴歌王国, 王朝为极盛时期, 十四世纪以后衰退, 十四、五世纪曾被泰国侵略, 1863年, 成为法国之保护国, 1945年宣布独立。 南朝梁代十六世纪请, 该国之僧人曼陀罗先, 僧家婆罗等曾致我国从事佛典汉义工作。 其后迁余年间, 均为佛教信仰兴盛之地, 1975年四月沦入共党之统治后, 全面硬止宗教活动。 其居民大半为极灭族, Kmers, 安哥四, 安哥尔瓦特与安哥臣, 安哥尔唐, 为极灭族壮观之文化遗迹, 经长期埋没, 于1851至1861年之间, 为法国学者亨利默克, 奥马尔瓦特所发现。 历代三宝记卷11, 大唐西域记卷13, 南齐书东南移传第39, 梁书海南诸国传第48, 随书南蛮传第47, 明史真辣传第212, 古经图书集成编译点第101, 参阅, 安哥艺术, 2401, 福南国, 2945, 南传佛教, 3750, 批4360。 高贵四德之教, 指北本涅盘经卷21至26之高贵德王品, 内容系佛陀对高贵德王菩萨, 演说常乐我尽似德之庙礼, 与修行涅盘经之十种功德, 批4361。 高贵四, 属日本真言宗寺, 位于大阪府南河内郡阁城山中, 出名湘华寺, 为修艳道之族一小角所开创, 空海改称位高贵四, 且与此修行。 江户末其影光瓷云居于此, 再度振兴本寺。 由于提倡政法律, 遂成为政法律之本山。 此外本寺亦为一致怨寺。 批4361。 高贤, 唐代森, 浙江湖州乌成人, 又极聪明, 异于常人, 极出家授法, 兼致精勤, 苦学力修, 从无怠惰, 后入长安, 于建福, 西明等四情习经律。 唐宣宗仲心佛法, 特照入宫, 班次子一, 并欲灵喜颤戒谈, 号, 十望大德。 晚年返故里, 世纪于湖州开元寺, 年寿不详。 诗善书法, 韩玉曾造续一篇赠之, 但其书法之妙。 诗高森船卷三十广修船, 六学森船卷二十, 唐宋八大家文卷四, P4361。 高雄曼图罗, 日本最古之两界曼图罗, 藏于日本京都高雄山神户寺。 戏已经营尼描绘于干色林上之大幅图绘, 金刚戒图纵四公尺, 横三点七公尺。 胎藏戒图纵四点五公尺, 横四公尺。 据神户四支四船, 此系空海自我国寝去之曼图罗, 至后世, 成为曼图罗制作之归也。 P4361。 高雄一间, 1888、 1972, 日本富山县人。 佛教大学毕业, 并曾入京都大学专攻东阳史。 曾任龙谷大学教授。 是以中国近世佛教史研究, 论文, 的文学博士学位。 这有中国佛教史论, 三论悬议解说, 宋代佛教史研究等书。 P4361。 高南顺次郎, 1866、 1945, 日本佛教学者。 广岛县人, 旧姓泽景, 浩雪鼎。 蜀贞宗西本院四派。 曾有学牛津大学, 从穆勒博士, Max M.L.A.L.E.R. 研习梵文, 印度文学, 哲学, 比较宗教学。 富有利德, 法, 义著名大学。 归国后任东京大学文科讲师, 教授, 兼任外语学校校长。 东大退职后, 任东阳大学校长。 大正十年, 1921, 与渡边海旭着手出版 大正新修大房经, 共完成百卷。 其后主编南传大藏经六十五卷, 堪行现代佛教杂志, 创立武当野女子学院。 昭和九年, 1944, 蒙次文化勋章。 曾一观无量寿经, 因译, 此外著书即火。 P4361 高僧, 指得行崇高之僧家。 亦为对佛门比丘之尊称。 禅愿清规卷八座禅仪, 万序一一一, 四六灵上, 若得禅定, 其力最甚, 古有习定高僧, 座常开幕, 又记载高僧之传记, 称为高僧传。 参阅, 高僧传, 4362, P4362。 高僧法显传, 请参阅法显传。 高僧传, 亦记录得高望重之僧家传记。 自时代而言, 最古之高僧传为梁朝会较之高僧传十四卷, 即之有唐代道宣之序高僧传三十卷, 宋代赞应之宋高僧传三十卷, 明代如新之大明高僧传八卷。 以上四卷合称为四朝高僧传。 其后有明朝明和之补序高僧传二十卷, 明国遇迁等人之心序高僧传六十五卷。 日僧瑶如所编僧传排运一零六卷系我国高僧传等四十八种僧传之所影。 韩国之高僧传有高丽朝觉训之海中高僧传两卷。 日本则有诗瞒之本朝高僧传七十五卷。 即之有道器之序日本高僧传十一卷, 信顿之东国高僧传十卷。 此外,上有副法藏因缘传,天台九祖传。 各高僧传中,有仅限于一宗派之高僧传, 例如律苑僧宝传,净土本朝高僧传, 有仅限于一地方之高僧传, 例如武陵溪湖高僧市略南兜高僧传, 亦有仅边陆求法僧之高僧传, 例如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入唐五家传等。 二凡十四卷。 右座梁高僧传,梁传。 梁朝会教,四百九十七,五百五十四, 折。 书臣于梁天坚十八年,五百一十九。 收于大阵藏第五十册。 全书收录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六十七, 佛教传入我国以来,至梁朝天坚十八年, 凡四五三年坚,二五七位高僧之传记, 加上旁出附建者,十收五百人之传记。 全书分位十科,前三卷位一经僧舍摩藤以下三十五人之传。 卷四至卷八位一解僧诸世行以下一百零亿人之传。 卷九,卷十位神义僧佛图成以下二十人之传。 卷十一位席禅僧僧僧僧以下二十亿人, 与明律僧会有以下十三人之传。 卷十二位王僧僧僧僧群以下十一人, 及诵经僧僧僧僧以下二十亿人之传。 卷十三位心服僧僧达以下四人, 与金伯法。 俩暴僧僧以下十一人, 及倡导僧道僧照以下十人之传。 卷十四序录未篇者慧僧之自序及本书总目录, 此外右搜录王玉世君白, 慧僧之号, 两人往返文殊二篇。 以上十颗字第六颗王僧至第十颗倡导, 及陆直接雇众, 致力教化者之传, 此为传记类中所忽略者 乃本书之特色所在 本书所采用之资料 依字续集与王蔓之书信的见 包括现有僧传类及静法纪之高益沙门传 其法安之智杰 僧宝之游方 法静之论传 狼牙王金之僧史 僧幼之初三藏纪及 景兴之东山僧传 至中张孝秀之庐山僧传 宋林川康王毅庆之宣艳伎 幽明禄 太元王颜秀之感应传 朱军台之真应传 桃渊明之搜神禄 王衍之明祥伎 刘俊之义部四季 宋坦景之金师塔四季 齐文宣王之三宝祭传 中书路明侠之沙门传 等十数种类 会缴在字序中一称 搜减杂路数十余家 吉敬 宋 齐 梁之春秋书史 秦 赵 燕 梁之荒朝伟丽 并涉列地理杂篇 孤文骗记 伯兹古老仙 达以收集资料 又本书将厚汉之主法兰 谭科加罗等人入于本传 燃在易经史上占重要地位之之谦 康森凯等反景置于副传中 此为本书缺点之一 又续高森传作者道宣评论其 基颅无悦 续略未艳 未能广泛收录各地森传 意味一大缺点 燃本书有关江南者祥密 而北地者略 此因传者系南朝良代人物之谷 本书虽有以上之缺失 人不失为我国初及佛教使最可信赖之资料 其后唐代道宣之旭高森传 宋赞宁之宋高森传 明如新之大明高森传等 皆以本书为范本 确立了后世森传类之典型 旭高森传卷六 历代三宝纪卷十一 开原市教路卷六 批4362 高台寺 属日本灵纪宗寺 位于京都市 山号旧丰山 系丰臣秀吉之敌是北镇所出家后 为其求封臣秀吉之名符而创建者 德川市清力经营之外观及其壮力 然力来屡遭大火 四中堂宇颇多利用山之倾斜形式所造成 此籍著名之桃山建筑 批4363 高台教 CAO呆 越南之新兴宗教 越南启定地启定二年至五年 1917 1920 兼 由法院总督府之下及官吏 吴文昭首创 吴文昭令姓有膜拜一颗巨眼 此具眼象征至高无上之神 至高无上之神殿 高台 并为该教系神第三次化现 以救度世人 宝大帝宝大元年 1926 第一代教主黎文中将信徒组织为教团 设本部于西宁 融合教 佛教 基督教 儒教及传统民间信仰为教义 宝大十年 范公泽 玉石 任第二代教主 信徒急剧增加 约有四十余万 遂访罗马天主教之教 皆制度以组之教团 该教具有浓厚之政治色彩 对当权者常采取批判立场 于政局之影响之巨 如宝大十五年在西共举行大规模之反法活动 其使法国统治越南 史称高台教徒之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越南政府成立 该教人拥护业以施式之宝大帝 吴廷也乃企图解散之 教中之软文胜碎率领教徒军 一万五千余人与政府军战斗 一九五六年中遭瓦解 或为高台教非佛教之派 然依其根本教义观之 其信仰形式实系净土教与道教融合者 教 大言成 新亚细亚三年二月 四 G Gobran Histoire du Caudius May 一千九百四十八 P四千三百六十四 高深念佛 又作立深念佛 即大声畅念佛名 慈恩阿弥陀经通赞卷中 为高深念佛有十种功德 一 能排睡眠 二 经不添魔 三 身便十方 四 习三土苦 五 步入外深 六 心不散乱 七 勇猛精进 八 诸佛欢喜 九 三昧现前 十 往生净土 大吉经卷四十三 大一三 二八五下 小念见小 大念见大 总之 高深念佛能指心之持散 一成就三昧 批四千三百六十四 高丽国普照禅师修心诀 全一卷 右座普照禅师修心诀 修心诀 高丽森普照之乐 一千一百五十八 一千两百一十 转 收于大阵藏第四十八册 知那以明心修心 顿悟见修 空济灵之等三项 禅论修心之要诀 一 明心求佛之指在正的自心即真佛 自信即真法 二 参透凡夫即佛 是为顿悟 法力之勋修 是为见修 千圣悟道之鬼哲 不外此二门 三 清静空济之心即是诸佛之圣静明心 众生之本源觉性 亦即自信之体 定 用 慧 故常之常济 体用不离 必达定慧 双修之境 P4364 高鹤年 1872 江苏新化人 明恒松 又即为病苦而目道 觉悟生死世大 乃八愿行脚 便访明山善之事 历经这 明 腕 鲁 玉 干 恶 香 月 静 陕及东北诸省 而抵爹南基族山 明国十年 1921 舍家宅创立 贞洁净土安老院 又明国以来苏北各县水汉鲁黄灾秦平人 有以十八年汉灾其重 乃半周厂石余处 明国三十七年隐于中南山 猝年不祥 这有 明山有仿计 批四千三百六十四 高显处 泛与 S.T.P.A.之意义 应一座苏赌波 又座塔 种 归宗等 为砖石所构成之建筑物 以安置佛设立之用 应其耸出形墓 故称高显处 四分率形式超资持计卷下三支二 P.4365 高官如 1979 生年 籍贯 世纪等均不祥 编著有佛学讲义 入佛指南等书 并有印度宗教史等一座 均为重要之佛学入门书 P4365 斗阵坚固,佛陀入灭后2500年间,佛教之实践修行见四形式化,乃至于隐末不章,大吉经卷55,安乐吉卷上等,将子2500年分为5个500年, 以表示佛教之肖长,称为五五百年,其中第五个五百年即为,斗阵坚固时代。 此一时代,宗派兼互相争斗,宣称自身所说法未殊胜,他人之说法教练,彼此斗阵之功极胜。 大方等大吉经卷55,大一三,三六三中,四五百年,与我法中斗阵言诵,百法因莫损减坚固。 参阅,五五百年,1065,P4365。 鬼,梵与Prita,巴黎与Pita,极具有恐怖形象,令人脑害之怪物。 唯五道之一,六道之一,通常指示者,死人之精魂而言。 大乘佛教经典于六道中所立之恶鬼道,为遭诸天驱使而常苦饥渴者。 令有避鬼,有威德鬼,无威德鬼,多才恶鬼,无才恶鬼等,接住于阎魔王界。 古代印度,人死后不被供养,则被推测为鬼,而收集此类恶鬼之世纪,称为恶鬼世经,巴巴特非非斯,为南传大藏经小布经之一。 佛经中所言之阿邦,罗沙,山精,杂魅等,皆为鬼神。 令凶暴之精灵,地狱之狱卒,亦为鬼之一种。 此外,据据舌论卷八载,鬼有胎生,化生二种。 另据阿皮达摩顺正理论卷三十亿举出巨口鬼,真口鬼,臭口鬼,真叶毛鬼,臭毛鬼,隐鬼,西四鬼,西气鬼,大士鬼等九种鬼。 又佛典中,观以,鬼,自知名相极多,如鬼类世界,称为鬼去,阎罗王之使者,称为鬼使,陷于种种邪见,称为鬼家,鬼家活迹,鬼哭里,鬼魅所造成之灾难,称为鬼男,受鬼魅附着而生病,称为鬼病,缺乏见识,所知未彻,称为鬼姐, 若畜生道与恶鬼道何称之,则称鬼畜。 贤于经卷十三,佛本行及经卷四十九,参阅,九类鬼,一百六十一,鬼神,四千三百六十六,批四千三百六十五。 鬼字母神,泛名H.R.T. 因义作喝力帝,家力帝,喝力帝母,为青色,轻衣之义。 义义为爱子母,天母,功德天等。 以妻为五百鬼子之母,故称鬼子母。 本位恶神之妻,生子五百,因前身发怨,拾王惹成所有儿子,由其邪怨,命中遂身未要差,故致王舍成,专门窃食他人幼儿。 佛陀欲训语解之,遂葬其爱子,鬼子母神因而悲叹痛伤。 佛遂为,大五四,二零九中,如有子五百,经紧取如一子,如一悲痛若是,燃辱他人之子,其父母之悲将如何痛苦,鬼子母神闻而归佛,立世为安产与幼儿之保护神。 据南海纪归内法船卷遗受斋鬼则宰,西方诸四纪鬼子母,于门屋处或石除边,塑化母行报义儿子于其下,或五或三,以表其象,每日于前圣成功时。 若有疾病无儿习者,想实见之,衔接岁月,其状为手持吉祥果之天女行。 摩赫摩耶经卷上,P4365。 鬼子母经,全义卷。 全称佛说鬼子母经。 义者义名。 收于大正藏第21册。 内容叙述鬼子母十人之子,佛藏其爱子已度化之,使雍护三宝。 然此经所述教有不疲奈耶杂士卷三十亿所说书略。 P4366。 鬼剑,即邪剑。 已无因果之妄剑,认为世间无可召结果之原因,亦无由原因而生之结果,故恶不足恐,善意不足好。 此种谬剑,乃邪剑中之最邪者。 成为十论卷六,巨舍论卷十九,参阅,五剑,一千零九十九,P4366。 鬼步墓,即指流墓。 灌顶经卷九仔,习有士尊助士时,为耶利国多以沙列为业,故招致利器即矣。 时有禅体比丘往该国,已如来所说赵龙无上神咒化导人民,救治人民诸疾病,亦使百姓无忧,毒气不行。 然禅体比丘命中后,毒气复兴,亦病众多,病亡无数,诸人民亦起禅体比丘,遂往奔其住所,见其所教养之,值得陈树,树下有清泉水。 人民岁礼拜比树,并遮阳之,取回泉水,以阳柳之浮除病者,以水洒猪病人,并遮兮的身体清凉,百病除雨。 后世岁以柳墓称为鬼步墓。 P4366。 鬼门,鬼出入之门,称为鬼门。 古来民间相传鬼门位于家宅或城阔之东北角,故东北角巷为一般人所寄讳。 法院朱林卷六,类具名物考卷338,P4366。 鬼称,甘踏婆臣之一称。 甘踏婆为八部众之一。 属鬼神之类,故称其所居之臣为鬼臣。 参阅,甘踏婆臣,4372,P4366。 鬼神,具有恐怖威力,能够变化自在之怪物。 分为善恶二种,若守护世间,或护持佛法者,如大梵天王,三十三天王,四天王,炎魔王,南陀龙王,拔南陀龙王等,净为善鬼神,若罗沙等为恶鬼神。 至于夜叉则,则通俗善恶两方。 然佛教一般所谓知鬼神,通常系指甘达婆,夜叉,阿修罗,加罗罗,锦纳罗,摩罗加等六部鬼神。 于印度古代,自废陀时代已降,一般人甚为流行鬼神信仰,其后部分为佛教所承袭,由以密教未然,例如由毗卢遮纳法身所显现之愤怒行诸明王及蜀之。 此外,金光明经中所述之诸天鬼神圣祥,此等鬼神圣受天台宗之尊崇。 宋代之行亭曾编驻诸天传二卷,以收录诸经中所列举之鬼神记载。 长阿汗卷十二大会经,大放等大吉经卷四十九,守护大千国土经卷上,经律一箱卷四十六,批四千三百六十六。 鬼问木连经,全一卷。 后汉安世高义,收于大阵藏第十七册。 内容述说诸恶鬼问恶报业因于木连,木连乃依依达之。 批四千三百六十七。 鬼眼睛,禅灵用语。 鬼怪之眼睛。 比喻不正见,或毫无价值之见解。 必言录第五则之家住,大四八,一四四下,山僧从来不弄鬼眼睛,批四千三百六十七。 鬼哭里,禅灵用语。 又作假解脱坑。 忧鬼所欺之处,及暗黑之处,比喻拘泥于情时,盲昧魔所界之境界。 或止息禅固物之过程,陷入空之异端而直之为物,至爱不通,反尘结见。 必言录第一则,大四八,一四以上,修相意,到什么。 向鬼哭里作活祭。 必言录第九十七则,批四千三百六十七。 鬼哭神器,禅灵用语。 形容喜怒哀悦智慧激烈之貌,犹如鬼神亦因受惊动而好气。 必言录第五十九则,大四八,一九二上,水洒不着,风吹不入,虎不隆行,鬼哭神器。 忠略,非但这森,值得鬼也好,神也气,风行草眼相似,批四千三百六十七。 鬼哭,据冠顶经卷十二载,严罗殿内有一记录世人所犯罪过之急策,此急策系由地下鬼神医道世人所造诸恶而奏上,最后由严罗王拒之而判定其人之轻重刑罚。 批四千三百六十七。 鬼庙,为祭祀鬼子母神之堂塔。 鬼子母神及赫利帝母,乃安产及幼儿之保护神,故自印度及有专门立其堂塔以奉祀之风席,然今已罕见。 世事要揽卷下,大五四,三零三中,传云,中国森四立鬼庙。 曾征济济云,即鬼子母妙也。 批四千三百六十七。 鬼年五处,为鬼能年着人之四之羽头,然中不能折服人之经尽力。 此为大制度论卷十六所载之故事。 释迦文福前世曾为甲克主,一日欲罗杀鬼,甲克主以右拳击之,拳击这鬼,晚不可离,父以左拳击之,亦不可离,以右足促之,足以黏着,父以左足促之,亦父如是,以头冲之,头即父者。 鬼问,大二五,一七四中,如今如是,欲作何等。 新手扶慰。 达言,虽父五是背戏,我心中不畏如扶也,当以经尽力,与如相及,要不懈退。 鬼思其言,喜于甲克主之经尽力,乃放之令去。 P4367 鬼编故事,经绿一箱卷四十六载,喜有一人死,魂孩,自编其失。 旁人问曰,大五三,二四四上,是人已死,何以复编,报言,此事我故身,为我作恶,见经界不赞,偷盗欺诈,犯人妇女,不孝父母兄弟,习才不肯不失。 今死,令我堕恶道中,勤苦毒痛,不可复言,事故来编之尔,P4368 鬼男,由鬼神所招致之灾难。 法华经卷七谱门品,大九,五七下,假使心亥意,推落大火坑。 中略,或漂流巨海,龙鱼珠鬼男,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眉,P4368 鬼遍婆罗门,印度古代义婆罗门外道明。 擅长辩论,后为马明所降服。 大唐锡玉记卷八,大五一,九一三上,见即前至苏独波北,有故机,习鬼遍婆罗门所居处也。 初,此城中有婆罗门,荣与荒手,不交世路,此鬼求福,王两相依,高问巨坛,雅词响应,人或机难,垂尾已对, 旧学高材,无出其诱,世数昔然,养之由盛,P4368 甘驼树,甘驼,饭与公哈,八粒与童,亦亦相。 又作甘驼罗树,剑驼树,剑渡树,干大树,干渡树。 学名海Peranthera Maringa 未产于南海安南一带之桥木,皮后,叶如樱桃,其树皮可制染料,佛教僧团多用于染衣,染成之色即称干驼色或干驼罗色,细黄中烧带为红,或未赤黑,之色。 皮尼母精卷8,萨婆多皮尼摩德勒加卷6,根本说一切有不百一节摩卷9,P4369。 甘驼罗色,即黄灼色。 又作甘驼褐色,甘驼色。 甘驼罗,又作剑达,前驼,剑驼骨,甘驼罗耶。 甘驼罗,为印度所产香料植物之一种,以此香树之之染至甘驼,则称香染。 一般认为此色与木蓝色略有不同,乃黄中烧带为红之色,然亦有说与木蓝色,是黑色,相同者。 南海记归内法传卷2,大日经书演奥钞卷14,菩萨戒本书记要卷3,凤坛,参月,木蓝色,1473,加沙,4784,P4369。 甘驼诀,禅灵用语。 原止是尽人分之诀,即责愁,灵济宗未打过凡夫之执情,并使其开悟,对审问,佛者是何物,者,美达已。 甘驼诀,盖驶诀,元系擦拭不尽之物,非不尽则不用之,灵济宗特提此最接近无人之物,以教斥其专远求佛而返不知清净一己心田会污之情形,并用以打破学人之执着。 五灯会员卷15,无门班第21则,灵济陆上唐,P4369。 甘封,唐末曹洞宗僧,申足年不祥。 为曹洞宗之祖洞山梁架之法寺,驻于越州,浙江,以,甘封一路,之公案宇,甘封二光三并,之法宇而知名禅林。 景德船登陆卷17,连灯会要卷23,五灯会员卷13,P4369。 甘封一路,禅宗公案名。 为唐末曹洞宗之甘封禅师达一森之问,指示一路涅槃门不需远求,即在眼前之公案。 又作甘封一话。 有一森至甘封处,以守仁严经卷五,大一九,一二四下,十方薄家范,一路涅槃门,之经文, 请问十方诸佛一路涅槃门究竟在何处,甘封以主杖划一线,答说,在这里。 此乃表示不需远求,是误误。 之当底皆为佛作佛行,涅槃之一道。 此僧后又至云门宗之祖云门吻眼之处,请示同一问题,云门为其所持之善自飞至三十三天, 正着地势之恐,打东海里鱼一棒,将盆大雨。 盖甘封明是,把定,云门明是,放行,虽采不同之机法,然皆产明宗旨之奥义。 无门官之平畅,大四八,二九九上,把定,放行,各出一只守福宗臣, 甘封表面虽明是,把定而亦间有放行,云门虽是现放行却含藏把定, 二人不齐从东西两方显示相同之路图,其机用于图中相合一致,是为此公案之要指。 从荣路第六十一则,无门官第四十八则,景德传登路卷十七,P四千三百六十九。 甘封二光三病,为唐末曹洞宗月周甘封禅师之上唐开示语, 为道达雾尽必须舍除,解脱二种光与三种病。 二光,即能取光,所取光。 能取光,系指主观上所起之为系迷惑,所取光,则指客观上所起之为系迷惑。 三种病,即,一,未到走作,乃于物境之前所起种种分别心之病。 二,已到住者,乃到达物境而生起住者心之病。 三,透脱无依,即到达物境,虽离脱一切执着,燃上不踏实清晰之病。 五灯会圆卷十三,万序一三八,二四五下,月周甘封和尚上堂, 法身有三种病,二种光,须是一一后的使节归家稳坐,须知更有向上一窍在, 其后,此锤是由云门宗之祖云门吻眼举出而持名禅林, 故又有云门三病,云门两病之称。 五家宗旨转要卷下,批四千三百七十。 甘凤寺,位于韩国江源道高城郡金刚山。 位韩国三十一本山之一。 始于新罗法新王七年,五百二十,阿渡和尚所建,石称元爵寺。 景德王十七年,七百五十八,由发真,又作八真,重建, 赦念佛万日会,有真信,梁顺等三十亿人情修敬业, 的信徒一八二灵人。 据传,元圣王三年,七百八十七,万日会功臣之计, 三十亿人以肉身腾空。 高丽太祖二年,九百一十九,下诏重修,改称西凤寺。 功敏王十在修,改称干凤寺。 自李朝氏祖十年,一千四百六十五, 迎建,定院堂,起,立瑞宗,陈宗, 本寺皆为历代朝廷之院堂,免除摇曳,赤赠田产, 颇受崇敬。 宣祖三十八年,一千六百零四, 四名大师东渡日本,与丰臣氏购合, 协回通渡寺旧藏之佛衙,置于本寺。 后蜀渡火灾,又见次复兴, 经有大雄殿等十一殿,二院,二安,一堂。 此外,山内有五安,山外有二十二个分寺。 朝鲜四沙史料卷下,朝鲜佛教通史, 朝鲜四沙三十一本山写真章, P4370。 甘慧的,梵语悠克,菲达恩,B.H.M. 吉菩萨修行阶位中,三圣共识的, 知第一的,此的有慧而无定, 故称甘慧帝。 又坐过灭禁帝,既然砸见陷入帝, 超近观帝,见禁帝。 盖三圣圣人,初修五庭星, 别相念处,总相念处等三观, 虽有观慧,然未全的真谛法性理水, 故称为甘慧帝。 据大制度论卷七十五载, 甘慧的有二种, 即,一,声闻,乃独求涅槃, 故秦经敬,持戒,或习观佛三昧, 不敬观,或行慈悲,无常等观, 及诸善法,舍不善法等, 虽有智慧,不得禅定水, 则不能得到,故称甘慧帝。 二,菩萨,则未初发心, 乃至未得顺忍。 又巨摩赫止观卷六上载, 将十的配合菩萨五十三位, 而以其中之外凡三贤未甘慧的, 称为十姓。 参阅,十的,四百一十九, P四千三百七十一。 甘踏婆,范与根佛佛, 巴利与根佛佛, 西藏与DRICA。 又作见达父, 兼踏婆, 燕踏婆, 甘踏婆, 甘踏何, 眼踏父。 亦亦为十姓, 寻相行, 相应, 相神, 寻相主。 亦指与锦纳罗同奉是帝是天而思奏雅乐之神。 又作寻相神, 乐神, 直乐天。 八不重之一。 传说不食酒肉, 唯以香气味食。 此类神有众多之王籍眷属, 法华金序品载有四甘踏婆王, 大宝基金卷十三绿一会则位有十亿甘踏婆王, 新华盐金卷一世主妙庄严品中一皆出二十余甘踏婆王之名。 盖甘踏婆圆为婆罗门教崇拜之群神, 于叶柔废陀举出二十七, 阿踏婆废陀一举出六三三三之多。 有观之神话甚多, 其状貌说法不一, 或为身让多毛, 半人半寿, 或为风资极美。 印度古神话为, 废陀时代之甘踏婆奉世帝天之宴集, 专世歌唱奏乐。 据大制度论卷时所在, 兼踏婆王至佛所谈情赞佛, 三千世界皆为震动, 乃至摩赫加夜不安其作。 诸经中多以之为东方持国天之眷属, 为守护东方之神。 又为观音三十三应化身之一。 捕陀落海会鬼仔, 其形象为身赤肉色, 如大牛王, 左手直消敌, 右手持宝剑, 巨大威力香, 法纪有燕蛮观。 长阿含卷十八世纪经严福提品, 大制度论卷五十四, 为摩金玄书卷五, 二指欲界, 中有, 之身。 多用因意见答复。 欲界众生肉体死后, 神识尚未密得另一心肉体之中间时期, 中有, 为宜香味时, 故有此称。 大皮婆沙论六十九, 巨舍论九等在, 入母胎时需有三事合会, 及, 一, 母体调事, 二, 父母交爱和和, 三, 见答复正好现前。 故知其为入胎三种条件之一, 其入胎前, 必起颠倒心, 迟于欲境。 即先凭其业力所起之眼根, 虽在远方, 能见所将投身处之父母交会, 若此见答复为男者, 则愿其母儿其男欲, 深爱染心, 若为女者, 则愿其父其女欲, 反之, 若为逆此二缘, 便其田惠心。 或为此类说法, 矮由印度神话中之好色神, 常窥新婚夫妻之归房, 转变而来者。 又见答复中, 少福者十二乡, 多福者十好乡。 中阿汗卷五十四地经, 据舍论光纪卷九, 为十二十论数纪卷上, 三西域之习俗, 称呼一人为甘塔婆。 彼等布侍王侯, 布营圣业, 为寻诸家饮食之香气, 便往其门做诸祭乐而祈求, 故有此称。 法华经玄暂卷二, 为十二十论数纪卷上, 四全称沾谈甘塔婆神王。 乃数富弥仇家等十五鬼神, 守护胎儿及孩童之神。 又以此神王位本尊所修之法, 称为童子经法, 甘塔婆法。 护诸童子陀罗尼经, 童子经念诵法, 参阅, 童子经法, 五千一百六十九, 批四千三百七十一。 甘塔婆神, 范语根帕沃, 脑嘎儿。 右坐前踏婆神, 见达父神, 眼达父神。 略坐婆神, 甘达神, 前神。 异议寻香神。 只无实体而出现于空中之楼阁, 山川, 灵野。 传系甘塔婆神于空中所化现之陈锅, 故称甘塔婆陈。 或极止海上, 沙漠极热带原野中, 空气之密度产生差异时, 由于光线折射所出现之海式圣楼, 经典常以之比喻不实之法。 又称西域乐人为甘塔婆, 彼等乐人常以幻术幻作成锅, 亦称为甘塔婆陈。 大制度论卷六, 大二五, 一零三中, 可言见, 五有十, 是明前塔婆陈。 新华言经卷四十二, 金刚鼎于家中略初念诵经卷二, 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卷二, 会愿因义卷下, 只局义土及卷九, 批四千三百七十二。 偏小, 指小臣之教理。 以其理偏于空, 故法门狭小, 就大臣教义之立场而言, 称为偏小。 指观大义, 大四六, 四六零中, 如是方离偏小邪外, 所以居在使法之手, 此外, 亦有指专指小臣教者之义。 批四千三百七十二。 偏小情, 为小臣于人法二空中, 仅知人空而为之法空之浅薄偏见。 小臣虽体认众生之身为五蕴之甲和和, 但以为五蕴生灭之法为时有, 故不为生死, 望取涅槃。 华严经孔木当卷三人法二空张载, 仅空通小臣, 而为清净, 至三臣方的清净, 法空在三圣上为清净, 致一臣方能就近清净。 批四千三百七十二。 偏有直, 即认为万法为, 有, 之执着。 主张万法为, 有, 者, 自佛教立场观之, 可分三种层次, 即, 一, 如一般世俗之人, 以为万事万物凡有形体, 阴身, 冷热等可凭借之物质者, 均为真实之存在。 二, 如小臣说一切有不, 即萨婆多不, 认为诸法乃各种因缘和和所生, 故为, 有, 主张, 三事实有, 法体恒有, 对于有情众生之看法, 此不派一事之为五蕴之甲和和, 而提倡深有, 本有, 死有, 中有之, 似有, 说, 乃属机械之实在论。 三, 大臣中之法相踪, 基于缘其论, 亦主张诸法之性为实有, 其体便长, 无有生灭, 然此亦主张与上记说一切有不, 判然有别, 盖其所强调诸法之性这乃属缘成实性, 一般多称为真如, 故虽主张, 有, 实系真有, 妙有之有, 而为大臣佛教重要思想之一, 故之偏于, 有, 之执着者, 细致一般世俗见解及说一切有不等之主张。 P4373 偏作, 做法之一种, 极力单膝而作, 或同于偏家。 阿扎薄巨元帅以鬼精卷下, 大二一, 二零一下, 若赤鬼神, 即偏作, 以左手拖胯, P4373。 P4373 偏空, 指小圣所谈之空礼, 以其所说之礼偏于空之一边, 故称为偏空, 又作偏真, 单空, 偏真空礼。 天台四交仪, 大四六, 七七八上, 此教三圣应同果意, 正果虽意, 中略, 同正偏真。 然于菩萨中有二种, 魏力, 顿, 顿则但见偏空, 不见不空, P4373。 偏山, 加沙类之法一, 为僧尼之上福。 又作扁山, 边山, 山, 偏秀。 即逢合僧止之语副间一, 令家经而成为一种具有两秀, 前后免皆开, 而于便交叉之上衣, 交叉处以扭扣扣合。 又相当于袍幅, 顿色之上衣。 据佛至比丘六物图在, 我国古代之僧人 即有披着僧旨之之习惯, 至厚实, 使旧秀。 逢合两边, 称为偏山, 其行至竭领开居, 由存本相, 顾之偏山之左肩即原本之僧止之, 右肩即副间一。 右大宋, 用僧矢略卷上福章法式条, 赤修百丈轻规卷五遍道具条等之记载, 后卫之时, 请僧人于宫中自自, 宫人见僧偏袒右肩, 不以为善, 乃坐偏袒间一, 逢于僧止之之上, 称为偏山。 世事要揽卷上, 大五四, 二七灵中, 偏山, 古僧依律至, 只有僧止之, 此名副转, 义名眼夜依, 此长副左转即眼右依, 盖庆三依故, 即天竹之一也。 竹道坦为陆云, 为宫人见僧坦一走, 不以为善, 乃坐偏袒, 逢于僧止之上, 相从英明偏山, 经开己接领者, 盖一味至也。 盖印度之习俗, 于礼拜佛, 师僧, 或从事作物时, 比丘皆得偏袒右肩, 我国由于气候教寒, 家以袒间漏必不合理足, 故摩你腹间之志, 别至上辖下空之小山, 者于右肩, 此即偏山之起源, 曰始于后卫, 胜于隋唐。 据四分律搜悬路载, 右肩之偏山乃后卫之会光律师所才智者。 然两袖皆偏山则不知何人所创至。 法院诸林卷二十字禁篇, 四分律形式超资十计卷下一之二, 参阅, 偏袒右肩, 四千三百七十四, 批四千三百七十三。 偏门, 位, 正门, 之对称, 右座棒门。 禅林中, 凡有犯罪者, 即从此门驱出。 赤修百丈轻规卷二宿仲条, 大四八, 一一二一下, 或比有所犯, 即以主杖杖之, 即重烧衣道具, 浅逐偏门而出者, 是耻辱也。 禅林象器兼卷一殿堂门, 批四千三百七十四。 偏门, 指众生所起之有无, 断肠等偏邪见解。 众生报存此等偏邪见解, 不得诸法之石乡, 而其弥道之业, 轮回于生死, 故欲之为病。 三论玄义, 大四五, 七中, 正有三种, 一, 对偏病, 目之为正, 明对偏正。 中略, 三, 偏病寄去, 正义不留, 批四千三百七十四。 偏真之理, 指, 正济然界菩萨, 所正的人法二空之理。 此类菩萨虽以正物五蕴, 十二处, 十八戒之无性空, 舍离部分法之, 然上不了之为心所观, 舍, 有, 入, 空, 偏观单空, 故所入真理上非, 有空不二, 之体。 相对于其他元圣所正, 有空不二, 中道之理, 称此为偏真之理。 大日经书卷二, 大三九, 六零二上, 然所观人法聚空, 与陈时诸宗位圣玄觉, 由约偏真之理, 做此平等官儿。 参阅, 济然界, 四千五百零四, 批四千三百七十四。 偏真元真, 指偏真之理与元真之理。 天台宗所叛藏, 通, 别, 元四交中, 以藏, 通二教所入所正之空理, 称为偏真之理, 以别, 元二教所入所正中道之理, 称为元真之理。 四教一卷三, 大四六, 七三零上, 一, 明三藏四门, 通交四门, 同入偏真之理者, 各因四门同入偏真第一义, 得二种涅槃式痛也。 礼虽是一, 而门有义者, 既有巧捉两度之书, 故有两种四门能通之别也。 中略, 二, 明别交四门, 元交四门, 同入中道时相真性理者, 各因四门而入见十乡佛性, 得常乐涅槃式一也。 礼虽是同儿门有义, 教门既有偏远之书, 故有两种四门能通之一也。 参阅, 四交四门, 一千七百六十一, 批四千三百七十四。 偏袒右肩, 范语EKCMU TARS AGA KTV, 巴黎语EKASAU TARS AGA CAROTI。 右座偏漏右肩, 偏袒一肩, 偏漏一薄。 略称偏袒。 畏, 通肩, 一词之相对语。 即披着袈裟时袒路右肩, 覆盖左肩。 原为古代印度表示尊敬之礼法, 佛教言用之, 即与比丘拜见佛陀或问训师森时, 须偏袒, 以从事扶床, 洒扫等工作, 故偏袒右肩及一位便于扶牢, 听令使议, 以及以偏袒为敬礼之标志。 佛像中, 有偏袒右肩行及通肩行, 于密教胎藏界曼图罗中台八夜院之天古雷音如来, 宝状如来, 世家院之世家慕尼如来, 阿南, 加瞻炎等君作偏袒右肩行。 设立符问经, 无量寿经卷上, 大比丘三千微仪卷上, 世事要揽卷中, 会灵音一卷时, P4374。 偏袒派, 巴黎明义K.A. Sakonagya, 缅甸上座部佛教之派别, 形成于十八世纪初, 起源于缅甸东部登纳村, Tana, 一位名为曲纳皮仁加罗, 巴固派拉K.R.A. 之上座, 依据自西兰返国之庙法行长老, 巴塞和麦K.A.之教导, 命杀迷们初四或入世一时, 这一当偏袒右肩, 不必持多罗叶遮头, 但可用多罗善遮阳, 人称其僧团为登纳派, 巴图那, G.A. 此派侧重阿皮达摩, 论, 对于经, 律及住世君不多研究。 此句引起该地其他上座如佛陀居罗, 巴布达克拉, 直多, 巴斯特, 虚南多, 巴斯南多, 加耶娜, 巴凯利A, 等之非难, 彼等主张偏袒又坚仅可行之于 对佛陀及僧常理尽之时, 除此必须背负两间, 尤其在出佛寺之外时。 遂形成对立之两派, 论真不已, 立久不得解决。 后至梦云王, 波多佩尔, 1782, 1819在位, 时, 这一之论真复区激烈, 王遂下令双方进行辩论, 结果偏坦派所拒论点不实, 遂为王所敬, 此派乃逐渐衰亡, 结束历时75年, 1708, 1783, 之真, 批4375, 偏执, 即偏僻固执某一方而不通达他方之意。 梁高森传卷三, 大武林, 三四二上, 诸论各异端, 修行礼无二, 偏执有是非, 达者无为证, 广百论事论卷时, 大三零, 二四九中, 偏执如来迫向空教, 非悔所说显示法门, 又执着于此类偏颇之见解, 称为偏执见, 偏见, 批4375, 偏教, 为, 原教, 之对称, 二教之一, 只偏于一方之教, 一般多指小臣教, 或指大臣教中之全教。 例如以天台宗之立场而言, 法华经乃真实不灭之十教, 其余诸经均为方便施设之全教。 参阅, 原教, 五千四百零六, 全十二教, 六千八百九十五, 批四千三百七十五。 偏缘, 叛世教理胜烈之用语, 偏者, 偏僻之理, 偏于空乃至中, 缘者, 缘满具足一切。 就大, 小臣而言, 则小臣未偏, 大臣未缘。 然大臣之中, 亦有偏缘之别, 如华言, 天台所谓五教, 三教中之缘教独未缘, 其他之藏, 通, 别三教, 天台, 集中, 顿二教, 华言, 则未偏教。 摩合纸观卷三下, 批四千三百七十五。 偏僻问, 焚羊十八问之一。 宋代之焚羊善召禅师将历来禅林中, 学人请教师家之问题, 依其性质, 分类为十八种, 称为, 焚羊十八问, 偏僻问, 及其中之第五。 乃学人以偏僻之见解, 言语, 探视师家眼目正否, 所提出之质问。 仁天眼目卷二, 大四八, 三零七下, 问八交, 静大地是个眼晴, 其师指示, 交云, 平而欲搜犯, 批四千三百七十六。 剑之, 即印良器内三个小中, 最小之。 又称剑, 剑姿, 兼瓷。 三种称粉子。 世事要揽卷中, 参阅, 粉子, 六千八百八十一, 批四千三百七十六。 剑陀胡子夹杀, 指以剑陀色, 干陀螺色, 之薄卷所作之夹杀, 又作剑陀骨子夹杀, 干陀骨子, 胡子, 及薄卷。 日森空海来堂时, 曾从青龙寺会果和尚学的此制之夹杀, 降之传入日本。 参阅, 干陀螺色, 四千三百六十九, P四千三百七十六。 剑陀, 范语 GNDHRI, 巴黎语 Gandar, 为巨舍论卷二十七所说之咒庶明。 论中并未, 持此咒能腾空自在, 即具有, 三世道, 中, 神辨世道, 知神通力。 关于此一名称, 据巨舍论光纪卷二十七载, 有二说, 亦以此咒术远初剑陀国, 故称剑陀, 亦以此咒术乃女天剑陀所说, 故从其名。 剑陀国即指剑陀螺国, 女天剑陀则与东方持国天之妃同名。 玄印英译卷二十三, 批四千三百七十六。 甲, 无实体之意。 或作须, 权, 方便之意。 乃真, 实之对称。 并无实体而仅有其名者, 称谓甲明有, 不直接就实体而甲运想念, 称为甲想官, 世俗所认空之真理, 称为甲地, 内心与外相不符, 称为虚假形, 全甲方便之法门, 称为甲门, 进入凡夫迷惘之世界, 称为入甲, 出于凡夫迷惘之世界, 称为出甲。 对甲之现象叶诸法, 负有二甲, 三甲, 四甲等之别。 一、二甲, 即窥积之成为实论数计卷一本, 严寿之宗进入卷六十七中所说之五体随情甲与有体施设甲二种。 一、 无体随情甲, 即因凡夫之迷情而将本无实体之存在, 错认为有实体之执着。 二、 有体施设甲, 即一切现象之诸法, 皆由因缘所生而假有, 并无实体, 此假有乃是圣者证物诸法实相, 真理, 之后而假设之名词。 此外, 宋代四明之礼之金光明玄义十一记卷五举诸生子甲, 妄甲, 建立甲, 施设甲, 二甲, 与前之二甲亿亦略同。 二、 三甲, 一, 具大品般若经卷二, 三甲品, 宰, 诸法虽无自信, 但未破凡夫之妄之, 故设有寿甲, 法甲, 名甲等三甲, 三甲又称为三波涉体, 一, 犯projecti, 三涉体, 三甲施舍。 近朝会远之大臣义章卷义根据大制度论卷四十一之解释为基础, 在衍生义, 即, 一受甲, 由众多因缘合成一物, 该物由一切因缘所成, 故无实体。 二, 法甲, 法由因缘而生, 即空而无自信, 无实体者。 三明甲, 暗物皆无自信而为, 空, 故仅有甲银而无实体。 至义之人王般若经书卷二解释人王金卷上续品之三空官门为, 三甲, 即法甲为色因, 受甲为受, 想, 行, 实之四因, 明甲是受甲与法甲二明为甲。 二, 成时论甲明相品所列举三甲, 一因成甲, 一切有为法由因缘成立, 故为甲。 二相续甲, 一切有为法, 前念与后念相续不断而存在, 此相续并无实体。 刹那生灭, 故称甲。 三相代甲, 一切诸法各有对待, 如大小, 长短之相对, 并无一定标准, 故称为甲。 如此三甲皆空患无梦, 故称为, 三甲虚浮。 至义之魔喝止观卷无下以为此是藏, 通二教之说法。 三, 成为实论卷八载, 依他其性之法有甲与实之分。 甲则有聚集甲, 相续甲, 分为甲等三甲, 大致与成实论之三甲同意。 分为甲如不相应刑法, 是其作用程度之一, 而错觉有另一物之存在, 故称为, 甲。 四, 十八空论列举分别甲, 依他甲, 真实甲等三甲, 此乃根据, 三无性, 而设之说。 三, 四甲, 一, 普光之据舍论计, 光计, 卷二十九等隐成实论所举之, 因生甲, 原成甲, 相续甲与相代甲, 此四甲时与三甲同意, 其分别乃将因成甲分为因生甲与原成甲, 又因生甲相当于三甲中之法甲, 原成甲相当于三甲中之受甲, 二, 即藏之三论玄义, 大成玄论卷五等根据大制度论卷一四西谈, 之说, 并继承南朝梁代森法朗之主张而立, 因原甲, 随原甲, 对原甲, 就原甲, 四甲之说, 此中所说之, 甲, 有说明法门施舍之意, 亦即止法门随应机缘而有种种不同, 四甲可分别配当于第一意, 为人, 对质, 世界四种西谈, 批四千三百七十六, 甲名, 范语projective, 巴利语party, 意志甲他而得之名, 略称甲, 亦即立于众原和和而生之法上甲施舍之名词, 诚实论卷十三灭境定定分甲名为二种, 一, 如人乃无因之因缘和和, 称为因和和甲名, 二, 诸法从众原而生, 无定性, 但有名字, 称为法甲名, 盖大臣虽有浅身之别, 而人, 法并皆甲名无书, 至如中官派, 则认为于原甲之法在俗地之上虽未甲有, 然于真地之上则是皆空, 另于家派主张, 如依聚集之义, 所集成者, 有聚集, 相聚, 恩畏之性, 故称为甲有, 而心, 心所, 色等能集成者, 由原而生, 则为时有, 依此时有之法, 得论甲有, 故依他其性乃通甲, 实。 大臣义章卷义甲名义就甲名设四义, 大致四, 四七七下, 言甲名者, 是有四义, 以诸法无名, 甲与诗名, 故曰甲名, 如凭见人甲称富贵, 如是等也。 二, 甲他的名, 故号甲名, 如甲诸英的众生名, 甲洞阳等的乌宅名, 如是一切, 又负大小长短等事, 甲他的名, 大甲小顾, 得其大名, 小义如是。 中略, 三, 甲之名, 称曰甲名, 世俗诸法, 各非定性, 甲他而有, 名为甲法, 数甲之称, 故曰甲名。 四者诸法甲名而有, 故曰甲名, 是义云和。 费名论法, 法如幻化, 非有非无, 亦非有, 亦非非无, 无一定相可以自别, 以名乎法, 法随名转, 方有种种诸法差别, 甲名故有, 事故诸法说为甲名。 此外, 大臣一张同卷又举出一甲, 二甲, 三甲, 四甲之别, 及, 一, 一甲, 为一切法皆因缘及起, 故为甲名。 二, 二甲, 一, 旧身, 法分别, 有众身甲名, 法甲名。 二, 旧因和, 法和分别, 有因和和甲, 法和和甲。 三, 三甲, 及名甲, 受甲, 法甲。 四甲, 即因身甲, 因成甲, 相代甲, 相续甲。 燃魔喝止观卷无下则仅列举因成甲, 相续甲, 相代甲等三甲之名。 又甲名之法非时有, 故称为甲名有, 甲有, 其性为空, 故称为甲名空, 原甲名之法, 则称为甲名心, 观照之, 则为甲观, 甲想观, 主张一切法甲有无性, 则称为甲名宗, 无时得, 唯有名号者, 称为甲名比丘, 甲名菩萨。 大品般若经卷二, 菩萨的持经卷一, 卷二, 大制度论卷四十一, 乘时论卷十一例甲名品, 乘为时论卷八, 乘为时论数记卷九本, 参阅, 甲, 四千三百七十六, 批四千三百七十七。 甲名人, 只无实体而仅有甲名之人, 又称甲者, 甲人。 佛教不承认有时人之存在, 以人仅为五蕴甲和和而成。 可分二种, 一, 会土之甲名人, 即由此事有漏染污之五蕴和和而成之人。 二, 净土之甲名人, 即由无漏清净为妙之五蕴而成之净土菩萨。 净土菩萨与会土之人相比, 与五蕴之体虽有染净之别, 然亦同为五蕴和和之甲名人。 会土甲名人与净土甲名人有, 不依不义, 之义, 修行之人于灵中往生净土时, 舍离会土之甲名人, 莲华化身为净土之甲名人。 此过程中, 会土之人于灵中时是以前念为因, 而成为定土之人则是以后念为果, 故此前念后念之因果相续, 若依舍, 受, 因, 果之别而言则为, 不依, 若依因果相续之义而言则为, 不依。 令据是摩合眼论卷四、 卷六、 卷九仔, 相对于地上清正之人, 称的钱为假者, 对佛果之时人而称因为为假者。 就广义而言, 则不分的钱, 地上, 因果, 而总称人为假人。 中论卷三观叶品, 大制度论卷十二, 往生论注卷上, 批四千三百七十八。 甲明有, 三种有之一。 多种因缘及何谓一物, 乃甲之存在, 称为甲明有。 如色、香、味、 处似是之因缘合合, 甲明未落, 此落无字体, 以甲明故有, 令如毛瞻、 灵等一事。 又甲明之法非时有, 故称甲明有, 略称甲有。 大制度论卷十二, 摩赫止官卷五下, 大明三藏法术卷十三, 参阅, 三种有, 六百五十一, 有无, 两千四百四十四, 甲明, 四千三百七十七, 批四千三百七十九。 甲明宗, 主张诸法仅有甲明而无实体之宗派。 小臣经部, 臣十宗即是, 乃北齐大眼所立四宗, 北齐护生四字鬼法师所立五宗, 南朝臣戴齐蛇四安领法师所立六宗之一。 参阅, 五宗, 一千一百零八, 四宗, 一千七百零六, 骑蛇六宗, 四千两百八十七, 批四千三百七十九。 甲明空, 为, 法空, 之对称。 观甲明之众生, 并无实在之人, 我, 又做人空, 我空。 据臣十论卷十二灭法心品载, 破裂败坏众生是为甲明空, 见色等无常败坏, 虚狂艳离之相则为法空。 又有二种观, 一, 空观, 即是不见甲明众生, 例如人见平无水, 故为空, 如是见五音中无人, 故意为空。 二, 若观法空, 第一意空, 称为五我观。 参阅, 人法二空, 两百五十六, 我空法有, 两千九百四十一, 甲明, 四千三百七十七, 批四千三百七十九。 甲明菩萨, 指大臣菩萨五十二阶位中之时, 信慰菩萨。 又做名子菩萨, 信享菩萨。 五十二阶位系指时性位, 时柱位, 时行位, 时回向位, 时地位, 等觉位, 妙觉位等, 其中之时性位即是具有信心, 念心, 精进心等之时种修行阶段, 此时种修行阶段, 仅有菩萨之名而位具实直, 故称为甲明菩萨。 菩萨因落本夜经卷下, 参阅, 时性, 四百五十四, 批四千三百七十九。 甲明经, 日人将汉文经典译成日文, 以甲明, 即骗甲明, 凭甲明, 或甲明建杂汉字写成之经典。 此类经中, 以日本木县族立世家父挺阿四所藏之纸本墨写甲明法华经八卷教著名。 和海超卷十二, 四善成, 批四千三百七十九。 甲和之身, 即人身。 人身乃众原甲和和之物, 故称甲和之身。 原人论, 大四五。 七零九中, 此身但是众原四和和乡, 原无我人。 参阅, 甲明人, 四千三百七十八, 批四千三百七十九。 甲有, 乃, 实有, 之对称。 又作俗有, 甲明有。 为诸法皆依因缘和和而存在。 因缘所生之法, 如敬花水月, 无其实性, 然非虚无之法, 即诸法之存在, 乃由因缘而生之故, 既非定无亦非定有, 而系甲施舍未有者, 故称甲有。 成为十论卷一, 三论玄义卷一, 批四千三百七十九。 甲我, 以佛教之立场而言, 所谓, 我, 这, 实际上并无, 我, 之存在, 仅有五蕴和和所臣之身, 甲明为我而以, 故称甲我, 又作俗我, 为, 使我, 之对称, 旧世间法中, 言, 我, 之语, 一大制度论卷载有三根本, 即, 一切, 见, 只凡夫位去除我见, 故望只有真实的我。 二, 慢, 只有学之圣者虽已去除我见, 犹存我, 故说我, 语。 三, 名字, 只我及无学圣者, 我见, 我慢虽已去除, 全无我之, 未随世间留步, 故说, 我, 语。 如佛经中, 所谓, 如是我闻, 设我佩佛, 等皆是, 此等称乎五蕴和和之人, 仅甲借其名而无实体之我, 即是随世留步我。 大臣佛教虽破斥小臣, 外道, 凡夫等执着五蕴和和之甲我为实体, 然并不并除名字之甲我。 参阅, 我, 2937, 批4380, 甲和和, 依赖因缘之聚集而形成, 众缘离散即不存在。 以无自信, 非实有, 故称为甲和和, 略称甲和。 批4380, 甲门, 乃, 真门, 之对称。 为日本净土真宗教义。 为不行念佛法门, 以自立修诸功德而往生者, 则称为甲门。 甲者, 全甲而非真实, 门者, 通入, 入真实。 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之一十九愿, 为念佛之外修诸行诸, 愈往生极乐者, 则灵周之时, 佛来迎接。 盖甲门乃源自观无量寿经所说定散药门之法, 亦即已定散乃设一代教, 另入宏愿念佛药门之方便善, 故依据其第十九愿而设为方便甲门。 净土真宗之祖亲鸾于其最重要著作教行信证中主张, 弥陀之本愿可分真实与方便两种, 即第十八愿为真实之本愿, 第十九, 二十位方便之本愿, 方便之中又分为两种, 而以第十九愿为方便甲门, 第二十愿为方便甲门, 行者最理想之修行过程乃出甲门而入真门, 又自真门而出, 最终归于真实宏愿之中。 教行信证卷六, 大八三, 六三二下, 九出万行诸善之甲门, 永离双树林下之往生。 童书又为, 大八三, 六二九下, 见教, 定散, 三伏, 三倍, 九平, 自立甲门也。 P4380 甲门, 为焚羊十八门之一。 宋代之焚羊善召禅师, 947, 1024, 将历来禅林中, 学人请教师家之问题, 依其性质, 分类为十八种, 此籍著名的, 焚羊十八门, 甲门, 及其中之第十四。 即甲界某物已发问, 透过此问而通达真实体。 人天眼目卷二, 大四八, 三零八上, 问静山, 这各是殿礼地, 那各是佛, 山云, 这各是殿礼地。 五家宗旨转要卷上, P4380。 甲吴, 只舍离有, 吴二边之真地中道, 又作真无。 据三论玄一卷一载, 甲吴不可定无, 甲吴不可定有, 远离二边, 故事之为正。 参阅, 中道, 1030, P4380。 甲时, 甲, 与, 时, 之并称, 又称虚甲真实。 如阿皮达摩顺正理论卷三十二就, 即为, 举出时, 甲二种即为, 实即为, 细致即为所形成色等之自相, 于何即之为为限量所得者, 甲即为, 乃依分析而为比量所知者。 于各种色法中, 以智慧见次分析而至最即之位, 然后与此中辨别色深等即为之差别, 此系经由分析而得最即之位, 故称为甲即为。 此外, 据称为时分卷八载, 依他其性亦有时有甲, 所谓甲, 以其聚集, 相性, 分为等之性, 故为之甲有, 所谓时, 如心, 心所, 色等, 从缘而生, 故为之时有。 旧时, 甲二者之关系而言, 若无实法, 则亦无假法, 盖甲细依时之因而施舍者。 官无量寿经书卷四, 批4381。 甲十二法, 指甲法与实法。 法有实体, 称为实法, 甲存力于实法之即和, 相续, 部分, 相对之上而无实体者, 则称甲法。 如五韵味实法, 有情力于五韵和和之上, 则是甲法。 法之甲时, 依各不派而有义说。 若依华言五教章等所说, 实宗判, 之义, 依, 于小臣之中, 一, 一切有不以五韵和和之人为甲, 五韵, 十二处, 十八戒而臣之七十五法体为实有。 二, 大众不以无畏法及有畏法之现在是畏时有, 过去, 未来是知法畏甲。 三, 说甲不主张, 于现在法中, 五韵虽畏时, 而于相对之上言之, 十二处, 十八戒等乃畏, 有而甲, 者。 四, 说出是不以有畏俗地之因果, 苦, 及二地, 为甲, 以无畏真地之因果, 灭, 道二地, 为实。 五, 一说不主张诸法皆仅具其名而无有实体。 六, 一臣十宗之义, 不仅五韵和和之人为甲, 五韵之法义为甲。 二, 大臣之臣为实论卷八旧三性而定法之甲时而言, 便即所指乃安利于虚妄上, 故可说为甲, 又无体相, 故非甲非实, 依他其性有实有甲, 以聚集, 相续, 分为性, 故称为甲有, 心, 心所, 色一元, 种子, 而生, 故说为实有, 又若无实法, 甲法亦无, 以甲依实因而施舍之故。 由此可知, 为原成实性是实有, 以不依他愿而施舍之故。 中论卷四, 四地平, 则为, 由众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众缘具足和和而物生, 此物属众因缘, 无自性, 无自性, 故为空, 空义是空, 但为引导众生, 顾立甲民而说。 有宗, 空宗即应对法之甲时观点不同而分为相互迥异之两大教派。 阿皮达摩顺正理论卷三十二, 大臣掌真论卷上, 臣识论卷十二灭法新品, P4381。 甲鸡身运, 蝉铃用语, 指模拟鸡叫声, 试图已未装欺骗之意。 原典故出自旨记孟长军传, 书中记述孟长军夜半遇通过寒谷关时, 其时刻逢欢模拟鸡叫, 守关者一平击银而开关门, 让孟长军得以安然通过, 免去秦兵追杀之为。 从荣禄卷二, 大四八, 二三九下, 甲鸡身运南漫我, 未可模糊放过关, P4381。 甲铺, 为禅林记载有关请假外出, 归醒者之步。 右座请假铺, 赤修百丈轻规卷四为那条, 大四八, 一一三二中, 或有他愿, 或赞甲出入, 将借蜡部, 甲部, 唐司须之步, 轻送过客司令设之, P4382。 甲官, 一天台宗三官之一, 为, 空官, 中官, 之对称, 即官照诸法一假明而存在。 参阅, 一星三官, 二十三, 二位, 真官, 之对称。 指部就事实, 而就方便施设者以修官照法。 官无量寿经所说之官法中, 日官, 水官, 相官等军事。 P4382。 偶像, 此语出自拉丁语埃多拉, 原意为形象, 姿态。 后有表示妨害正确认识之偏见, 先入为主之观念等意, 则使自意大利人布鲁诺, Jordano Bruno, 1548, 1600。 在宗教上指以捕木或金属所造之神佛像。 于印度佛教初期, 系雕刻莲花, 伦宝等作为佛陀之表真。 于盘周三昧经, 到横班若经等初期大臣经典中, 凡造立佛像, 乃未或班周三昧, 观佛三昧的方法之一。 此外, 密教诸尊相, 系由六大而成, 其形象为大日如来所现, 故与大日如来同体不二。 相之手印, 植物、身形等, 亦为诸尊生命之所现。 修行者即依本尊之相, 观想自身安住于本尊之身, 口中畅诵本尊之真言, 心中观想本尊之本事, 受本尊之加持, 因而得以进入与本尊相同之境界。 故佛像非仅为一种偶像, 细未供养, 礼拜, 信仰之对象。 唯偶像并非佛教所特有, 史记因本记即有, 第五以无道, 为偶人, 为知天神, 与知博, 知记载。 又汉书本传载或去并过燕齐山, 而修徒王记天经人, 或系我国偶像之最古者。 此外, 如一般神道教义皆有雕造偶像而加以重奉之情形。 P4382 偶像崇拜, 指一凭感觉塑造神灵之形象而加以崇拜。 并偶像, 亦被物有轻蔑之意, 故有学者主张应称为神像崇拜。 偶像崇拜可说是狩猎采集经济阶段以后, 人类文化稍发达时期, 对于认为富有非人格性、超自然力之物体, 及寄宿有人格性精灵可发挥灵异能力之物体, 加以崇拜, 如圣石、圣树之崇拜。 至农根时期, 祖先崇拜剑界兴盛, 其后崇拜对象由人类形态扩展为鸟兽混合形态。 近世学者就就石器时代以指中所发现之雕像颇多争议, 或以为系最早之神灵偶像, 或以为其乃行法术而造之污者形象。 概于文明社会之初期, 一方面是偶像为神灵之造型而非其本身, 另一方面, 偶像一旦制成, 神灵遂负其上, 而与神灵同样神圣, 前者与物神观念不同, 后者又与抽象神之观念有益。 复因各神灵均有不同之具体形象, 故需塑造各种不同之偶像。 发展到高度宗教, 如基督教、佛教所尊崇之对象, 则以人类形态为主。 初期基督教对于崇拜神像之可否有很大争议, 为压制其他宗教而倡导偶像破坏, 因而偶像崇拜即等于邪教, 一教之义,并断定佛教极致偶像崇拜。 佛教虽创造许多佛菩萨等像, 然其一一造像, 各自具有不同之表征, 且在艺术上皆有极高之评价, 其所代表之意义, 绝非如一教所贬义为低劣协议之偶像崇拜。 参阅,佛教图像学, 2701,P4382。 季,有广辖二义,广义之季, 包括十二部教中之家陀, 范JTH,与职业,范Gaya, 两者均为季宋之体, 然两者之意义互义, 季前无散文,长行, 而直接以运文记录之教说, 称为孤起季, 即家陀, 季前有散文, 而上以运文重负其义者, 称谓重宋记, 即止也。 然诸经论中或有混用词二者之情形, 狭义之记则单止犯语之GTH, 因义加陀, 加他, 记陀, 记他, 义义讽宋, 记宋, 造宋, 姑起宋, 不重宋记, 宋, 歌谣, 为九部教之一, 十二部经之一, 此文体之语句, 则称记语, 梵文文献中由特定音节术语长组成之运文, 通用于佛教经律论, 记之种类极多, 佛典中最常用者为两行十六音节, 两句八音节, 所组成, 称守卢家, 梵楼家, 又称通记, 另一种为两行二十二至二十四音节, 两句十一至十二音节, 所组成, 称为triop, 音律之一种, 此外, 不限音节术者为两行八句, 四个短音量有七句语语音节, 所组成, 称为re, 音律之一种, 以下卫义行首卢家之力, antibtsskrtpdvyydhrm, 记号为短音节, 记号为长音节, 此一记之汉义有四字与五字各两句两行, 字外形官之, 如同汉诗, 但无韵律, 长记中卫必为移送二行, 而每有一至四行者, 原点中记之音节术于汉译后之记句, 其字数并无直接关系, 此外, 一般首卢家不限制音节之长短, 另有卫表示散文之长度, 而将各段散文逐一分别为三十二音节者, 例如汉译大班若经出四百卷将当于四百卷之范本, 做十万诵班若, 汉译经典中, 多处提及记诵, 然各经所说不一, 顺正理论卷四十四位, 既有三、四、五、六句等, 大致度卷三十三位, 一切之记,称为职业, 亦称加陀, 有三句,五句,六句等, 诚实论卷一位, 职业, 既有加陀, 路加两种, 路加又分顺烦恼, 不顺烦恼两种, 十二不经中之加陀即属不顺烦恼之类, 百论书卷上位, 既有两种, 一种称通记, 即守卢家, 为梵文三十二因结构成, 一种称别记, 由四言, 五言, 六言, 七言, 皆以四句而成, 又佛教之师文称为记, 记即作诗, 为作文之以, 显阳圣教论卷六, 大皮婆沙论卷一二六, 悬应应一卷二十四, 大臣法院一零章卷二本, 参阅, 十二不经, 三百四十四, 姑起记, 三千一百四十二, 职业, 三千九百一十八, 批四千三百八十三, 记赞, 以记聚赞叹佛菩萨等诸尊或他人之功德, 大日经义士掩密超卷五, 万序三七, 五八下, 赋以金刚记赞, 称探诸尊, 批四千三百八十四, 偷星, 禅陵用语, 原指偷盗之星, 于禅陵中转直向外分别之星, 细对动念之贬则, 虚唐禄卷三, 大四七, 一零一一上, 森云, 学人经业界大众微光, 别致疑问的魔, 达云, 偷星鬼子的仁增, 又对于向外寻求不止之星, 称为偷星位置, 偷星有位置, 批四千三百八十四, 偷盗, 泛与傲的DNA, 巴黎语的DNA, 不语而取, 称为偷盗, 新义作不语取, 乃立取或盗取他人财物之义, 于身, 口, 亦十种恶行为, 十恶, 中, 与杀身, 邪淫同主身也, 偷盗为戒律所严禁, 若犯偷盗, 严重者如道五千以上, 则犯波罗一罪, 如乱头之重罪, 在十恶, 五戒中, 未仅次于杀身之重罪, 据旧华言经卷二十四, 十的品, 之说, 偷盗之罪能令众生堕于三恶道, 若生于人中, 亦必得二重果报, 亦为贫穷, 二味失财不得自在, 十不善业道经, 据舍论卷十六, 法界次第卷上之上, 参阅, 十善十二, 四百六十八, P四千三百八十四, 偷盗者, 巴黎语佛罗凯亚或TH拉凯亚, 右座偷盗者耶, 偷罗者, 萨偷罗, 土罗者, 苏土罗, 略称偷盗, 犯语畏STHL太阿亚, 因亦苏土罗底也, 异亦大罪, 重罪, 粗罪, 粗恶, 粗过, 大仗善道, 为佛智界六句之一, 七句之一, 乃处犯将构成波罗仪, 僧残而未遂之诛罪, 不属于波罗仪等五篇之罪, 除凸及罗罪外, 其余一切或轻或重等, 因罪, 果罪皆总称未偷懒者, 可分独头, 方便之证, 从二种, 即, 一, 独头偷懒, 又做自信偷懒, 根本偷懒, 即已成就罪过, 能断善根, 二, 方便偷懒, 又做从生偷懒, 欲犯波罗仪罪或僧残罪而行方便, 终不成立之因罪, 另有次于僧残重罪之偷懒者, 与次于提舍倪清罪之偷懒者等两种, 有关此罪之忏悔法, 依四分率善补随机结膜卷下, 萨婆多皮尼摩的乐加卷三, 僧结膜卷中等可分三品, 破法轮僧, 到四前, 到僧时等位上品罪, 破结膜僧, 到三前以下, 互有一相处位中品罪, 恶心骂僧, 到一前, 使用人法, 食生肉血, 裸身折外道一位下品罪, 上品之罪需于结界内对一切大众忏悔, 中品罪需出界外对四比丘忏悔, 下品罪仅对一比丘忏悔即可。 又有关犯此罪之夜报, 据目联问戒律中五百轻重事五篇视频, 大二四, 九七二中, 犯偷兰遮, 如兜律天寿四千岁, 堕尼离中, 愚人间数五十亿六十千岁。 又善见绿皮婆沙卷九位, 犯此最后堕恶道, 盖特就偷懒遮中之重罪而言。 皮尼姆金卷七, 四分绿卷五十八, 四分绿山繁补雀形式超卷中一, 参阅绿三千七百八十九, 批四千三百八十四。 兜经, 即日本修宴道之修行者, 山符, 锁着用之黑白布官帽, 又称头经, 头经, 约分二种, 一, 为仿自大日如来之五至宝观, 表示化他立物之背甲, 又称小头经, 二, 为仿不动明王顶上八叶莲华之八叶宝观, 又称长头经, 裹头经, 可分为裸法行, 满字行。 此外另有称者头经者, 一分二种, 一, 卷头经, 表示上求菩提之意。 二, 下头经, 表示下化众生之意。 修宴道修药秘诀卷上, 资道食物计卷上, 参阅, 头经, 6364, 批4385。 兜杀经, 全意卷, 厚汉之楼加称义, 收于大阵藏第十册, 其内容相当于华严经中如来名号品与光明诀品之部分。 悬应应一卷八位, 兜杀经, 亦亦未航业经。 初三藏记及卷二, 大唐内典路卷一, 批4385。 兜律三官, 即宋代兜律从岳禅之, 1044、 1091, 用以揭化学人之三语句。 无门官第47则, 大48、298下, 兜律月和尚舍三官问学者, 波草参选, 指图见性, 及经上人性在舍处。 时的自信, 方托生死, 眼光落实, 坐魔生托。 托的生死, 便知去处, 四大分离, 向胜处去。 其中, 第一官西御令学人波无名之杂草, 瞻仰宗门真凤, 撤见一己心性, 第二官御令学人时的本来具有之真性, 以其透脱生死之转变, 第三官御令学人透脱生死, 以便了知必尽之去处。 又, 波草参选, 易语, 续传登陆卷二十二级连登会要卷十五军座, 波草沾峰。 参阅, 波草沾峰, 六千零八十八, P四千三百八十五。 兜绿天, 兜绿, 范名Tuesday Eater, 巴黎名Fasita, 西藏名DGA, 等。 右座兜绿天, 兜树天, 兜绿陀天, 兜绿多天, 兜师陀天, 赌食多天, 兜食多天, 意义之族天, 妙族天, 喜族天, 喜乐天, 羽叶摩天, 何称为兜夜? 乃玉界六天之第四天, 位于羽叶摩天与乐变化天之间, 聚叶摩天十六万尤寻, 在虚空蜜云之上, 纵广八万尤寻。 关于此天之名, 历世阿皮谈论卷六位, 欢乐饱满, 于其资据满足, 于八圣道不生之族, 故称为兜绿陀天。 佛的经论卷五则为, 后生菩萨于宗教化, 多修喜族, 故称为喜族天。 此天有内外两愿, 都律内愿乃即将成佛者, 即补处菩萨, 知居处, 经则为弥勒菩萨知净土, 弥勒献意为补处菩萨, 于此宣说佛法, 若驻此天满四千岁, 即下身人间, 成佛于龙华树下。 又习时释迦如来身为菩萨时, 亦从此天下身人间而成佛。 一般所传内愿有四十九愿, 或即依据弥勒上身经之说而来, 其经文为大一四四一九上, 此魔尼光回旋空中, 化为四十九众为妙宝宫, 外愿属欲借天, 为天众之所居, 享受欲乐。 天人之寿命约四千岁, 其一昼夜相当于人间之四百年, 换算之, 约人间五亿七千六百万年, 但古之祭述法为五十七亿六千万年。 此外, 此天众生, 情欲动食, 两相职守, 即成阴阳, 出生之而如人间八岁小孩, 七日成人, 身长四尤寻, 衣长八尤寻, 宽似尤寻, 众义珠瓣。 又密教将此天子安在县图胎藏借曼图罗外金刚不愿知西北方。 其形象, 身成白肉色, 右手屈臂, 置于乳下, 屈中间三指, 身小指, 持未开枝莲花。 左手坐拳印, 插腰。 左右有侍女, 身一层白肉色, 右手皆持未开枝莲花。 种子未, TA, 三昧耶行未和叶上枝未开莲花。 普耀金卷仪会愿因一卷上, P4385。 兜律天子, 只堕地狱之众生因盟世家之光所照, 而得身兜律天者。 四圣身成佛之一。 又称地狱天子。 据新华言经卷48如来随好光明功德品所在, 释迦菩萨驻于兜律天宫时, 足下曾放光照十方世界, 此时地狱众生蒙此光所照, 命中直脱地狱, 身于兜律天, 并闻天谷所说之法因, 于此天身中, 或至第十地。 参阅, 四圣身, 一千七百六十六, P4386。 兜律寺, 一位于河北防山县西南之上方山景秀丰下, 又称上方寺。 二位于四川三台县南之南山, 随开黄年中, 五百八十一, 六百, 创建。 P4387。 兜律往生, 往生弥勒菩萨之净土兜律天, 又坐兜律身。 兜律天有内, 外两院, 弥勒菩萨常在内院说法, 外院为天众欲乐处, 无义文法。 在印度古代, 兜律往生之信仰颇为盛行, 故高森大德发愿往生弥勒菩萨土, 并谋弥勒菩萨化度之记载极多。 据阿利文大使, Mah Vasa XXXII所在, 西元前二世纪请统治西兰之木叉扎摩尼王, Do have men, 于灵命中时, 自盟长老闻说弥勒菩萨及其居处之事, 为酒, 王及蒙弥勒自兜律天人车来迎, 申彼天中。 另据出三藏记及卷石记载, 婆须密, 弥度路刀利增加罗沙皆生于兜律天, 其中婆须密记弥勒之后作佛, 好狮子如来, 弥度路刀利好光颜如来, 申加罗沙好柔仁佛, 又据婆手盘斗法师成, 大唐西玉记卷无等所在, 无者, 世青, 师子绝亦或往生或发愿往生都律净土, 其中无者且于彼天中, 像弥勒资炳大成经之要义。 此外, 其他类似之记载不甚美举, 与我国, 自东近以来即盛行兜律往生之信仰, 据梁高僧传卷无, 明僧传超道安传, 僧甫传, 弹戒传, 道汪传, 僧应传, 法圣传等所在, 道安及其弟子法律等八人于生前历世往生兜律, 后果感的一僧与兜律天之祭乐献身来迎, 其后, 僧甫, 弹戒, 道汪, 僧应, 法圣等诸师, 一揭效法道安往生都律之事, 先后发愿往生彼天。 另据大慈恩四三藏法师传卷时, 法院诸林十六赞探部, 即宋高僧传卷四窥姬传, 卷十四道宣传等载, 玄葬及弟子窥姬, 四分律宗之祖道宣等高僧, 皆以往生都律为灵中大人, 玄葬且作, 在弥勒四里文, 窥姬传弥勒上申经书等, 以倡导都律往生之信仰。 此外, 旭高僧传卷八, 卷十二, 法院诸林卷十六等一期, 相举有关僧俗发愿往生都知记载。 于近代, 如太虚大师, 虚云和尚, 慈航菩萨等一代高僧, 皆发愿往生弥勒净土之内。 日本方面, 最早观明, 弥勒信之祭载位清明天皇十年, 五百五十一, 自百祭请的一尊弥勒十相, 并迎见佛殿以供奉礼拜, 其后都律信仰建成, 发愿往生者极多, 如高僧空海, 七百七十四, 八百三十五, 及其中著名之力。 于法相于家派中, 弥勒被敬奉位开祖, 故法相诸师愿求都律往生者甚多, 且自无者于所者, 设大成论, 中叛是凡夫之往生极乐是位, 别时义, 以来, 此依信仰犹未赤胜。 所谓别时义, 即重新产世观无量寿经有观, 念诵佛明能及时往生, 往生西方之说, 而未念诵佛明仅为往生西方之原因, 时系未使众生舍离怠惰之方便说法而已。 此项说法影响印度与我国之弥陀信仰, 亦使往生西方之信仰建成现衰费。 因而极藏, 道挫, 家财等, 最比较都律, 极乐之忧烈即往生难易, 其中极藏之观无量寿经义书立四亿比较观经, 弥勒经之义同。 道挫之安乐即卷上更以四亿比较都律, 西方二处之忧烈, 为, 一, 弥勒为众生转不退法轮, 文法深信者虽可或议, 然丹者享乐而不信者亦甚多。 又虽往生都律, 然此界属三界之内, 故人有退转之余, 反之, 往生西方者, 不仅不退转, 以其无漏, 出离三界, 故意不退失。 二, 往生都律者之寿命仅有四千岁, 命中不免退堕, 而往生西方者, 其寿命与弥陀相等其, 非算数所能量之。 三, 兜律之水鸟树林, 谨细诸天之乐所生的缘, 西方之水鸟树林, 则能演说妙法, 令往生者得正无生之境。 就音乐而言, 弥陀净土之音乐, 胜于世间帝王集六天万亿倍, 可知此非兜律所集。 另外, 怀感之世净土群一论卷四, 致眼之华严金孔木章卷四, 家财之净土论卷下等, 皆举多亿以祥论弥陀, 弥陀两净土之优劣难以。 至于往生都律天之音行皆为, 据弥陀上身经与盔基所传之经书记载, 往生内愿之行应有上、中、下三品, 细分之,每品又各有上、中、下三品, 共计九品。 上品往生之修应有情修功德, 威仪不缺,扫塔徒弟,香花供养,三昧正寿, 读诵经典等六事,上品上身者修五事或六事之法, 中身者修三事或四事之法, 下身者修一事或二事之法, 中品往生有欢喜心、恭敬语、礼拜生等三种行业, 中品上身者修足三种形, 中身者修二种形,下身者修一种形, 下品往生有忏悔、文明称、造形象、香供、花供、 衣服供、增盖供、壮供、翻供、 身衡礼拜、心口细念等十一种修应, 暗悔为下品三身所共行, 上身者修行其余十行, 中身者行造象、恭养、礼拜、 下身者行造象、恭养。 又往生都律外院之音形有五戒、八戒、 聚足戒、精进、十善法等五种。 弥勒下身经,心地观经卷三, 由心安乐道、净土时一论、 阿弥陀经书超卷四, 往生要集卷上末、参乐、 兜律天、四千三百八十五, 弥勒菩萨、六千四百二十四, 批四千三百八十七。 兜律从月、一千零四十四、 一千零九十一, 宋代灵纪宗黄龙派僧。 前周、江西干县, 人、俗姓雄。 法号从月。 十五岁出家, 十六岁受聚足戒, 为宝峰刻文禅师之法寺。 师学通内外, 能文善师, 帅重景景, 远近赞仰。 应驻于龙兴, 江西南昌, 兜律苑, 故事人尊称兜律从月。 元幼六年世纪, 享年四十八。 宋徽宗宣和三年, 一千一百二十一, 丞相张商因, 无尽居士, 奏请示好, 真济禅师。 有兜律苑禅师与药一卷行事。 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九, 五灯会员卷十七, 建中靖国序登陆卷二十三, 批四千三百八十八。 兜律归晋集, 凡三卷。 清代红赞集, 收于万序藏第一四九册。 本书乃会集有关弥勒信仰, 兜律往生之见闻, 即选字经论中相关之传记所成者。 本书之编书, 旨在收集有关弥勒兜律往生明贤之行义得业, 以作为后世学人之指南。 卷上未硬化垂机, 卷中计数上身内愿之圣贤, 卷下收集有关弥勒信仰之经咒愿文。 批四千三百八十九。 兜拔皮沙门, 乃至权限于兜拔国护持佛法之皮沙门。 兜拔国, 不知戏指和国, 或推测为图翻, 西藏。 兜拔皮沙门之形象为女行之监牢的神, 二手上仰, 承托皮沙门之两族, 旁有邪鬼坐位缩撞, 或四面石壁, 成狮子, 身带八刀之刀八皮沙门, 八刀表皮沙门之八兄弟, 此盖由, 兜拔, 而转位, 刀拔, 而来。 兜拔皮沙门之形象与一般皮沙门不同之处, 在其肢体之硬直。 送高僧船卷移步空船, 佛像图会卷移, 参阅, 多文天, 2331, 批4389。 兜拔婆, 范语Turu, Kansas。 又坐兜拔婆, 兜拔婆, 兜拔婆, 兜拢婆, 杜拕婆, 突婆, 苏独鲁家。 亿亿白茅香, 茅香, 香草, 及紫苏和香。 据大佛顶首人眼睛卷七载, 坛前别安一小火炉, 以兜拢婆香煎取香水以沐浴。 又据大日经书卷七载, 杜拢婆草乃印度牧石香, 与我国牧石香稍益, 后者及碧利家, 范Effelick。 此外, 另有囚囚罗, 范Gagula, 及安息香, 意义于兜拢婆。 法华义书卷十一, 及藏, P4389。 兜拢, 范与TLA, 八粒与童。 又作堵罗, 杜罗, 杜罗, 兜罗棉, 兜罗柱。 意义棉, 细棉。 乃总称草木所生之花絮。 种类颇多, 四分绿卷十九列举白杨树花, 杨柳花, 葡萄三种, 五分绿卷九列举柳花, 白杨花, 葡梨花, 闪坡花等四种, 十送绿卷十八列举柳花, 白杨花, 阿丘罗花, 波丘罗花, 丘舍罗花, 尖舌花, 波波舌花, 杂摩花等八种。 为据舌论光纪卷十一, 翻译明义及卷七等, 均以兜罗为树名, 为兜罗棉为兜罗树所生之棉, 如柳絮。 又佛八十种相好之一, 即手足柔软四兜罗棉。 大班若金卷三一一重育品, 萨婆多皮尼皮薄砂卷九, 巨舌论卷十一, 磨合纸冠卷五上, 惠灵因义卷六十四, 批四千三百八十九。 勘破, 禅灵用语。 即勘破, 石头之意, 看透了互相比较, 试验, 质问之对手。 一级勘定是知是非。 无门关第四十八则, 大四八, 二九七上, 简点将来, 二句有过。 且道, 那里是赵州勘破婆子处。 必言录第九十七则, 批四千三百九十。 勘过, 禅灵用语。 即家以审查试验, 使真相明晰。 必言录第二十则, 大四八, 一六零上, 龙牙问翠维, 如何是祖师希来译。 诸方就话也要看过, 批四千三百九十。 勘辩, 禅灵用语。 禅灵诗家判别修行者之力量, 或学者探问诗家之邪证。 灵记录, 云门录等有勘辩一项, 内容及记录诗家与学人之勘辩问答。 禅灵类聚集卷六勘辩条, 批四千三百九十。 勒叉纳, 泛明拉Ka, 巴利明拉Ka, 亦亦互也。 为佛陀弟子之一。 勒叉纳比丘曾与穆坚连共往往舍臣, 启示途中, 穆坚连忽然微笑, 勒叉纳深觉疑惑, 后穆坚连遂于佛前回答, 细应当时见他到众生受种种苦, 经极念言, 大二一三五。 如上, 如是众生, 受如此生, 而如是幽悲大苦, 如是思维, 遂发微笑。 佛陀文言, 乃赞美目间连善能乐见因缘法, 为其为, 大二一三五中, 实演。 十, 十亿, 实法, 决定通达, 并未等受苦重生细由过去世时造作诸种恶业, 以百千岁堕地狱中受无量苦, 以于罪为了之故, 续受种种苦。 杂阿含金卷十九, 批四千三百九十。 乐金, 树妖之代子, 又称乐伯, 禅愿轻规卷九, 万序一一一, 四六四下, 虚细腰条, 不用乐金达伯, 批四千三百九十。 乐沙婆, 泛名阿帕或阿帕帕。 意义牛仙, 为中印度交萨罗国阿瑜陀王之子, 为佛出世以前, 盛行于印度之三种外道先人之一, 即尼尖子外道, 其那教, 之开祖。 于其那教中, 多以此先人为过去世二十四佛之出祖。 主张以苦行为解脱之法, 为献士之苦若受尽, 乐法自身。 据旨观辅行传红绝卷十载, 乐沙婆以算数为圣法, 造经十万计。 幼乐沙婆本位, 牛, 之义, 后成为尊称圣者之广义用法, 如一百五十佛赞颂, 翻译明义大吉等, 皆以之为佛之义称。 百论卷上舍罪服品, 百论书卷上之中, 参阅, 尼干子外道, 一千八百八十九, 其那教, 四千两百八十三, 批四千三百九十。 乐纳巴弥, 泛名Rednavarman, 意义宝凯。 系佛陀过去世为嘉良那家离, 意义善士, 太子时之父王。 据贤于经卷九善士太子入海平所在, 提婆达多长欲加害佛陀, 佛陀却常怀此闽心, 阿南一而发问, 佛陀遂未说此本身谈, 未过去世时, 言福提有一国王, 明乐纳巴弥, 虽有五百夫人采女, 然久久无子, 后由梦中天神之指示, 感得尘外灵中二先是投射, 甄王家, 义子魏波婆家离, 亦亦二世, 令一及嘉良那家离。 乐纳巴弥旺曾听从太子之言, 将国库所藏珍宝一时等, 大部分施语平及孤老。 当时之嘉良那家离及后来之是加木尼, 乐纳巴弥及靖范王, 波婆家离及提婆达多。 帆帆语卷四, P4390。 乐纳摩提, 泛名Ravenamati, 又做乐纳婆提, 略称乐纳, 意义宝义, 为北魏之意金森, 中印度人, 学识悠善, 事理兼通, 游民禅法。 长治游化, 北魏宣武帝正史五年, 508, 抵洛阳, 奉斥与菩提流之共义士清之时的经论十二卷, 吉妙法莲华经论幽波提舍一卷等, 其时由沙门森朗, 决义, 世中崔光等任笔寿之职, 为九幼渝照新宅中一出就近一尘宝信论四卷。 据历代三宝记卷九, 续高森船卷一菩提流之传所在, 乐纳摩提与菩提流之共同一出时的经论后, 以意见不合而互不寻访。 其后, 会光于乡舟, 及夜都, 经河南安阳, 南部红阳的论宗, 祖术师之学说, 其门流称为湘州南道派, 菩提流之之门人道宠一系则在北部, 遂形成湘州南道派与湘州北道派之对质。 法经路卷五, 续高森船卷七道宠船, 华言经传记卷二, 开元世教路卷六, 参阅, 十的经论, 四百二十五, 的论宗, 两千三百一十四, 批四千三百九十一。 乐纳舌耶, 为佛陀过去世行菩萨道时之名。 乐纳舌耶曾舍身救助五人, 另免没入海中。 据显于经卷时乐纳舌耶品所在, 此五人, 及佛陀成道后最先化度之五比丘。 乐纳舌耶品一及佛陀叙说与五比丘之素是因缘。 批四千三百九十一。 乐纳舌, 泛名Ratnaic, 意义宝济, 及西石宝济佛尚未出家学到, 仍为太子时之名。 据显于经卷三品女男陀品所在, 过去九远二阿森纸九十一节, 严福提友义国王名波赛奇, 有一太子明乐纳食指, 宝济, 其后出家学到而成佛, 佛名即宝济佛。 时有比丘明阿里密罗, 日日然登供养此佛, 佛遂未该比丘受济, 当来成佛, 明定光如来。 批四千三百九十一。 动, 即得水火风四大中, 风大之自性。 即讽具有动摇之性, 可产生流影, 增胜之作用, 故能令四大所造物质相续便移至他方。 据舍论卷一大二九, 三中, 风界动静, 由此能引大众造色, 令其相续, 深至于方, 如吹灯光, 故名为动, 批四千三百九十一。 动不动法, 指欲戒之法为动法, 色戒, 无色戒之法为不动法。 欲戒之法, 多起无欲妄想, 是位无常, 故称动法。 不动法, 则指定而不动之色戒定, 无色戒定等法。 令聚注为魔精卷五载, 色戒与无色戒众生之寿命结束长久, 外道以为常, 故称不动。 一教经, 大一二, 一一一二中, 一切世间动不动法, 皆是败坏不安之相, 批四千三百九十一。 动用食物, 指禅灵中属于寺院所有而可供食用之器物。 禅院清规卷三, 万序一一一, 四四七上, 聊舍, 门窗, 墙壁, 动用食物, 逐时修换岩式, 批四千三百九十二。 动物, 佛教经典, 故事集中, 常以动物表现。 其理由有三, 一, 夜, 犯karma, 与轮回, 犯SSRA, 思想之影响。 二, 精灵崇拜, anonymism, animatism, 之倾向。 三, 辟喻, 拟人化表现之发达。 经典中有以本身谈, 范Jetaka, 文学未然, 每以当时流传之动物辟喻, 讲说佛陀前身之功德, 此为教化众生最具效果之方法。 经典中, 以动物为主角之预言, 占有重要之地位, 如依角仙人故事, 六牙白象本身, 月中兔本身等, 皆为快智人口之动物辟喻故事。 此外, 圆, 猪, 龟, 鹿, 象等动物, 与本身谈文学中皆生聚人性。 佛典中以动物为角色者不少, 如本身蛮, 范Jetaka, 所行脏, 巴卡里, Piaka, 身经, 六度集经, 佛本行集经, 百育经, 出药经, 传集百元经, 杂宝荡经, 菩萨本行经, 菩萨本元经, 菩萨本身蛮论, 及经律异相等。 另有以亲切可爱之动物为题材之辟喻教训, 如盲归伏目, 欲于此世间获得人生, 由听闻辅法而获欢喜, 成属难能可贵, 灵脚欲读觉, 欲读自修行而获觉悟, 黑白二属, 又作二属涅腾, 欲人类肉体之无常与烦恼之无尽, 狮子身中重, 欲处于佛门中却破坏佛法者, 瞎骂禅, 欲读善其身, 自得利益之觉悟, 也胡禅, 欲虚伪之觉悟者, 仁雄狮子, 佛陀之一名, 等。 轮回转生思想中之畜生道为三恶道之一, 助于因无知而彼此杀害苦多乐少之世界, 此籍罪业深重者所转生之处。 余六趣说中, 令家声闻, 原觉等四圣, 而有十戒之说。 然虽多位畜生, 仍有主张可成佛者, 此籍, 十戒互据说。 大臣佛教特别重视有关动物之佛性及成佛等问题, 互有一切众生稀有佛性, 五性个别说, 等各种议论产生, 如这名的, 狗子佛性, 之公案。 佛陀的传记中, 爱护动物之故事极多, 如舍身似虎, 月中兔本身等。 不杀身界为佛教徒所必遵守之最重界, 饭不食肉界, 则断却大词佛性之种子。 佛陀曾尽止无意义之马慈记, 犯Avamta。 阿育王之碑文中, 有关保护动物之记载共有九处, 可知阿育王系以佛法之精神为善证之基础。 我国与日本举行放生会, 即为一种爱护动物的精神之仪式化。 伴着万物有魂之信仰, 于印度神话中, 异常可见到动物崇拜。 例如以根深之缘, 马头之马, 图吉尼, 范King, 又坐到河, 之狐, 金皮罗, 范康马A, 象头人身神, JaneA, 之象, 以及龙, 蛇等位崇拜之对象, 至今于印度上有是牛为神圣者之风席, 陆野院, 范M. Gad V.A, 之阿育王石柱柱头之狮子或牛, 印度独立以后用以象征国家。 P4392 动物崇拜, 属自然崇拜一种。 始于后期自然宗教, 乃狩猎时其原始社会意识之反应。 最早期之动物崇拜可溯源至法国南部阿里埃日, REGE, 鲁瓦弗雷尔山, Trua F.R.S., 旧石器时代以止洞穴中所发现半人半兽型之兽主像, 于小亚系亚萨特勒许渝克, ATLHYKN时期, 其时代以止压现几千年前之原始祭台, 及熊牛, 物音之壁画, 皆显示动物崇拜之迹象。 极致游牧时代, 动物崇拜仍继续发展, 如耶教圣经中对犹太人先祖游牧荒层里。 爱经如像描述, 圣日在文明社会中, 仍残留有物崇拜之迹, 此可由古代宗教与经存宗教中均有敬拜神牛传统的窥一耳。 各民族动物崇拜之种类, 因地方而异。 有些人视无灵之鱼为不祥物, 视黑鱼为七星鱼而禁止食用, 对猫头鹰义不具好感, 我国内地崇拜狐狸, 黄鼠狼之风俗也很普遍。 动物崇拜中, 以蛇之崇拜最常见, 于史记汉高祖本记, 记载刘邦之梦与神, 焦,焦于大则之悲而生。 刘邦斩蛇, 则为白弟子化为蛇, 被赤弟子所斩。 又传说中上有许多莽神之故事。 龙、麒麟、凤凰, 归并称四灵, 被信仰为神秘, 吉祥之动物。 印度人对于各种鸟兽, 爬虫, 皆家以崇拜, 尤其是母牛被视为特别神圣之动物。 古印度沸陀时代之亚利安人, 同时信仰很多神, 动物崇拜中, 牵引三界诸神之车, 大兜为马神。 鱼离巨沸陀中, 以天父特尤斯, 范大尔斯, 为母牛行。 后来之印度教集 以母牛为皮尸奴之化身而加以崇拜, 最初仅将天空之云层形容为母牛而想象为神之形状, 后见以真牛为神之表真。 此外, 上有野羊, 犬, 野猪, 鸟, 蛇等动物神, 蛇神崇拜则与后来龙之信仰有关。 归纳动物崇拜, 有如下几种类别, 一, 以某种动物具有毒性, 危险及攻击力, 而成为崇拜对象, 如狮子, 毒蛇, 鳄鱼等。 二, 经济性动机, 如以某种常食用动物为崇拜对象。 三, 具有神秘性, 狡猾性等动物之崇拜。 四, 认为人死后将成为某种动物, 或为其族之先而加以崇拜。 五, 对于出入于坟墓间动物之崇拜。 六, 将动物某种特性与自然神相结合, 而被视为神之使者或象征。 P4393 动着, 禅灵用语。 原为动摇之意, 此为心摇动不定, 其妄想。 闭言录第六则, 大四八, 一四六中, 空生炎盼花狼籍, 弹指堪悲顺若多, 莫动着。 动着三十磅, P4394 动静二香, 为事物所具有之二种香状。 动为活动之一面, 静为止息之一面。 闭言录第四十六则, 大四八, 一八三上, 所入忌忌, 动静二香, 了然不深。 若道是语低深, 也不是, 若道不是语低深, 也不是, P4394。 参, 参业, 参寻, 参学, 参究之矣。 即学人业见诗家已问道, 如, 参师问法, 又修行坐禅, 亦称参, 如, 参禅半道。 此外, 禅灵住持及一山之大众已开示说教, 亦称为参, 即参见住持已求开示。 其类颇多, 如, 结诞生堂为早餐, 朝餐, 不时, 今午后四时, 念诵为晚餐, 晚餐前坐禅为坐餐, 每五日一餐为午餐上堂, 定期上堂为大餐, 住持不定时及众问答应酬为小餐, 大众同餐为广餐等。 赤修百账清规卷二住持日用晚餐条, 祖庭寺院卷八小餐条, 禅灵象器间从鬼门, 垂说门, 批四千三百九十四。 参天台舞台山记, 樊八卷。 日僧陈循, 一千零一十一, 一千零八十一, 转。 又称善会大师赐子陈循记。 延九四年, 一千零七十二, 陈循十年六十二岁, 邪赖元, 快宗, 圣秀, 为官, 新贤, 善酒, 长明等自肥前松普来诵。 一年六月, 循礼天台山, 武台山等圣祭, 并蒙宋朝之忧郁, 乃以汉文竹日记载, 这陈此书, 成为后人了解当时中日海陆交通, 宋代佛教概况, 及其文物, 风俗等之珍贵资料。 全书自日本延九四年从肥前松普出发时起彼, 至宋西宁六年, 一千零七十三, 六月托宋新义佛经及佛像去日本为止。 本书有后人陈导让简之考证家驻而成, 山补天台武台山计, 八卷, 以及高南顺次郎以京都东福寺所藏原本为敌本, 孝和多数之超本, 更传, 陈寻所寄入宋诸诗传考, 一卷。 本书收于大日本佛教全书卷一一五, 改定史及吉兰卷二十六。 批四千三百九十四。 参玄人, 指佛道之修行者。 参玄, 亦为参究修学佛法之玄指。 景德传登陆卷三十, 大五一, 四五九中, 景白身玄人, 光阴莫虚度, 批四千三百九十四。 参玄与鹿, 请参阅北山鹿。 参同气, 全义卷。 唐代石头西千, 七百, 七百九十, 转。 细有五言四十四句二百二十字组成之古诗, 全名万法交参无穷, 有本同气, 荣荣社会之义。 与栋山梁架之宝敬三昧同为曹栋宗真事之盛典, 每朝必于佛前诵读。 本文传述动机, 依必言录第四则载, 石头音乐照论, 致词会万物为己处, 或然大物, 而作参同气。 提名之由来, 或为假借道士为博扬所作, 参同气之书名, 以显佛法奥妙之礼, 并有矫正当时南北二禅互相排斥之弊病之义, 或为乃后人之命名。 全文如次, 大五一, 四五九中, 主土大先兴, 东西密相赴。 仁恩有利盾, 道无南北祖。 林元明皎洁, 知派暗留住。 直视原是谜, 气里亦非悟。 门门一切尽, 回户不回户。 回而更相设, 不耳依未住。 色本书直相, 声援亦乐苦。 暗和尚中言, 明明清卓句。 四大性自负, 如子得其母。 火热风动摇, 水湿地坚固。 眼色耳阴深, 鼻香舌咸醋。 然依依依法, 依根叶分布。 本末须归宗, 尊卑用其语。 当明中有暗, 勿以暗相遇。 当暗中有明, 勿以明相读。 明暗各相对, 比如前后部。 万物自有功, 当言用极处。 是存含盖和, 礼仁见封主。 成言虚惠宗, 物自立规矩。 触目不会到, 运足焉之路。 静步非静远, 弥隔山何故。 紧白身玄人, 光阴莫虚度。 提名参同器, 参者, 森罗万象, 同者, 万象之平等本体, 弃者, 二者弃调融合, 显差别及平等, 平等及差别之理。 右本文收于景德传灯陆卷三十, 五灯会员卷五, 较外别传卷十四, 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九。 其注视书领多, 有名有绝缘贤之洞上古车, 日本天贵传尊之报恩编, 面山瑞芳之吹唱等。 景德传灯陆卷十四, 世事基古略卷三, 林间陆卷下, 批四千三百九十四。 参究, 及参学纠办。 在禅宗, 即指参访师家, 致立体的佛法。 禅家排斥单方面之知解, 以清至师父处参学, 求其开示之参禅为一生之大事, 以及强调在证师之处参禅学道。 散见于碧岩路中之参寻, 参问, 参寇, 参玄, 参学, 参详等语, 皆与参究未同一语。 碧岩路第七则, 批四千三百九十五。 餐前, 禅灵用语。 至晚餐, 晚间之餐禅念诵, 之前。 若无晚餐, 则只放餐以前。 赤修百丈清规卷二达摩祭条, 大四八, 大四八, 一一一七下, 来日半斋各具威仪, 散计讽经, 餐前明森堂中, 批四千三百九十五。 餐后, 禅灵用语, 又坐餐退, 为, 餐前, 之对称, 至晚餐或放餐之后, 即晚间之餐禅念诵之后, 或修止坐禅, 行事等之后, 赤修百丈清规卷五座禅条, 大四八, 一一四二架, 餐后座禅如常, 古尊素语露卷四十三, 真净语露二, 万序一一八, 三六五上, 今日庄主舍赞饭, 标前, 餐退森堂内, 普请吃茶去, 批四千三百九十五。 餐伤, 指身心与伤心, 身心位于西南方身之位, 伤心位于东方卯位, 此二心东西远隔, 不能同时妄奖, 故用此语来比喻久别不相遇, 兄弟强, 存在严重举语等译。 禅元诸全集都序卷上一, 大四八, 自灵上, 禅门要止磨是非。 图歌怨清, 不恩不喜何以, 难能北秀水火之贤, 何则洪周参商之戏, 批四千三百九十五。 参堂, 禅灵用语。 禅灵中, 沙弥新加入卫森堂之一员, 正为参堂。 一集, 出入堂。 秀百证, 让青龟卷五星戒参堂条, 大四八, 一一三八中, 得度受沙弥借以, 副住持, 于和日参堂。 禅灵象器间从鬼门, P四千三百九十六。 参数, 泛名RDR, 因义二达罗, 异义师, 米师, 卫师, 又称生神素, 生养素。 二十八星素之一, 属于鲁达罗, 泛RADRA, 异义音响, 暴风雨。 于密教北斗曼陀罗中, 位于外院西平南端, 于胎藏县图曼陀罗, 位于外院东方。 胎藏县图曼陀罗之形象为养幼长, 置于其前, 左掌竖起, 驱石, 中指, 持莲花, 莲上有株, 交脚而坐。 塑药精卷上, 大孔雀皱王精卷下, 批四千三百九十六。 参侠, 禅林用语。 指禅僧请嫁出禅院, 而于十五日之内归寺。 又坐参甲。 后世称一指寺院投诉为参侠者, 乃席称挂答之而误。 银山清规卷下, 大八二, 四四七下, 不请侠而起单人, 不可免在参侠, 又挂他所出之茶里, 称为参侠茶, 入寥茶。 小丛林略清规卷上称呼条, 大八一, 六九二上, 诸方众聊参甲善, 参甲茶, 亦移称挂答善, 入寥茶矣。 参阅, 挂答四千五百八十四, 请架, 六千一百六十二, 批四千三百九十六。 参寥子集, 凡十二卷。 宋代僧道前传, 又称参寥子诗集, 参寥子未道前之好。 其诗圣能表现其个性, 颇少含蓄, 然不落俗套。 诗集传释有二种版本, 卷制相同, 然顺序稍易, 一题三学法四广兵定, 另一题法四法影编。 诗集中意有语法影唱贺之诗。 四库提要别集类, 批四千三百九十六。 参寥子诗集, 请参阅参寥子集。 参榜, 禅林用语。 右座参状, 门状。 指参见他人时所出世之拜帖, 及经之名片。 阔约六, 七寸, 内部书文字, 字左卷之, 以丝数中分, 位置烧上, 提姓名于其上。 禅林向器兼文书门, 汉末大全云, 反榜子用白纸, 阔四寸许, 就中心写一行, 横卷之。 平常见人, 天取负两字。 其于贺谢词为, 并临时于名下改之。 格式如下, 批四千三百九十六。 参宝, 禅林用语。 并称宝参, 即充分物得之义。 参宝人, 则指参学佛法达道彻物之人, 如饥饿者至宝时, 并称宝参客, 宝参人, 霸参人。 从荣禄卷一, 大四八, 二三五上, 不示宝参人不知, 参宝明之魔所求, 批四千三百九十六。 参请, 禅林用语。 即弟子向诗家请问并受教。 一同参问请义, 参禅辩道之义。 灵记录堪辩, 大四七, 五零四中, 近山有五百众, 少人申请, 又致诗家处请问佛法之傲指, 称谓参问。 批四千三百九十七。 参学, 全称参禅学道。 止禅者游访各禅沙, 参访各家风格, 规矩后, 随从明师学习。 黄振成宋建权上人游方师, 直到无声参学必, 逢人遮莫说轮回, 僧范其诵天宁密藏主师, 曹熙指示各侨夫, 佛法和曾解参学, 又识参时究佛祖敌传之正法, 亦称参学。 批四千三百九十七。 参头, 为禅灵职称之一。 又座参头和尚。 参, 参僧之义, 即自四方前来参禅习道之僧, 头, 头首之义, 即居于守卫, 并行之道, 同理大众之之称。 参头, 即居心道僧之守卫, 带行挂搭等各种鬼事之人。 又分四来参头即行者参头二种, 前者单称参头, 即于告相, 朴说等仪式之时, 于心静归堂之大众中, 推选曾经与此参席而赎安礼岳以规之人, 以率领大众行一进退。 赤修百丈轻规卷二告相条, 大四八, 一一一九下, 每下前, 告相新规堂者推参头一人, 又云, 若大众君欲告相, 则首座位参头, 又参头之下有小参头, 集于三位心道僧之中, 推选一人为小参头。 同书卷五谢挂答条, 大四八, 一一四一下, 参头当具小图习仪, 三人一饮, 每饮一人为小参头。 此外, 行者之参头, 称为参头行者, 乃于诸行者中, 推选最年长之就参者人之, 其职则如斥修摆帐轻规卷二讯同行条, 大四八, 一一二二上, 参头行者令喝时行者报各局物, 行堂前挂牌报仲, 又扶左参头来带领新道僧之人, 称为副参, 副参之后补者, 称为旺参。 禅轻规卷移禅灵相器间职位门, 批四千三百九十七, 参禅, 禅灵用语, 参入禅道之意, 止于施迦之下坐禅修行, 隐身位于禅定中参究真理, 无门官第一则, 大四八, 二九二下, 参禅虚透祖师官, 妙物要穷心露绝, 正法眼葬三妹王三妹, 大八二, 二四三下, 参禅者, 身心脱落也, 只管打坐使得, 不要烧香, 礼拜, 念佛, 修颤, 看经, 又参禅一再尽处, 并节制饮食, 放舍诸缘, 休息万事, 不思善恶, 莫管是非。 P四千三百九十七, 参螺万象, 又做森螺万象, 参螺与森螺同形容树木繁茂并列之状态, 宇宙间各种现象森然罗列于前, 称为参螺万象, 于佛教, 特别指与本体相对之现象界, 以现象界之千差万别, 而与本体之万法亦如畏相对之概念。 法句经书, 大法五, 一四三五上, 参螺及万象, 亦法之所应, 经所用, 森螺万象, 一词, 即源于佛家语。 P四千三百九十七, 参词谢贺, 禅灵用语, 即指对统监寺院森官之辞认, 就认, 所表示之谢词即祝贺语, 禅院清规卷三, 万序一一一, 四四五下, 兼院一职, 总领院门诸室, 如关中应付及参词谢贺。 P四千三百九十八, 曼之灵, 巴黎明玛德克奇, 米格拉, 为曼达库直, 巴玛德克奇之路也愿, 之以, 细位于王舍臣之元灵, 南传相应部第一相应四之八, 即第四相应二之三皆载, 世尊于此, 足受岩石之破片所割伤, 杂阿含经卷四十八记载, 佛陀佛与王舍臣经婆罗山, 经婆罗鬼神驻处之时事, 足为金枪所伤, 相应部第一相应四之八之注释, 说明此元灵系为提西夫人, 巴黎德克奇所建造, 法剧经注释, 巴黎德克奇在佛陀被提婆达多所投言时破片伤足之后, 比丘将之移入此元灵, 后更以往明依其婆之其婆灵, 受其婆之治疗, 别一杂阿含经卷二, P4398 曼陀吉尼池, 曼陀吉尼, 泛名MANDK, 右座摩陀岩池, 曼陀吉尼池, 曼纳吉池, 曼陀紫尼池, 摩纳摩池, 位于喜马拉雅山中西湖之一, 据南传长老季经, 巴瑟拉, JTH, 673-688季度, 阿若交成如常于此湖附近之六崖, 巴陀丹丹丹, 森林驻十二年, 受诸相供养, 于入灭前, 至竹林经舍拜叶世尊, 归返后方入灭, 一切精英一卷四十亿载, 曼陀吉尼池未泛语, 及大龙相王玉池明, 依启世经及历世阿皮谈论, 皆说此池在善布州大雪山之北, 善助相王所遇处, 并依经义而推测曼陀吉尼池应为诸天之遇池。 P4398 曼陀罗寺, 日本净土宗西山曼陀罗寺派本山, 位于爱之县江南市, 元德元年, 1329被天真陈运所创建, 初称元福寺, 七世空光改称为曼陀罗寺, 后称为赤院所, 江户时代, 该称为他, 零有诸多学徒聚集, P4398 曼陀罗华, 曼陀罗, 范语MNDRA, MNDRAVA, MANDRACA, 意义天妙, 月义, 世义, 杂色, 圆, 柔软身, 去, 白, 又做曼陀勒华, 曼纳罗华, 曼陀罗泛华, 曼陀罗帆华, 其花大者, 称为摩赫曼陀罗华, 曼陀罗华为四种天华之一, 乃天界之花明, 花色四次而美, 见者新月, 其树与玻璃枝多树同种, 学名Irythrina indica, Coreal tree, 产于印度, 夏季开花, 六七月请节时, 夜颇繁茂, 又学名Colodobis gigantia, 玛丽金属之植物, 亦称曼陀罗, 细线共诗婆神之花, 法华经卷一续品, 阿弥陀经, 法华一书卷二, 极藏, 慧愿因一卷上, P4398, 曼多罗咒树经, 为自在王菩萨经卷下所列种种外道书籍之一, 系外道先人所作, 盖菩萨为度一切众生, 而生大悲心, 生一切至心, 为一切外道论师所不能及, 以惠力自在, 虽勒之曼多罗咒树经等种种外道典籍, 方数, 然不脑众生, 亦不以此为静妙道, P4399, 曼书, 以泛名Module, 右座满如, 慢如, 亦作妙, 系曼书是立, 泛ModuleR, 之略称, 亦即为摩经所谓之文书师立, 慢书是立, 即妙德, 妙即祥之义, 为四大菩萨之一, 慢书是立菩萨与佛陀入灭后在印度出世, 宣扬大臣教义, 于密教胎藏界是现童子行, 又称慢书童子, 及慢书是立童子, 泛ModuleR, comravitia, 之略称, 大皮卢遮纳经大仪轨卷中, 参阅, 魂书菩萨, 1426, 慢书一字咒王经, 请参阅慢书师立菩萨咒藏中一字咒王经2, 1884、1918, 广东香山人, 以师森自欲, 擅长师文绘画, 身于日本横滨, 原名苏简, 自子谷, 后改玄英, 浩曼书, 母名, 若子, 未依日本女子, 父名苏洁申, 为我国粤即商人, 自幼即由其父之妾和和仙抚育, 六岁时归广东立西, 归后曾习英文, 十五岁时就读于日本横滨大同学校, 毕业后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 后改入陈陈学校, 曾参与革命运动, 其后上海, 截然一生, 于慧州出家, 从此四处云游, 居无定所, 足迹遍及爪哇, 印度, 泰国, 及隆坡等东南亚一带, 长袭范文于乔西摩长老, 且为范学会之一师, 主讲于指环经社, 民国七年世纪于上海, 享年三十五, 曼书虽未僧人, 然凭肃不做佛事, 性格率真, 不从留俗, 又因少时坎坷, 一身漂泊, 至多愁善感, 具有浓厚的悲剧性格, 行径亦不免荒诞, 为文学家之浪漫典型, 义务有, 梵文典八卷, 梵书摩多体文, 沙昆多罗, 法显佛国记, 慧生时兮玉记地明经世级旅程图, 埃及古交考, 英译燕字兼, 无提诗三百首, 燕字堪随笔, 拜伦诗选, 悲惨世界, 文学因缘, 及断红灵燕记, 焚剑记等小说术部, 经有苏曼书全集行事, 曼书大师全集, 苏曼书年普及其他, 批四千三百九十九, 曼书五字星陀罗尼品, 全译卷, 唐代金刚制义, 全称金刚顶经曼书是力菩萨五字星陀罗尼品, 收于大阵藏第二十册, 为金刚界仪轨中之文书五字法, 初说此法之功德, 其次阐明阿、 罗、 博、 者, 纳五字咒及其字义, 详说此陀罗尼宋持之功德, 并明示修行法要, 批四千三百九十九, 曼书煞华, 曼书煞, 范与摩JAKA, 巴黎与摩JSAKA, 又一座柔软华, 白圆华, 如意华, 剑花, 曼书炎华, 其花大者, 称为摩赫曼书煞华, 曼书煞华为四种天华之一, 乃天界之花名, 其花鲜白柔软, 朱天可随意降落此花, 以庄严说法道场, 见之者可断离二叶, 又南朝梁带法云锁着法华义寄卷一载, 曼书煞华义为赤团花, 学名Lycaris Radiata, 为多年生草本植物, 法华经卷一续品, 法华义书卷二, 及藏, 法华经玄赞卷二, 批4400, 曼书是历咒藏中效量数诸功德经, 全义卷, 唐代义敬义, 又称数诸功德经, 效量数诸功德经, 曼书数诸功德经, 收于大正藏第十七册, 本经乃说明持数诸之功德, 与唐代保思维所义之效量数诸功德经同本。 首先曼书是利益数诸之种类, 宣说福分利益之差别, 并赞叹菩提子之功德最甚, 具有无量之福。 参阅,念诸, 三千两百一十五, 批4400, 曼书是利益曼德加万爱秘书如一法, 全义卷, 唐代义行传, 又做大威德万爱法, 益曼德加万爱如一法, 收于大正藏第21册, 为砸秘鬼, 大威德法, 首先细说六面六臂六足, 沉水牛之相, 图世所成就法, 依应真言, 曼陀罗吉法成就之地福, 天福, P4400, 曼书师利菩萨昼藏中一字昼王经, 全义卷, 唐代义静义, 又做曼书一字昼王经, 收于大正藏第20册, 为杂密经, 文书一字法, 细世尊于静居天, 为诸天宣说曼书是利童子之谈场神咒作法, 初阶举一字咒, 暗赤洛系宴, 并阐述其功德, 其次说明此真言, 以及详述求财成就法, 恩产法, 除耻, 眼, 耳, 父等病痛法, 即除虐, 除鬼等诸法, P4400, 曼书皆地, 民国初年之流日学森, 籍贯, 生族年皆不祥, 母为日本人, 原从禅宗高德为君出家, 法明妙案, 后改习密宗, 更名曼书皆地, 才华出众, 不居小节, 常往来中日间, 伯通佛教各宗, 由经密宗。 民国十四年, 1925, 与居士王洪愿同一日森权田蕾府学密, 后以王室为反佛界, 私自于广州六荣寺为人灌顶, 而与王室发声文笔论证。 曼书皆地反复声斥居士不得坐阿舌离, 民国二十二年, 竟因此而与广州白云山纯仁四倍不下狱, 破令离月。 其后世纪不祥。 P4400, 曼书树珠公德经, 请参阅曼书是历咒藏中效量树珠公德经。 曼陀罗, 泛与马拉, 西藏与培埃欧, 几尔, 幼座曼陀罗, 曼陀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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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拿罗, 意义坛, 坛场, 轮缘聚足, 聚集。 印度修秘法时, 为防止母众侵入, 而化圆形, 发行之区域, 或建立土坛, 有益于 其上化佛, 菩萨像, 是弊相废, 故意般以区化圆形或方形之地域, 称为曼陀罗, 认为区内充满诸佛语诈, 故意称为聚集, 轮缘聚足。 在狱中, 亦有未必不尽, 而在种种场合作曼陀罗者。 据大日经书卷四载, 曼陀罗有种种意义, 自伦缘聚足之义而言, 诸尊无伦般环绕于浦门之大日如来四周协助。 在狱大日, 使众生去入浦门, 自发生之义而言, 能养育佛种, 而生佛术王, 佛果, 又由饭于抹鸭乃精至牛乳未提湖之义, 故曼陀罗佛果, 纯净荣妙, 有极无比胃, 无过上位之义。 后世密教认为, 曼陀罗主要是聚集之义, 义集诸佛, 菩萨, 甚者所居处之地。 印度驻土坛, 系于其上突出诸尊后, 复破坏之, 但我国及日本则用纸薄而图出诸尊。 日本东密, 系指于金刚戒图出金刚戒曼陀罗, 于胎藏戒图出胎藏戒曼陀罗等之两部曼陀罗, 两戒曼陀罗。 在台密, 则以苏西的法动杂曼陀罗。 又两部曼陀罗之不样因荆棘及以鬼不同而有益, 现流行之图是曼陀罗, 称为现图曼陀罗。 曼陀罗有四种, 称为四种曼陀罗, 简称四曼。 一金刚鼎晶之说, 即, 一, 诸尊具不相好容貌之图画, 称为大曼陀罗, 尊行曼陀罗, 相当于金刚戒曼陀罗之陈申会。 二, 诸尊之三昧耶, 即表示本世之气障, 刀剑等持物, 以图示或鱼手结印器, 称为三昧耶曼陀罗, 相于三昧耶会。 三, 诸尊之种字及真言, 或书种字之犯字于诸尊本位, 或以法身之三摩帝以及一切经文之位等, 称为法曼陀罗, 自曼陀罗, 相当于维系会。 四, 将诸尊之威仪式叶铸造成像, 称为结膜曼陀罗, 相当于供养会。 此四种曼陀, 又各含有三种曼陀罗, 即, 一, 都会, 都门, 蒲门, 曼陀罗, 诸尊聚集一起, 如以大日如来为中心之两部曼陀罗。 二, 部会曼陀罗, 部分诸尊, 如佛不知佛顶曼陀罗, 莲华不知实面观音曼陀罗等。 三, 别尊, 义门, 曼陀罗, 以义尊为中心之世家曼陀罗, 如义伦曼陀罗等。 一大日经之说法, 可归纳三种, 秘密身, 即, 一, 自, 乃大曼陀罗。 二, 应, 乃三昧耶曼陀罗。 三, 行, 乃大曼陀罗。 此三生各具足微移事业, 称为结膜曼陀罗。 四曼陀罗虽圆满具足而, 然, 总非于义而超越相对, 此为体大曼陀罗, 具备主向之差别, 称为像大曼陀罗, 具足三密之业用, 称为用大曼陀罗。 又四曼陀罗设尽一切存在之相状, 故对六大体大, 三用大, 称为四曼相大。 此外, 上有三种四曼陀罗之说, 即, 一, 就过去世而言, 集中于法身大日如来说法习之慎众, 为自会四曼。 二, 就为来世而言, 影像及书画, 为世间住持四曼。 三, 就现在世而言, 于家行者为行者修成四曼。 至于大致印, 三昧耶致印, 法致印, 结魔致印等四致印, 四印与四曼之一同, 乃是体同而名义, 或为四曼通于有情, 非情者, 而四印则只限于有者, 或为四曼对本有之体而得名, 四印乃对修身之用而得名。 金刚戒曼陀罗, 金刚戒, 泛于非诸拉, DH2State, 表示大日之日法身。 右坐过曼陀罗, 至曼陀罗, 西曼陀罗, 月轮曼陀罗。 此系根据金刚顶巾等所作之图, 日本东西使用自酒会形成之酒会曼陀罗, 台密则使用成一回之曼陀罗。 酒会曼陀罗乃印度随移说, 如左图所示, 阔湖内未别称。 县图曼陀罗既收146一尊。 结膜会以下之六会, 相当于金刚顶巾金刚戒顶所作之金刚戒大曼陀罗, 陀罗尼曼陀罗, 维系金刚曼陀罗, 一切如来广大供养结膜曼陀罗, 四印曼陀罗, 一印曼陀罗等六曼陀罗。 其余三会之所聚则无定说, 金刚戒曼陀罗原成生一会, 而九会则四世结合九种曼陀罗者。 其图像之意, 金刚戒表示菩提之智慧体, 坚固不坏, 且有摧毁一切之功能。 图像排列顺序性以结膜会手, 最下位将三世三昧耶会, 此即表示如来教导众生, 其化他之作用, 系, 从果像因, 之下转门, 至结膜会以下之功养会乃表示各个四曼。 四印会表示四曼相互不一, 一印会则表示四曼, 哪位绝对之之相, 哪于, 有大。 以上六会及三轮身中自性轮身之曼陀罗, 里去会为正法轮身金刚萨朵之曼陀罗, 表示欲, 触, 爱, 慢之相。 将三世博会与, 将三世三耶会, 则, 是由于以上二轮身对难以教化之众生, 显示愤怒的教令轮身之将三世明王之荣貌, 而使之折服。 此外, 将三世三昧耶会以下, 逆向结膜会, 系表示菩萨之修行顺位, 系, 从阴向果, 之上转门。 将三世三昧耶会则象征以大悲之弓箭, 设伏无名之愿敌, 发起上求菩提下化众生之誓愿, 乃至结膜会系表示完成为一具足之大日如来, 即结膜身。 或对前途依照七八九五四三六一二之顺序, 有种种解释, 如为此乃从自证制化它, 又从化它还归自证之, 自证化它则辐赦咒不二, 之曼陀罗。 九会之中, 表示结膜会, 成生会, 涂香者, 即于中央化一大元轮, 其中献出五月轮, 且于中央月轮中安置大日及四波罗密菩萨, 而于四方月轮安置四佛及四清净等六大菩萨。 其他, 附化八公养, 内四公养, 外四公养, 四摄, 贤结千佛, 外金刚部二十天, 四大神等。 金刚界曼陀罗分为佛部, 理智具足绝道圆满, 金刚部, 智, 宝部, 福德, 莲华部, 礼, 结膜部, 化它作用, 等五部。 大日, 阿, 宝身, 阿弥陀, 不空成就等五佛, 为其各不知不足, 而大日以外之四佛则自大日四清净之四波罗密菩萨出身, 故此四菩萨称为父母。 胎藏界曼陀罗, 胎藏界, 范语格巴, DH Tuesday, 乃表示大日之礼法身, 右坐因曼陀罗, 李曼陀罗, 东曼陀罗, 大悲曼陀罗。 佛之大悲, 若以胎藏位辟喻, 即从此胎藏而生曼陀罗之义, 此乃根据大日应之会图而来。 其图形不一, 如经书曼陀罗, 阿蛇里所传曼陀罗, 胎藏旧图样, 胎藏图像, 献图曼陀罗, 而不愿之费力及所列之诸尊皆有差异。 传说为日僧会果所作之献图曼陀罗立有十三大愿, 然于日僧空海之密藏记中, 省略四大护院, 而仅有十二大愿。 其他上有省略苏西地愿, 而为十一大愿者。 日本献行之献图曼陀罗即属于十二大愿, 其配列如下图, 即容纳四一四尊。 图像之意, 表示开显众生本具之应得, 即等于果德之莲花, 亦即菩提心之佛种由大悲万行之母胎, 即胎藏, 养育, 直至佛谷之义。 从佛菩提自证之德, 是现八夜中胎大日之身, 从大日之德, 是现第一重乃至第四重之诸尊, 此皆象征大日之德的一部分。 其中, 中台八夜苑之图乡, 大日位于八夜, 八花瓣, 莲花中央之花台, 东方安置一夜宝状, 南方安置开夫华王, 西方位无量寿, 北方位天古雷英, 东南方位普贤, 西南方位文书, 西北方位观世英, 东北方则位弥勒。 以上, 大日表示法界体性智, 四佛表示四智, 四菩萨表示四行, 菩提、福德、 智慧、 结魔。 胎藏界曼陀罗分位佛部、 金刚部、 莲华部等三部。 在众生心中则表示粗妄直、 细妄直、 及细妄直等三妄直时相知大定、 大智、 大悲等三德。 中台院及其东西等六院, 相当于佛部、 北方之观音、 地藏等二院相当于莲华部、 南方之金刚手、 除盖障等二院相当于金刚部、 外金刚部院设属于三部, 而通称位金刚部。 于台密, 除两部大日如来以外, 其余诸尊而为忠尊者之曼陀罗, 及金刚、 胎藏两界曼陀罗以外之曼陀罗, 称为杂曼陀罗, 又称作诸尊曼陀罗, 别尊曼陀罗。 有如来、 佛鼎、 诸经、 观音、 菩萨、 愤怒、 天等分别。 胎藏界曼陀罗之诸尊, 在本位普遍聚集, 称为都会谈曼陀罗, 普门曼陀罗, 对此, 以药师、 弥陀、 观音等诸尊为忠心所见之曼陀罗, 则称都外别谈, 别尊曼陀罗, 义门曼陀罗。 修尊圣法时所化者, 称为尊圣曼陀罗。 以不动明王位本尊之曼陀罗, 称为不动曼陀罗。 将弥陀, 观音通种子之, 格力聚, 自放置于开夫莲华中之中台八页, 称为九字曼陀罗。 此外, 画法华经说经会之圣众, 称为经法曼陀罗。 画世家三尊及传具舍论之诸族者, 称为巨舍曼陀罗。 修法之时, 仅以观想观诸尊之形象, 称为道场观曼陀罗。 至于观想自身为曼陀罗, 而在四肢五体上布列曼陀罗之诸尊, 则称之分身曼陀罗。 之分身曼陀罗中, 以胎藏界之中台八页院配于头部, 第一众之内眷属配于咽喉及心脏, 第二众之诸大菩萨配于其以下之部位, 称为三众流线曼陀罗。 地、水、火、风、空等五轮配于西、腹、胸、面、顶, 称为五轮成身曼陀罗。 此外, 金刚界之九会则配于肢体。 灌顶之时, 夫于坛上行者头花的佛所用者, 称为夫曼陀罗。 至于一般把曼陀罗作为礼拜供养之对象, 称为曼陀罗公,略称曼公, 于诸堂建竹落成时之落庆供养多修此曼陀罗。 描画弥陀之净土及弥勒之兜律天等相状, 称为净土曼陀罗, 或兜律曼陀罗, 为此应称为变相。 又图示法华经教说内容, 称为法华陀相及法华曼陀罗。 然于密教邮法华经时, 则令有法华曼陀罗。 又建立曼陀罗, 为弟子传授灌顶之传法阿舍黎, 称为曼陀罗阿舍黎。 大日经卷一具原品, 有布吉奈耶杂士卷十三, 五秘秘遗轨, 参阅, 便六千九百一十二, 批四千四百。 曼陀罗仙, 半名曼陀。 异异若生, 红生。 又坐曼陀罗仙。 南朝一经三藏。 浮南国人。 生族年不祥。 梁武帝天间二年, 五百零三, 来华, 献贡范经, 珊瑚佛像。 不久, 奉斥与僧家婆罗从事一经, 一出宝云经七卷, 法界体性无分别经二卷, 文书师利所说摩赫般若波罗蜜经二卷。 历代三宝纪卷十一, 旭高僧传卷一僧家婆罗传, 佛祖统计卷三十七, 批四千四百零四。 曼陀罗四轮, 据毗卢遮纳成道经载, 有圣意, 世俗二帝之修行, 世俗帝修行乃一经, 水、火、 风四轮以为曼陀罗, 即, 一, 本尊为黄色, 驻的轮曼陀罗, 其行为方, 称为金轮。 二, 本尊为白色, 驻水轮曼陀罗, 其行圆, 称为水轮。 三, 本尊为赤色, 驻火轮曼陀罗, 其行为三角, 称为火轮。 四, 本尊为黑色, 驻风轮曼陀罗, 其行为半月, 称为风轮。 诸布药木, 参月, 四轮, 一千八百三十七, 批四千四百零五。 曼陀罗申, 即从申而示现曼陀罗诸尊。 密教胎藏界之法弟子受贯顶以后, 阿舍里以, 按, 自加持于弟子顶上, 而流宪胎藏曼陀罗诸尊。 即观自于顶上, 卫中胎藏, 由自身三众火焰, 一众变绕燕上, 其光所照, 现第一众曼陀罗, 四一重光绕心上, 现第二众曼陀罗诸尊, 后一重光绕其上, 现第三众曼陀罗诸尊。 大日经书卷八, P4405。 曼陀罗宫, 又作曼陀罗宫, 略称曼宫, 即供养两部大曼陀罗之法会。 一般于法唐落成, 新造佛像开眼, 或珠山开创纪念等, 多修此法会。 法会时, 于坛内悬挂金刚界, 胎藏界两部曼陀罗, 由公养导师修两部合行之秘法。 P4405。 曼陀罗通三大, 指曼陀罗通语体, 相, 用三大。 曼陀罗, 为密教用来形容菩提境地万得缘闷之佛果, 然所含语义语用力不限于此, 如轮元聚足, 即无比位, 无过上位, 聚集, 发声, 谈, 道场等, 均为常见之语语。 大, 周辨法界之语。 密教之常法, 以六大, 四慢, 三密依其四地, 配于体, 相, 用等三大。 即为地, 水, 火, 风, 空, 十等六大乃诸法能生之本源, 圆满周辨于一切法界, 此称六大体大, 大, 三昧耶, 法, 结魔等四种曼陀罗, 自外界可认知其相状差别, 且于义法中具足重相, 此义圆满周辨于万法, 此称四慢向大, 身, 与, 三密, 之夜用, 圆满具足, 周辨于一切万法, 此称三密又大。 然具密藏即卷末之说, 则四慢不为配于, 相大, 且亦融通于体, 用二大, 其亦盖为曼陀罗亦含三密圆满具足之义, 故以曼陀罗为三密之用大, 又曼陀罗为诸法能生之根源, 及, A, R, 自本部生六大体大之位, 故以曼陀罗为体大。 加上密教一般说法之四慢向大, 则四慢陀罗依依皆通于体, 相, 用等三大。 参阅, 四慢向大, 1755, P4405。 曼陀罗菩萨, 曼陀罗, 泛名Mah, Katkrat, 因一谋喝酌杰罗, 意义大伦, 此尊已称曼陀罗为本事, 故称曼陀罗菩萨, 列于密教胎藏界限图曼陀罗虚空藏院下列南方第一位, 密号密密金刚, 大伦金刚, 轮圆金刚, 及起金刚。 种子位, H, 三昧耶行卫轮。 其形象位深呈黑色, 面位愤怒香, 三目六臂, 火法逆力。 左右第三手坐拳, 截小金刚轮印, 安置头顶上。 右第一手术拳置于胸前, 持三骨储, 第二手向右持剑。 左第二手术走向左持轮, 第一手向左锤, 驱使指持独骨除之头, 坐于连坐。 青龙四仪轨卷中, 胎藏界七级卷中, 密藏记, P4406。 曼图罗种姓十柱星, 日森空海将众生发菩提心之过程分类为十种形式, 而创畅, 十柱星, 之说, 其后又快者密藏宝要抄, 提出横数之二双四重十柱星, 曼图罗种姓十柱星及横之十柱星之一。 乃, 浦门万德十柱星, 之对称, 即显示众生本具之心平等而息与法身同一之十柱星。 P4406。 曼图罗关, 即密教修法时, 于道场关中, 观想本尊及卷属之曼图罗。 道场关有广, 中, 略三种, 皆行曼图罗关。 诸经轨所记载之曼图罗关, 虽有出入, 然大志如下, 坐如来全印, 观想宝楼阁中大曼图罗, 图罗坛场, 坛上有满月轮, 月轮上有大莲花, 此戏就金刚界而言, 若于他藏界, 则次序相反, 乃观想莲花月轮, 于莲花上观想本尊之种子, 三昧耶行, 尊行之转成, 乃至观想卷属盛众围绕前后。 参阅, 道场关, 五千六百四十九, P4406。 商人, 印度佛教与商人阶级向来深具渊源, 最早不失实物与佛陀者即是提位, 巴陶克萨, 婆利加, 巴巴利加, 两商人。 佛陀的教团中, 出身于商人阶级者颇重, 在家信徒之主利益为都市商人。 可说商人为原始佛教之基础, 农民则疏少信教者, 此为印度佛教灭亡原因之一。 至大乘佛教之菩萨团, 亦以都市商人阶级为主, 故于当时产生各种都市文明。 继缘后, 商人集团, 范GAA, 大致形成。 根据天液辟喻, 范Dive VVADNA, 之技术, 由于西海岸史鲁巴拉卡港商人集团与海洋贸易船之交易, 甚而制定以禁止独占法。 商人中大资产家称资产者, 范G Hapiti。 资产者中包括贸易商, 范Srithavha, 大航海者, 范Mah, Mvika, 香料商, 范Gantika, 等其他另有工匠, 范Fasani, 染物商, 范Rajaka, 等。 P4406 商人星, 大日经卷役所说六十望星之一。 即欲使内外诸学兼备, 以为所用而教授之心。 此心恰似商人先具处货物, 后考察用途以的大力, 故称商人星。 修结即至以为此心之对质法。 大日经卷一注新品, 大一八, 二下, 云和商人星。 未顺修出收据, 后分析法。 大日经书卷二, 参阅, 六十星, 一千两百四十二, P4407。 商主天子所问经, 全卷。 随代蛇那绝多亿, 又称商主天子问经, 商主天子经。 收于大正藏第十五册。 本经乃记载佛陀诸王舍成其蛇觉三十, 文书师利受佛之教, 为达商主等诸天之请问法药, 而说诸菩萨入一切智, 达一切法彼岸, 满足六度等诸种成就, 商主天子并请问佛陀, 无声, 知义, 后蒙佛受祭将来成佛。 P4407。 商主天子问经, 请参阅商主天子所问经。 商主天子经, 请参阅商主天子所问经。 商区, 范与A卡, 巴利与S卡, 宜幼座乡区, 阳区, 上区, 响区, 双区, 盛区, 商家, 商汽罗, 长汽罗, 亿亿罗, 贝, 磕, 海底软体动物之负族类, 乃体外聚罗可者之总称。 其中梭尾罗, 俗名海破罗, 发声圣响而远闻, 故佛们以知欲佛说法大勇猛, 而称法罗。 参阅, 法罗, 3428, 二系弥勒下身时, 统治世界之传伦圣王。 据增益阿含经卷44载, 死亡驻炎福的, 巨族七宝, 以正法治化, 国土丰乐, 人民英胜。 网友大臣, 明修范魔, 范Bromu, 大臣夫人名范魔月, 范Bromuvat, 弥勒即由范魔月又邪降生, 中出加成道。 其后, 王文弥勒说法, 让魏太子, 出加得道果。 长阿含卷六转轮圣王修行经, 弥勒下身经, 弥勒大臣佛经, 玄印英卷二, P4407。 商区印, 即标示法罗之印器。 商区, 范宇A卡, 意味法罗, 乃不动十四根本印之一。 其印相位左右二手之十指加附于无名指, 小指, 二中指数合, 右手母指附于中指指节, 左手母指数开。 又如来商区印及表大日如来宣说大法之德, 于胎藏修法中, 为如来生会印名之一, 结诵此印名, 可满一切善愿, 宣说大法十方文集。 其印相, 据大日经卷四密印品, 为虚心合掌, 驱二母指, 以二十指角之。 P447。 商纳和修, 范名A, VSIN, 巴黎名SA, VS。 集座舍纳婆树, 舍纳波斯, 舍纳和修, 舍纳婆斯, 耶氏, 舍诺加, 范AKA, 商诺加附梭, 范AKA, VSA。 意义胎一, 自然一, 马一。 系阿南之弟子, 赴法藏之第三组。 据景德船登陆卷一, 赴法藏因缘船卷二载, 商纳和修系摩托罗国人, 姓皮舍多, 在胎六年而生。 由阿南处受八万四千法藏, 西亿池之, 又由华诸方, 于摩托罗国曼陀山华二龙子, 于彼处迎建森柱处, 至继冰线龙奋训定等五百三昧, 华杜幽波多及其弟子, 后非腾须空坐十八遍, 而入涅槃。 十位周宣王已未年, 806BC。 又彼由前申愿立, 于处母胎制入涅槃期间, 长者商纳一, 未长脱雀, 婴儿的名。 此盖基于梵语A, 因亦商纳, 奢纳, 社若家, 奢诺家, 亦亦大麻, 非生, 因亦和修, 亦亦为亦而来者。 按巴厘文大使, Mah, Vasa, 四, 仔, 比本名三福陀, 八三MTA, 三仆加, 参富多, 亦亦以身。 长语黎婆多等共一匹舍黎臣, 祖拔旗, 巴巴基, 比丘之唱时是非法。 咸鱼精卷十三优波提品, 设立符问精, 达摩多罗禅精卷上, 五分绿卷三十, 大唐锡玉记卷一, 卷七, 参阅, 时是非法, 四百四十二, P4407。 商墨家, 范名Yimaka, 巴利名Esma或Suvai Esma, 又作闪魔家, 闪魔, 闪师, 闪子, 闪, 意义经, 乃是遵于因为修菩萨行使之名, 依菩萨闪子经所在, 过去是有意菩萨名为一切妙, 见家乙国有意长者,夫妻皆忙, 孤苦无儿, 然愿入山修无上会, 菩萨为助之, 岁愿下身为其子, 名为闪。 闪是奉父母至孝, 父母常可欲饮水, 闪乃者鹿皮提瓶至水边, 欲家乙国王入山涉猎, 物为迷路, 而为独剑涉入胸中。 闪大呼, 王金儿至闪前谢罪, 闪不诉其痛苦, 谨忧其父母, 遂托王奉养而死。 王乃伴其父母至闪之师旁, 父抱其脚, 母抱其头, 仰天大号, 天地是为其至成所感动, 以神要灌入闪口中, 见自拔出而复活, 父母惊喜两目皆开。 岸, 闪及世尊, 盲父及父王月头坛, 盲母及母摩耶夫人, 加以国王及阿南, 天地是及弥勒。 据大唐西域记卷二载, 犹化鬼字母北行五十余里有一苏赌波, 及商墨家域加以国王处。 六度及金卷五, 杂宝藏金卷一批四千四百零八。 商量, 原指商股买卖物品时之互相溢价, 于禅林中, 隐身未学人生禅半道时之问答审议。 如祖庭市院卷一位审查量之佛祖之真义, 亦如商股之良度, 使不失于中平, 而各得其义。 闭言录第三十八则平唱, 大四八, 一七六中, 一日, 愿到园里, 问云, 南方一棒, 做磨身商量, 雀云, 做奇特商量, 雀云, 和尚此间, 做磨身商量, 愿粘棒起云, 棒下无声忍, 灵机不让失, 又禅林中, 商量浩好的, 意语, 形容, 问答讨论激烈大之状况, 意用贺责口, 口头禅之意。 从荣路第十二则, 大四八, 二三四下, 得藏问修山主, 盛处来, 修云, 南方来, 藏云, 南近日佛法如何, 修云, 商量浩浩的, 零一路是众, 景德传登路卷七, 批四千四百零八。 商杰罗, 一范语A卡拉, 又作赏加罗, 意义古, 乃古代印度外奥祭祀所公之古, 此外, 亦指商杰罗天, 即为古天, 乃大自在天之别营, 据传, 大自在天曾致人间化岛, 归天之后, 姓众故恋, 遂造力其苦行积累, 古节相连成, 所, 之相, 于祭四十共奉之。 英明入镇理论书卷上, 参阅, 古天, 四千三百五十三, 二泛名A卡拉, 又称商杰罗阿舌黎, 泛A卡拉, 西里亚, 商卡拉。 印度废坛多派哲学家, 婆罗门教改革家, 身于南印度之摩拉巴尔, 身足年约于七零零至七五零年间, 或位七八零至八二零年间, 曾便由印度, 成立教团, 进行传教活动。 直接承习费陀之明思方式与奥义书, 万物一体, 之理论, 又吸收大乘佛教思想及其那教部分教义, 而改革婆罗门教为印度教, 对佛教, 其那教造成极大之冲击, 更为印度思想界注入了心血, 至今仍为印度思潮之主流。 其所建立绝对一元论, 或纯粹不二论, 之体系, 认为现实世界皆为幻香, 泛NY, 而非真实, 为有个人之精神, 我, 和宇宙之最高原则, 泛, 方位同一不二之真实存在。 商杰罗之主要论点位, 一, 泛论, 商杰罗以为, 泛, 虽是真实而唯一者, 但由于个人智慧不同, 所体现之泛亦有上泛, 下泛之分。 一, 上泛, 乃表现于, 上至, 之泛, 唯一绝对而实存之精神, 其特性位, 无德, 无行, 无差别, 无属性。 二, 下泛, 乃表现于无名, 下至, 之泛, 其特性位, 有德, 有意志, 人格性, 此时有无数的友情存在。 二, 世界观, 采取两种看法, 即, 一, 从真谛门看, 世界乃幻化迷忘之产物, 亦即新时动, 身万物, 新时不动, 一切皆空。 二, 从俗地门看, 世界之最初, 唯有, 泛, 存在, 其实, 泛虽具有无量之种子力, 然人未发展为, 名色, 此一鸣然状态称为, 非变异, 持续一段时期后, 泛以自身之意志, 发挥其种子力, 将非变异世界变成分华之现实世界, 称谓, 以变异。 在经一段时期, 泛又收回此, 以变异, 状态而回复, 未变异, 之世界, 如是不断反复交替, 乃未伤结罗之, 下犯世界观。 三, 有情观, 自上至立场观之, 并无有情之存在, 仅有一唯一常住之, 最上我, 范哈人特曼, 然自下至之立场观之, 由于下犯所具有之, 人格性, 遂有下犯之世界出现, 并因而产生无数友情, 称为, 个人我, 范迪特曼。 此等有情由于无名之故, 乃附上五封, 十一根, 肉体等性质, 犹如水中之月, 映现出千差万别之现象。 四, 解脱观, 一, 从第一异地而言, 上至者具有常住, 光明之真我, 故不须经由修行证悟, 此乃真实之, 观托, 即无身解脱, 犯非达和摩迪, 即可达于梵界。 二, 从下犯之信仰而言, 下至者则需修寂静, 节制, 离遇, 祭祀, 苦行等, 并于生灭之后, 由天道而入于梵界。 这有范精, 范Broma, Astra, 柱, 宝家范哥, 范Bogavad, JT, 柱, 我知觉知, 范TMA, Botard, 问达满, 范Yupade, Shasr, 五分法等。 P4409, 商杰罗主, 范明Akara, Sfimmin, 英译商杰罗塞富弥, 意义古主, 又称商杰罗主菩萨, 系印度之英明学者, 陈那之门人, 为六世纪人, 济世清, 陈那等后出, 其学以英明为宗, 是其师陈那菩萨之英明正理门论, 而这英明入正理论一卷, 以破外道邪说, 复兴英明之学。 又商杰罗乃大自在天之别名, 师之父母以其请此天而得师, 故称为商杰罗主。 英明入正理论书卷上, 英明论书瑞元记卷一, 参阅, 所天,4353, 批4410。 商迷国, 西域古国民。 又作奢迷国, 双迷臣, 奢摩杰罗蛇国。 别称哲学末孙国, 巨卫国, 居卫国, 居卫国。 关于, 商迷, 之原因, 有各种一说, 或作Megabyte, MBH, AMB, AMA等。 一大唐西域寄卷十二载, 此国周长二千五, 六百里, 山川相见, 堆附高下, 骨架被植, 书卖弥蜂, 盛产葡萄, 出雌黄, 凿崖者方得知。 气蓄寒而风俗即, 人性纯直, 俗无礼义, 智谋寡侠, 既能浅薄, 文字同赌或罗国, 语言则不同, 多川沾河。 王位是种, 故崇敬佛法, 国人从其教化, 莫不纯信。 有迦兰二所, 僧徒寡少。 此国位至, 约当于经巴基斯坦之气特拉, 特拉,地方, 及白夏瓦之北, 兴兜库时山脉之南。 网武天竹国传, 慧超, 洛阳嘉兰记卷五, 悟空入竹记, 大唐西域记卷六节比罗伐苏赌国条, 汉书西域传第六十六上, 北石西域列传第八十五, 唐书西域列传第一四六下, As Bill Buddhist Rikers of the Western World, 佛, T Waters on U N Kwon, 佛。 P 4410 启剑启语书, 欲九汉, 举行其愿降雨法会时所送唱之书。 在启语法会期间, 每日二次周饭时, 粉诵七遍大悲咒以祈求降雨。 而法会之首日称为启剑, 特别庄严道场, 粉诵能言神咒, 向观世音菩萨祈祷, 并宣读书文, 此时所宣读之书文, 即称起见其语书。 赤修百丈清规卷一批4410。 起见探佛, 只受戒会第一日所举行之赞佛仪式。 戏于中, 约上五十十左右, 迎圣奉经终了, 即由教授之劝景导师, 起请师, 起师, 而举行赞叹佛德之仪式。 P4411。 启蒙书, 三藏典籍中, 能启发蒙昧, 而身颁若政治之书。 经典中, 诸如训世教徒所需引用的 聚集之法聚经, 聚集因缘谈之咸鱼经, 杂宝藏经等, 以及印度传术如龙树之无提经, 劝发诸王药记等, 皆称为启蒙书。 我国随代至已所者之修习指官 作禅法药, 小指官, 唐代法藏之华言经诗子章, 宋代静善之禅林宝训等艺术之。 此外, 日本良辩之官新月孟超, 宁然之八宗刚道, 三国佛法传通元起等, 亦皆为启蒙书。 近代以来, 此类著作多, 如英国洪飞瑞斯, Chapter, Humphreys, 诗, 佛教, Buddhism, 一书一广受诵读, P4411, 启请, 范语阿太恩, 阿太伊达, 即奉经之前, 奉请诸佛, 如举行能言会之计, 当唱能言会上佛菩萨之名号, 而能言头举唱, 难无能言会上佛菩萨, 即所唱之文, 称为启唱。 禅宗之, 妄会略菩萨, 系每月初一, 十五日行略试之菩萨会, 于忏悔文之后, 举唱, 难无过去欺佛, 难无释迦牟尼佛, 难无文书菩萨, 难无普贤菩萨, 难无观世音菩萨, 难无弥勒敦佛, 难无历代祖之菩萨, 等佛名, 此即起请, 其后才唱四弘誓愿, 然于藏仪中, 宋伦延咒时并不行起请之仪, 密教之起请则是以应名起白凤请之之趣, 即于金刚戒法中, 结宋道场官, 大虚空葬, 小金刚轮等应言, 具备轮坛后, 未于道场所官之本尊明会一体之故, 而于赵请他方净土之本尊圣众时, 先以应名起白凤请之之趣。 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卷上, 入人家经卷一请佛品, 禅灵象器兼讽唱门, 参阅, 平举, 一千九百一十九, 劝请六千七百三十五, 批四千四百一十一。 起双台, 只设至戒谈。 双台, 原为执掌法律之处, 即为御使台之一称。 禅院清规卷九, 万序一一一, 四六四上, 谢大戒祠, 万岁天宁之节, 特启双台, 批四千四百一十一。 问大臣终身一十八科, 请参阅大臣一章。 问王老师做什么, 禅灵用语。 一集自己本来面目原本剧足, 何必向外四处询问诗家。 必言录第二十一则, 大四八, 一六二中, 江北江南问王老, 主人公在什么处, 问王老师做什么。 而自踏破草鞋, 主人公即指自己本来面目, 王老师, 则指诸善之事。 批四千四百一十一。 问曲, 及语, 问者, 同位询问之意。 大会普觉禅师与陆卷二十二, 大四七, 九零四上, 石头云, 尔王将西问取马大师去, 又如, 大四七, 九零六中, 十回被诗家问者, 九回之对不得, 批四千四百一十二。 问佛觉仪经, 请参阅大梵天王问佛觉仪经。 问训, 梵语, Protisamodana, 净礼法之一。 吉项师长, 尊上和长驱躬而请问其其其居安否。 大智度论卷时, 载有二种问训法, 若言是否少脑少患, 称为问训生, 若言安乐否, 称为问训心。 智后是智问训, 仅为何长低头。 禅宗所用之做法有九种, 一、三寻问训, 于方丈小做汤, 众僧做于方丈式慢笋汤, 之计行一做一香一汤一及行礼, 之三回问训。 二、四处问训, 对森堂之四板头, 四板之头手烧香问训。 三、七处问训, 就森堂内七处之炉烧香问训。 四、坐下问训, 在法堂之须弥坐前问训请法。 五、戒香问训, 当为纳于初班上香之计借助持香时, 先向助持问训, 待烧香之后, 在向助持行问训礼, 其时则称谢香问训。 六、夫坐问训, 禀夫人, 持福子代助持上法座向大众开示说法者, 请助持夫坐, 令侍者问训。 七、请坐问训, 于方丈行查理时, 先由适者行至住持前问训。 八、普通问训, 又坐普问训, 普通问训, 即普向大众问训, 或大众一时问训。 九、略问训, 又坐小问训, 仅为何掌低头。 此外, 一般所行之问训法, 以两手向驱, 驱腰至膝, 操手下去, 和掌上来, 两手拱其眉。 我国佛教徒多于拜佛将结束时, 以问训作结。 中阿韩卷六教化并经, 法华经卷五从地永出品, 大制度论卷时, 大宋僧史略卷上, 世事要揽卷中, 批4412。 问答, 即往返答复以阐明法门之义理。 一执问者与解答者分别相对交换议论。 经典之体才多为佛应答他人请问而说法之形式、 论、 注释或示意之书则已采用问答体位多, 此法具有明确显示论指之优点。 二禅灵中, 弟子问, 施迦答之方法。 为教育, 接引门徒的重要方法之一, 并成为禅宗独特之宗风, 盛行于中堂以后。 施迦回答时, 多不用理论或逻辑答复之, 而往往已看似怪异, 荒谬不可解之语句或姿式来触发弟子之悟性。 古尊宿语录卷十三兆周珍纪禅诗语录并形状上, 万序一一八, 一五五下, 问, 凡有问答, 落在一根, 不落一根, 诗如何对, 诗云, 问, 学云, 便请诗道, 诗云, 莫向者理是非。 三论议或宗派兼之论证, 亦多称为问答。 参阅, 论议, 6173, 批4412。 问答蛮, 泛名Yupade, S.Hasser, 维八世纪请致印度费谈多派哲学家, 宗教改革家商杰罗, 范Akara, 传, 以问答方式谄论其教说。 内容由运文篇, 范Padibandha, 散文篇, 范Gadibandha, 组成, 若以三十二英节位一单位, 即Loka, 首卢家, 既然散文结束, 加上运文篇, 全书共约有一千节。 著世家对两篇先后次序之安排各有说法, 一说运文篇应列于前, 一说散文篇应列于前。 运文篇十九章, 以大盛句, 他以 Fantative MSI为主题, 反复解说, 不二一元论, 之各种基本问题。 散文篇有三章, 阐述以听文, 范Rafale, 思维, 范Monyana, 冥想, 范Nidithesana, 未到达解脱之三阶段, 此外, 并讨论无名, 范Avidi, 傅托, 范ADHerober, 等各种哲学重要问题。 本书为研究商杰罗思想之入门书。 S.W. Mijagad Nanda, A Thousand Teachings in Two Parts, Pros and Poetry, of Three Sankar Chapteria, Madras, 1949, P4413。 问话, 一禅灵中, 修行者向诗家请问疑惑之语句。 二又做问禅, 即禅客对诗家之参禅问答。 灵记录上堂, 大四七、四九六中, 此日法言为一大事故, 更有问话者魔。 素质问来, 又古来学人常以学习问话为能试, 产生不少弊病。 顾锐陆寺本先禅师曾为, 学问话为必试参学佛法。 参阅, 问禅, 四千四百一十四, P4413。 问过, 禅灵用语。 即师家提出质问已试验对方知境地。 必言录第四十一则, 大四八、 一七九上, 要记何须见作家? 若不验过, 真便端地。 欲着事与一见, 又且何妨。 也要问过, P4413。 问端, 即问题, 问话之语。 细指一指问而得论意之端序。 必言录第二十九则, 大四八、 一六九中, 解火光中立问端, 那森尤至两众官, 可连一句随他语, 万里区区独网还。 参阅, 问话, 4413, P4413。 问这, 即受菩萨戒时, 戒师问受戒者, 过去是否曾犯七重罪? 七重罪即, 出佛生血, 杀父、 杀母、 杀和尚、 杀阿舌梨、 破解摩僧、 杀圣人。 禅门受菩萨戒规, P4413。 问巧, 只突然无意之发问。 此语典故系佛陀未劝说莫多问于身无利益之事, 而叙述过去是曾为一比丘, 应长生无穷疑问, 中物失真正之利益。 据大方等陀罗尼金卷三所在, 此一比丘因甚贫穷, 欲往大不知会所, 于途中就所见而生种种于问, 如乔和人所作等, 作七千八百问, 因此耽误智慧所知时间, 以智所需物品荡然无余, 中魔所获而归。 摩喝止观卷时下, 大四六, 一三七上, 方等云, 种种问桥, 智者所喝, 批四千四百一十三。 问禅, 及参禅问答之以, 又作问话。 宋代以后之禅院, 逢谈乐及官人来向住持求申做说法时, 有选派以特定僧人向住持质问之惯例, 此质问僧称为禅客。 禅灵向器兼职位们, 盖官人入寺, 屡请申做说法, 及时禅客出众问答, 明知曰问禅, 此外, 一般问者已对聚之运语求问, 有时亦有用送扣问之通力。 而后, 此种问禅见次倾向口头之形式, 而玻璃本来禅问答之领域。 杨齐方会禅师语录, 古尊宿语录卷二十二, 黄海东山衍河上语录, 禅灵宝训卷三, 批四千四百一十四。 翠卓, 比喻禅灵师家与学人二者之机一相应投合。 学人请求禅师启发, 辟之如翠, 禅师启发学人, 辟之如卓。 据禅灵宝训音一载, 翠卓, 如鸡暴卵, 小鸡欲出, 以嘴顺身, 名为翠, 母鸡欲小鸡出, 以嘴涅壳, 名为卓。 故禅灵师徒之间鸡缘相投, 多以翠卓, 一词予称之。 若修行者, 师家鸡风相应投合, 毫无间隙, 称为翠卓同时, 而与禅者鸡风相应之鸡法, 则称为翠卓鸡。 必言录第十六则, 大四八, 一五六上, 大凡行较人, 需具翠卓同时演, 有翠卓同时用, 方称那僧。 如母欲卓, 而子不得不翠。 子欲翠, 而母不得不卓。 忠略, 所以翠卓之机, 皆是古佛家风, P4414。 亚, 禅灵用语。 一系用于学人虽欲表现一己之所得, 然穷尽言语而无法表达实, 或未表示佛法真理是难以言语表达实之用语。 灵记录堪辩, 大四七, 五零四上, 师问信山, 如何是录的白牛, 山云, 欧欧, 诗云, 雅那。 二表示笑声, 鸟叫声。 又作雅雅。 碧言录第十四则, 大四八, 一五四下, 言浮树下笑呵呵, 昨夜离龙凹角折。 非止离龙凹折, 有谁见来? 还有证明魔。 亚, P4414。 亚字的梦, 禅陵用语。 原位亚者不能将梦境告诉他人, 于禅陵中, 转于学人自己体悟之境地, 无法以言语与他人谈着。 据无门观载, 无门者语曰, 大四八, 二九三上, 参各无字, 昼夜提思, 莫作须无悔, 莫作有无悔。 如吞了个热铁丸相似, 吐又吐不出。 荡静从前恶知恶觉, 九九纯熟, 自然内外打成一片。 如亚子的梦, 只许自知。 盖茨吉表示以心传心, 严远不及, 一路不道, 绝不观他纯稳之意。 与亚子吃黄连, 亚子吃苦瓜, 冷暖自知等与代位同意。 亚子, 又作亚汉。 批四千四百一十四。 亚阳外道, 印度外道之一种。 此外道认为于修行法门中, 已如亚阳之不语, 为最殊胜。 四分律形式超卷下三载有, 大四灵, 一三三中, 僧止受人礼拜, 不得如亚阳不语, 异语。 形式超资十计卷下三, 大四灵, 三九七中, 如亚阳者, 彼有亚阳外道受不语法, 是有持不语者, 畏畏上行, 此外道法, 一速舍之, 批四千四百一十四。 亚阳僧, 犯语E.M.Kansas, S.A.G. 又作阳僧, 至于吃之僧。 四种僧之一。 亚阳, 即辟欲至于之人。 巨大制度论卷三载, 虽不破戒, 顿根无惠, 无勇猛精进之力, 不别好丑, 不知轻重, 不知有罪无罪, 若有僧事, 二人共振, 不能断绝, 莫然无言。 譬如白阳, 乃至被人杀, 不能作僧, 故称为亚阳僧。 又根本萨婆多部绿色卷七, 为阳僧急于三藏不能解者。 参阅, 四种僧, 一千八百一十七, 批四千四百一十五。 亚法, 乃至不言语之修行法。 又作法, 为外道之修行方法。 佛门弟子若修此法, 则同于外道, 为小乘律法所尽止。 四分律节魔书记 原记卷二十一, 万序六四, 四九二下, 十颂云, 若受法偷懒, 以同外道故, 中略, 僧止中不得受不语法, 若欲方便少事, 不语的至半月, 于不萨时应共语, 问训、问世、答世、 咒怨等也。 过不萨以, 蓄复如初。 若交曼田惠而不语者, 越疲靡。 若为年少欲折服者, 听十五日不共语论, 至不萨时还共语。 然大臣则不经之。 十颂律卷二十三, 四分律卷三十七, 五分律卷十九。 批四千四百一十五。 安, 西谈字, 欧, 为关于咒文最初之祈祷语, 含有神圣之义。 源于废陀为应诺之义, 又用为咒文及祈祷文 首先发音之圣音, 范PRAα, 至奥义书附加秘密之义, 成为观想之对象, 进而作为犯, 世界, 依此观想之时修为达到第一亿, 犯, 之法。 安之字义, 密藏即莫列有闺命, 供养, 三身, 经觉, 社福等五种, 通常仅用前三种。 本字由, A, A, U, U, M, M, 三字合成。 A, 为菩提心, 诸法门, 无二, 诸法果, 性, 自在等之义, 义为法身之义, U, 为报身之义, M, 为化身之义。 和三字, 故为安字, 社义无边, 故为一切陀罗尼手。 密教不仅采用神咒之形式, 亦摄取各种解释法。 咒文中观安字者甚多, 如大日真言, 安阿卑罗摩茜梭婆赫, 西藏喇玛教六字明咒, 安玛那巴欧, 等皆是, 若修观此安字, 则三身呈现家持护佑行者, 即以此功德, 而成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盖组成安字之三字, 在古代印度思想之中, 表男, 女, 中三性, 或表示过去, 现在, 未来三时, 又配于三沸陀, 或配觉, 梦, 熟眠三态, 或配火, 风, 日三种, 或配时, 水, 月, 或配天, 空, 底。 而后印度教中, 又比你为皮尸奴, 犯Viu, 师婆, 犯艾发, 犯, 犯B. R. 等三者, 以及司长护持, 破坏, 创造之三神一体, 犯Trimati, 守护国界经卷九, 密藏纪超卷九, P4415, 暗字印, 此印细密教用, 已表示说法经绝众生之标志, 又称进行者吉祥印, 进行吉祥印, 吉祥印, 印相乃左手手掌上仰而侧斜, 驱使指而生于指, 据大日经书卷二时, 掩奥超卷十四所说, 或因进行者结此印欲语身, 须先唱鞍自身, 故称印名为鞍自印, 又大日经书卷五所载之四面四必犯天之左第二手即作词印, 设大仪轨卷中, P4416, 鞍自观, 即密教用于观想, 欧, 鞍, 自自义之观法, 守护国界经卷九载, 鞍, 自己指一切法门, 毗卢遮纳佛之真身, 一切陀罗尼姆等, 从此自能生一切如来, 又说三世诸佛皆依此观的菩提, 世家修行六年苦行义不得成佛, 受空中化佛之指示, 于鼻端观进月轮, 月轮中修安自观, 始于后夜分, 近日初时, 陈佛, P4416, 鞍呼噜呼噜, 全称, 鞍呼噜呼噜, 赞驼力魔尘止沙婆喝, 细药师如来之真言中, 较短之皱纹, 其中, 鞍, 亦未归命, 呼噜呼噜, HuraHura, 亦未宿吉, 赞驼力, CARE, 亦未报恶乡, 魔尘止, Madaji, 亦未向王, 杀婆喝, SVH, 亦未成就, 乃其福消灾, 拜药师如来时口诵之真言, 药师如来观行乙鬼法, 诸尊真言巨义超卷上, P4416, 安阿欧, 亦即止, 欧, 安, A, 阿, H, O, 三种子, 未密教用以安置于佛像三除之三种子, 安相三昧以鬼经说明有关雕塑, 供养诸佛菩萨像, 所应注意事项中, 未观想如来如真实身, 诸相圆满, 以安字安顶上, 以阿字安口上, 以欧字安心上, 二密尘修行法中, 利用平常呼吸之入, 住, 出, 于一口气往复之间念出此三字, 此三字系即为神圣之字因, 若随呼吸不断念诵, 极致不念自念, 念不念了摩擦别, 无有间断即为金刚念诵, 依此金刚念诵, 能与本尊合一, 契入理体法性, 又此三字代表本尊, 本尊常在无人呼吸间, 无人急注于本尊法身而入于第一异地之真理, P44116, 安黑豆, 禅灵用语, 戏骂人警就金卷之文字表面意义加以理解, 而疏忽内涵之真意, 黑豆, 即文字, 安, 又坐, 眼, 焉, 只以守进食, 或含于口中, 景德传灯陆卷十二, 大五一, 二九零下, 诗音伴下上黄博山, 见和尚看经, 诗曰, 我将为是个人, 原来是安黑豆老和尚, P44116, 安玛那巴欧, 范语欧玛 I Padme H, 又坐安那巴欧, 安摩尼那明欧, 安摩尼头弥欧, 义位, 皈依莲华上之魔尼珠, 即西藏佛教图像莲华寿菩萨, 范Padma, Pi, 即求未来往生极乐之时所唱之六字明咒, 西藏佛教图相信此, 菩萨在极乐世界, 藏B.E.B.A.K.N. 之连台就祭祈祷着, 令出离生死, 故不问僧俗, 慎行口唱此明咒。 据西藏古来之传说, 约西元四世纪左右, 有一掐陀朵斯言赞, 藏佛, 而I.G.N. 曾由天上得到四宝, 四宝之一集为六字明咒。 又西藏观音金摩尼加布婆, 藏M.I.B.K.A.榜, 以诗赞叹此六字明咒之功德, 称其为智慧, 托, 救济, 快乐之源。 即人作一度六字明咒, 宝中之暗, O.C.其功德能断死后流转于天界之徒, 唱M.M.A.C.能免轮回于恶鬼所住之修罗道, 唱N.I.C.离在寿生于人间界之恶, 唱B.H.C.令人能远离轮回处生道之灾难, 唱M.C.能脱审轮于恶鬼道之苦, 唱O.H.C.能免于死后堕入地狱道之苦。 又描出暗字以白色表示天上界, 马字以青色表示修罗道, 那字以黄色表示人间界, 八字以绿色表示畜生道, 字以红色表示恶鬼道, O.字以黑色表示地狱。 又不单口唱此明咒时有功德, 即者之于身,或持于手,或藏于家, 亦得生死解脱之音。 西藏人多书此六字明咒于长步片等, 藏于金筒中,称为法轮, 一般以手自转,或依风车, 水车之历史之旋转,称为转法轮。 并认为旋转法轮之功德得以了脱身死轮回之苦。 最大之法轮,书有十亿之明咒。 又西藏境内所见门户遥阳之旗配, 即为此六字明咒, 路旁所见之悲意识, 可见其遵性六字明咒之情状。 大臣庄严宝王金卷四,一。 Shergent White Buddhism in Tibet, P4417。 畅一,由僧之畅贺, 分配王僧三一等物。 出于佛制,律中定其作法。 据五分律卷二十, 四分律卷四十亿所在, 王僧生前已与人之物, 即与其人, 以与人而尚未持取者, 作白二结膜而与之, 其生前未与人者, 则于献前僧众中分配之。 另对看护病人者之送与, 则是比看护程度而与之。 此等分配工作, 竟止于王僧师生前进行。 幼王僧生前若负债, 或为己付疗养, 丧葬等费用时, 一般皆由为那预先平定遗物价格, 及和僧众而尽受让肚之, 称为孤畅, 提医, 孤医, 或称卖医。 其后, 畅医之法健身必病, 事事要揽卷下唱一条极数其事, 位于畅卖时争议价格之高低, 喧闹取笑, 以为快乐。 皮尼母精卷三, 十送绿卷二十八, 有部幕的家卷八, 萨婆多皮尼皮婆沙卷五, 四分绿占补随机结膜卷下诸分一法, 事修百丈轻规卷二千画唱一条, 蝉铃向器尖丧剑门, 批四千四百一十七。 唱拍相随, 只唱歌与相合之拍手节奏相当紧密, 调和。 比喻师徒之正气相沟通。 闭言录第六十四则, 大四八, 一九五上, 南全副举前话, 问赵周, 周便脱草鞋, 于头上带出, 南全云, 子若在, 恰旧的猫儿。 唱拍相随, 知音者少, 将错就错, 批四千四百一十八。 唱识, 即唱诗识之计, 又称诗识。 禅愿行周泛识试识, 唱咒愿文, 称为唱识。 禅愿轻规卷一载, 周十唱, 万序一一一, 四四一下, 周有十利, 饶意行人, 果报升天, 就近常乐, 摘时则唱, 三得六位, 师佛吉森, 法界仁天, 普通公养。 赤修百账轻规卷四为那条, 批四千四百一十八。 唱道, 法会或摘会时, 宣说教理以开导众心。 与演说, 说教同意, 然为一种教浅定之教导方法。 又唱道戏有关经典之讲演说话, 即就经文而讲, 故又称讲经, 讲说, 唱说, 说法, 讲道, 宣讲, 宣唱。 唱道一词, 出自法华经卷五从第永出品, 大九, 四灵上, 是四菩萨, 于其众中, 最为上手唱道之诗, 天台三大步补助卷九位, 启发法门称为唱, 引接物机, 称为道。 据梁高森传卷十三载, 习时佛法初完, 于时斋集, 只愿唱佛明, 依文治理, 至中消疲疾, 世资起悟, 乃别倾诉得身作说法, 或杂叙因缘, 或傍引辟语。 其后, 庐山会远美于斋集自身高作, 先明三世因果, 复便意斋大意, 后代言习, 岁臣永泽。 佛事时, 设立符曾未上作, 唱道颇家。 梁高森传卷十三副列举我国当世著名之唱导师, 如道照, 谭影, 谭光等识人。 续高森传卷三十杂科生得偏列举惠名, 立生等人, 宋高森传卷二十九, 卷三十杂科生得, 偏意举出倡导家法证, 五等。 梁高森传卷十三意举出倡导师所需具备之四种条件, 即, 一, 生, 土因聊量则可洗涤成心。 二, 辩, 论难时之应辩能力。 三, 才, 出口成章, 临时采薄。 四, 薄, 薄通经论书是乃至民间记忆。 唐代时, 由于部分佛教徒致力于佛法之普及, 倡导, 法会逐渐演化为, 俗讲, 法会。 顾讲经对象, 不限于教团内僧侣, 寺院外之一般是俗民众义为说法对象。 为布教传道之方便, 平易通俗之说法成为其特色。 为使民众义于理解, 于是选择教材, 融合转读, 赞倍, 讲经说话。 随着倡导之世俗话, 倡导师亦被称为说法师, 画俗法师。 旭高森传收录数篇倡导师所用之种本, 词章, 忏悔文, 倡导文等。 又从广宏名集所收二十余篇广备一用之倡导文, 可知大多位罗列华丽词早所成的表白体之倡导文, 如贞观之孟父, 王森如之礼佛倡导发愿文时束手, 忏悔礼佛文, 出叶文等。 此外, 我国分类编排有关佛教故事之, 经律异乡, 法愿诸灵, 诸金耀吉, 以及感应传, 往生传, 灵验传之编转, 刘布皆与倡导有密切关系, 故倡导为佛教文学之基础。 日本之倡导, 始于七世纪左右圣德太子时, 与中世时与平民之日常伦理生活相结合, 更加平民化, 倡导意见成为独立而职业性之工作, 专事技巧, 倡导师亦有续期者。 倡导意为日本之义能, 文学形成与发展之要素, 由宗教信仰产生内审功夫及敏锐逻辑, 伦理能力, 赋予日本文学与思索方面之心生命, 提供义能, 文学创造之题材。 大宋森史略卷中行乡唱导条, 南海纪归内法传远寺, 法院朱林卷24, 参阅, 俗讲, 3727, 说法, 5922, 批4418。 唱导师, 义法会之首作, 唱诵经文时, 担任指导众森之职务。 又称导师。 参阅, 导师, 6219, 二日本之唱说佛法, 以指导人心者, 称为唱导师。 又做唱导师。 后更运用技巧说教, 附加高低曲调, 圣或以类诱人感悟, 而终致便致。 参阅, 唱导, 4418, 批4419。 唱礼, 即在法会时唱诵礼拜之仪式, 一般唱诵五回, 五大院等文。 于密教, 则指行者对于父上曲谱之正法守护善神等寄送, 唱诵并礼拜之。 唱礼之初, 所唱奉请之佛名, 有金刚界, 胎藏界, 及金胎两部和宫等三种差别。 一, 金刚界, 唱礼南无常驻三世净妙法身金刚界大悲疲鲁遮纳佛, 南无金刚坚固自信身佛, 南无福德庄严俱身阿佛, 南无受用智慧身保身佛等。 二, 胎藏界, 唱礼南无清净法身毗卢遮纳佛, 南无东方宝状佛, 南无西方无量寿佛, 南无南方华开夫佛, 南无北方天古雷音佛等。 三, 金胎两部和宫, 唱礼南无胎藏金刚界清净法身大悲疲鲁遮纳佛, 南无东方宝状阿佛, 南无南方华开夫宝身佛, 南无西方无量寿阿弥陀佛等。 此概依法会而异, 如阿弥陀三昧时, 用金刚界之弥陀唱礼, 于蓝盆三昧时, 用胎藏界之弥陀唱礼。 我国素有唱礼仪式, 一日僧元人之入唐九法寻礼行迹所在, 关于扬州观音院之天台大师济日设斋之行事, 即顺序为梵音、 传经、 三礼、 探佛、 摘文、 佛名、 唱礼。 日本东密别无唱礼名目, 为表白中后, 由导师唱五回, 胎藏界则是九方便, 劝请, 五大院, 胎藏界则是五世院, 小祈院, 礼佛, 而总称谓唱礼。 又法会中, 唱礼多由供养导师所监。 大日经卷一句原品, 三昧流口传吉卷下, 梁佑, 第四千四百一十九。 唱礼, 及唱颂经明。 与称明念佛不同之处, 乃前者为唱颂经典题目, 后者为称念佛菩萨名号。 经题总摄经典全部内容, 或一心唱念经题, 或一经所诸如法时相功德, 自然人容, 及身成就妙果。 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中载, 会思为人所害, 将死时, 念般若波罗蜜经之经题, 而起死回生。 旭高森传卷十七至以传位, 至以临终唱颂法华经及官无量寿经等二经之经题。 此外, 日本最诚意谈说唱颂南无妙法连华经之功德, 至日连更立唱唱题之功德为正佛果之方法, 故日连宗一般又称唱题宗。 参阅, 信念唱题, 三千七百一十七, 批四千四百二十。 唯, 梵语M-TRACT, 因译摩达拉多。 译此字含有三意, 一, 简别, 即简别此法译于他法。 二, 决定, 即决定有此法。 三, 显盛, 即显示此法之书胜。 大臣法院一零章卷一末, 成为十论数计卷一本, 二数论学派以为表示及维系元素之义。 经七十论卷上, 大五四, 一二五零下, 五为生五大, 生为生空大, 中略, 相为生地大, 批四千四百二十。 唯一神道, 日本神道之一派。 右座吉田神道, 补布神道, 原本宗原神道。 补布兼具创畅于是挺时代中叶。 为神道为根本, 儒教为之叶, 佛教为华石。 并立显密二义, 密义, 即神为本地, 佛为垂。 细义以大元尊神为为一绝对神之神道信仰。 唯一间采如, 佛之说。 该教之重要点即有唯一神道明法要即, 神道大义等。 P4420。 唯心, 梵语, 宇宙所有存在皆由心变现, 心外无任何实法存在。 一极心为万有之本体, 唯一之真实, 华言一成十玄门之, 大四五, 五一八中, 三界虚妄, 唯一星座, 即此意。 盖有情生存之迷戒, 三界, 稀释一星所变现, 为心外有实在之某物, 乃纯属妄想所致, 故言三界为一星, 心外无别法, 一极三界为心。 一星, 法相宗解为阿赖耶时, 有万法为时之意, 华言宗则解为如来藏自信清静心, 有真如随缘作诸法之意。 一成观之华言经书卷四十载, 就三界为心而言, 二圣之人认为心外之敬畏时有, 系以由心软辩之意来解之, 大臣亦将心分为赖耶, 阿赖耶时, 与如来藏二类, 且广利时门家以详说, 如之礼之时不二门只要超卷上以为心, 由心之语来区别大臣与小臣之缘起说。 六十华言经卷十夜摩天宫菩萨说, 祭品如来临菩萨之计, 大九,四六五下, 心如公画师, 画种种无因, 一切世界中, 无法而不造。 如心佛一耳, 如佛众生然, 心佛即众生, 是三无差别。 即是说明心, 佛, 众生乃三无差别, 亦即三法无差。 于此, 华言宗称心未能造, 造者, 佛与众生未所造, 被造者, 物如来藏者未佛, 弥者未众生。 缘起有染尽之别, 但心之自体皆同, 故说三法无差。 对此, 天台宗山家派称佛, 心, 众生三法未同一之三千法, 故非仅心是能造, 能聚, 聚有者, 佛, 众生义是能造, 能聚, 非为佛, 众生时所造, 所聚, 被聚有者, 心义是所造, 所聚。 而天台宗山外派则主张心未能造, 佛与众生未所造之一说。 至于法相宗, 则解此为实无尽, 真言宗则为佛与众生三密平等。 六十华言经卷二十五, 十的品, 十的经论卷八, 成为十论卷二, 成为十论数记卷二末, 华言经探玄记, 参阅, 山加山外, 九百四十九, 为十, 四千四百二十四, 批四千四百二十。 唯心由心, 位区别大, 小二圣缘起说之语。 一之礼之时不二门只要超卷上载, 大臣唯心, 小臣由心。 即大臣之缘起说, 以僧罗万象之万法并 并非实存于心外, 而说一心之变现, 如心华言经卷十九, 大一零, 一零二中, 应观法界性, 一切为心造, 十的经论卷八, 大二六, 一六九上, 一切三界, 为心转固, 等即是。 就此, 一心, 而论, 法相宗, 法性宗之解释不同, 前者已生灭之第八阿赖耶十未缘起之根本, 故为心即为实, 亦即由第八阿赖耶十之熏习, 转变等道理谈万法为实, 后者则就一心真如之本体力缘起说, 由其不便随缘之德而主张一切为心造。 虽有如是差别, 但对小臣, 二者仍其标为心之语。 小臣之缘起说则主张三是实有, 法体恒有, 与为心相对而称为由心, 并认为诸法之体性个别, 而依或业力造作, 分未能造即所造, 此由心未能显诸法归涉于一心。 此外, 天台宗学者依止要超之文而解说大臣为心相当于别, 元二教, 小臣由心相当于藏, 通二教。 P4421 为心回转善城门, 华言宗古时玄门之一。 细旧心而产明缘起之根本, 亦及一切诸法皆依如来藏自信清静心见力, 若善若恶, 随心所转, 故称为为心回转。 如以经狮子为力, 经为本体, 狮子欲现象, 则经与狮子, 或隐或显, 或宜或多, 各无自信, 由心回转, 说事说理, 有成有力, 此即为心回转善城门。 又法藏以为心回转善城门一词, 仅表示诸法无碍之理由, 而未能表示无碍之乡, 故于华言经探玄记卷议中, 将之改为主办原名句德门。 华言五教章卷四, 华言经随书演义超卷十, 参阅, 十玄门, 416, P4421 唯心净土, 净土乃唯心所变, 存于众生心内。 依为时之理, 净土为佛, 凡夫各个心之所变。 若就如来所变之土而言, 如来心无漏, 故土亦无漏, 若就凡夫所变之土而言, 凡夫心未得无漏, 故土未有漏。 又所观之佛亦为自心变现之相, 心外不能见佛之真相。 故佛, 净土皆非心外之法, 皆为心所变。 天台宗基于摩赫止观之说, 而为阴望界尔之一念心具足识界三千性相, 佛界乃至地狱界之一指皆本具于此一念心中, 故净土非存在于心外。 此与为实所言相分辨四支理, 亦指不同。 幼禅宗以为摩金之心净土竟说为根据, 为直了心性, 即心即佛, 自心明白之处, 即是净土, 称为为心净土即心弥陀。 六祖大师法宝谈经一问品, 是净土群一论, 怀感, 卷一, 卷六, 往生净土决一行愿二门, 尊士, 观无量受佛经书庙宗超, 知理, 卷一, 观无量受佛经一书, 圆兆卷上万善同归即卷二乐邦文类卷四参阅己心弥陀九百五十六批四千四百二十二。 为心缘起, 为诸法系一一心, 如来藏心, 之缘而生起。 与, 一心缘起, 同意。 含有法界缘起, 如来藏缘起等缘起之意, 乃用于世明华言教义之基本学说。 缘起, 即要素, 条件, 关系等诸缘相依而诸法生起之意。 参阅, 为心, 四千四百二十, 为识, 四千四百二十四, 批四千四百二十二。 唯有益成法无二一无三, 细出自法华经方便品之语。 其原文位, 大九, 八上, 十方佛土中, 唯有益成法, 无二一无三, 除佛方便说, 佛之教法, 唯有法华经所说之意佛成为真实之教法, 而二圣, 小臣, 大臣, 或三圣, 僧文臣, 圆绝臣, 菩萨臣, 之说, 则仅唯有引众生之方便说。 批四千四百二十二。 唯佛与佛之见, 即唯佛与佛能护知之志。 与, 唯佛与佛乃能究竟, 亦与同意。 其意有二, 一, 为佛之物尽为佛之之, 因为菩萨等不可得之。 二, 为独果佛, 觉佛果之佛, 与因佛, 即将物究竟之菩萨, 能知, 而二圣与凡夫具不知其意。 妙法莲华经卷一大九, 五下, 佛所成就第一稀有难解之法, 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 所谓诸法, 如是相, 如是性, 如是体, 如是力, 如是作, 如是因, 如是元, 如是果, 如是报, 如是本末究竟等。 即是其意。 又, 为佛与佛, 亦语, 亦被唐代善无畏口说之大日经书所转用。 于法华经中, 为佛, 指释迦如来, 与佛, 指其他佛, 然于大日经书中, 为佛指大日如来, 与佛指十九指金刚等曼陀罗诸尊。 即指于说法之会作中, 主办对望, 又使有直经刚亦为如来差别身, 非为物之众身, 故称为为佛与佛。 无量亦经, 法华经卷亦方便平, P4422。 唯我独尊, 又作唯我独尊。 为世界之中唯我罪尊罪上。 据长阿涵卷一大本经记载, 世尊由其母摩耶夫人之幼邪下出身, 舵得之后, 独行七步, 便官四方, 举手言, 大一, 四下, 天上天下, 唯我为尊, 据世门归尽以卷上载, 因印度当时明晴风俗所中之九十六种外道皆自号为大圣人, 天人师, 世尊为绝邪归正, 故世献此乡, 表示三界之中, 唯佛独尊, 当就度天上天下, 为天人尊, 断生死苦, 使一切众生的大安乐, 而其余皆邪道, 非众生所能医护, 故有,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之语。 后世乃套用佛典中, 唯我独尊, 义语, 转而形容一个人自尊自大, 含有则其交望之义, 或用以推崇某人于某方面之成就无人能及, 而加以赞举。 过去现在因果精卷一方广大庄严精卷三, 有不疲奈耶杂士卷二十, 大唐西玉记卷六, P442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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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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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